龙智维播讲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 寻暗御史刘天林 在审问仙子守车江戎的时候 问到他平日有没有接受贿赂 勒索等罪行 堂上堂下的人都鸦雀无声 侧着耳朵看他怎么样狡辩 结果他的回答 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回名大人 状子上告的话都算是真的好了 反正没有死罪 啪 刘天明猛拍金堂木 神色一变 你以为本愿不能杀你 来 他大声喊着 同时又拍金堂木 扎 堂下 照例的答应 林鼎和李状图 却明白 这一声来 是招呼他们两个人 所以一起站出来 公身说道 请问大人有何吩咐 请上方宝剑 哎呀 这石破天惊的一声 堂上堂下的人全都大吃一惊 你看我 我看你 然后跟着骚动起来了 而车江戎到底发抖了 是 林鼎和李状图齐声答应 接着老实不客气 从赵丽手里抢过绳子来 走到车江戎身边 一左一右 双双的动手 很熟练的 把车江戎捆了个结实 站班直堂的照例 一看这个情形 竟然是真的要请上方宝剑 斩车江戎 这件事非同小可 慌忙的便去驱散闲人 皮鞭挥絮 大声的喝道 走走走 请上方宝剑了 看杀人的到外面去 快走快走 老百姓都听说过有这回事 却从未见过其事 一半警惕 一半好奇 纷纷的相互询问 在哪里请 在哪里杀呀 有人说 杀人总不会在屋子里 大概就是前面那个控场吧 于是听审的百姓 争先恐后的往外走 都要到控场上去 站个好位置 看刘青天 请上方宝剑 斩除恶人 上方宝剑 只代表一种权威 并非真的用来行刑 砍犯人的头 斩车江戎 仍然要用到 肃千献的柜子手 三声大炮 人头落地 老百姓 人心大快 欢声雷动 刘天明先斩后奏 接着又名炮 拜发奏书 处置了车江戎 全力来对付魏虎 在狱中的魏虎 得到外面的消息 自然有些吃惊 他心里在想 刘天明道也厉害 居然用假的上方宝剑 斩了车江戎 这把假剑的底线 不拆穿 自己随时可以送命 所以如今 第一剑要紧的事 就是要 催促京城里面 火速派下太监来 但是 京师一来一往 最快 也得半个月的功夫 欲旧燃眉之急 非得另出奇迹不可 整整想了半夜 最后 他亲笔写了一封信 天不亮 就派人送到刑馆 写明 机密重情 好让刘天明及时开拆 拆开一看 刘天明既惊且怒 同时也有警惕 魏虎真正是条毒蛇 稍微疏忽 被他反噬一口 就有性命之忧 你们俩来看 他把林顶的理状图找了来 拿魏虎的信交了过去 魏虎的信上说 他封闻寻案大人的上方宝剑已经失去 如果能够放他出狱 他愿意去找寻上方宝剑回来赎罪 林顶伸了身舌头 好大胆 我倒是服了这个人 请示大人 魏虎已经承认道歉 这封信就是亲共的铁证 该当有断然的处置 你们看 如何处置 照我看 不如提审卫虎 着落在他身上 向他要见 不过 大人 这不宜公然提审 不宜公然提审 那是当然的事 公然提审 上方宝剑遗失这件事就会外泄 事情可大了 刘天明于是点点头说 可以 马上提卫虎 等我来切切实实的追一追 于是李壮图持了刘天明 和他的亲笔所写的首令 到宿千县衙门提了卫虎来 另外在道观的后面 找了一间相当隐秘的境事 作为问话的地方 在场的只有三个人 刘天明和卫虎以外 再一个就是李壮图 林鼎则在室外担任警戒 禁止任何人接近偷听 这封信是你写的 刘天明叫李壮图 把那封信拿给卫虎看 跪在地上的卫虎 接过信来 看了看又递了回去 是的 是小人亲笔所写 你何以说本院奉御赐的上方宝剑 已经遗失呢 小人是听人所说 听谁说的 大人 道路流言极极 难以追究啊 既是道听途说之言 你在狱中何以得知 不瞒大人说 狱中足迹 原是小人过去同事 偶尔闲谈 所以外面的情形也略小的写 这一说 是狱卒在传播谣言 啊 啊 原来是谣言啊 那倒是小人过滤了 卫虎说话的时候 神态自若 他不但把狱卒传播谣言的事轻轻推开 而且还表示了 他是关切的好意 话虽说的妙 无奈刘天明也不是好对付的 怎么肯就这样放过呢 慢来 你说是道路流言 我却从不曾听见过 显见得你另有所闻 快说实话 不然 哼 刘天明冷笑一声 虽然没有明说 意思显然 是要用行啊 卫虎 卫虎异上了脚啊 他说 大人 黄天在上 小人不敢打狂语 一则是关切大人的虔诚 再则是想为大人立功以赎罪 所以冒昧上书 谁知欲中听闻不真 勿信谣言 请大人练小人 一片的血尘 不必再追究了吧 如何能不追究 须知 遗失上方宝剑 本院前程有关 倘或有人起不良之心 想到上方宝剑更是死罪 因此本院未防患未然 已不能不查 实在是无法查的了 就是大人打死小人 小人亦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看他欲被抵赖到底 刘天明知道再问无意 于是先撇开这层 问到另一个关节上 卫虎 我再问你 你说能寻回上方宝剑 我倒不明白了 你到哪里去寻 哎 如今是没地方去寻了 何以呢 大人既说上方宝剑不曾遗失 又从何处去找啊 话有讽刺的意味 所以刘天明 刘天明听得出来 但也不去计较 他说 那么 姑且就作为遗失了 你到哪里去找 你总有找得到的把握 才敢给我写信 是不是 卫虎尖角如狐狸 早就料到刘天明 会用这样的话来套他 稍一疏忽 有了漏洞 便是惹火烧身 所以他早就盘算好了 这时不慌不忙的回答说 老实回大人的话 虽无线索却有把握 不过在这里却是束手无策 这话又是怎么说 小人在宿迁当差三十多年 地理疾熟 认得的人多 凡事瞒不过小人的眼睛 如果大人肯放小人出去 明察暗访 不出三日 便有好消息来禀告 这番答话 回答得入情入理 点水不漏 刘天明拿他无可奈何 只好又把他还押了 但是刘天明也不是毫无收获 因为这一下至少可以证实 偷上方宝剑 却是卫虎搞出来的把戏 在卫虎方面呢 一二也不是毫无收获 虽然自己这封信等于说自己此地无银三百两 但刘天明投鼠忌器 至少暂时要留着他这个活口 否则上方宝剑 怕就很难再找得回来了 而卫虎所要的就是这般能够拖延的时间 拖到经理 刘锦派人下来自有识破天经的结局出现 当然 刘天明不会无所行动 等把卫虎送回监狱 他随即将孙老师请了来 悄悄地把经过的情形都告诉了他 孙老师大吃一惊 好 卫虎如此大胆 这件事着实麻烦 老年兄 老年兄 倒要仔细 不要上了此贼的恶当啊 多诚关切 我请老年兄来 有奉凡相助之处 啊 这自然 我岂能做事 只是 但是 我真想不出 有何可以效劳之处 自然是老年兄办得到的 啊 我想请老年兄 暂管数天县令的印戳 这个要求 大出了孙老师的意外 一时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 张化山跟卫虎勾结甚密 我今天就要摘他的沙帽 哦 原来如此 啊 何不委派县城鼠里之县啊 县城杨守文 不也是张化山一路上的人吗 孙老师听刘天明这么说 点点头 但是仍旧面有难色 刘天明知道他为人老实 是怕他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县令 搞不过杨守文和赵世龙那般人 老年兄 我知道你有所顾忌 现在赵世龙不在宿迁 我把杨守文派出去公差 调虎离山 你不换彻肘 还怕些什么呢 哎 说实话 这百里侯也不是好当的 哎 哎 难道九年考满 吏部把你选了出去当县官 您也这么个说法吗 哎 孙老师回头想想也是啊 人不是生而知之的 凡是谦虚谨慎 且有寻暗撑妖 这个县官也并不难当 于是孙老师拱拱手说 啊 既然如此 我就遵老年兄的吩咐了 当天下午 刘天明摆出全副仪帐 名罗赫道 到了宿迁县衙门 此来是执行他寻暗御史另一项分内的执掌 考察宿迁县的各项民间政绩 为此 一县的文武官员一起在县衙门前站班 迎入大堂 依序参见 刘天明也就个人的职位逐一的查问明白 最后问到巡捡赵世龙 倒是张化山代为回答 说他公差进京去了 是何公干 借送贡品 刘天明也不问借送的是什么贡品 指板起的脸说 前日本县百姓 承控车江荣的诉状内 多有指控车某 是受了赵世龙的庇护 才敢横行步伐 本院暗问地方 一向以澄清立志为主 像赵世龙这样的人 容他不得 杨献成 少文在 杨守文急忙答应 心里却是一跳 平日他跟赵世龙狼被围奸 凡有油水都少不了他的一份 所以这个时候听得寻暗一喊 以为麻烦要找到他身上了 那里知道事出意外 刘天明是派他一桩差事 杨献成 本愿为你去逮捕赵世龙 借到南京听后法办 事不宜迟 你明天就携带文书启程 事须机密 不可让赵世龙文封潜逃 千万千万 是 杨守文心里想 总算是命中有救 这差事不派别人派自解 大不了当个失误的处分 叫赵世龙逃回他云南家乡 天高皇帝远 等于死无对证 那就一切都不碍事了 于是刘天明又说了些 勉励大家奉公守法的话 结束了暗问的工作 然后又当面的宣布 第二天起 开始行馆会审卫虎 本县的文武官员 应该一起列场 以便作证或是作为顾问 第二天一早 天还不曾大亮 肃千县民已经像潮水一般的涌到 要看刘青天审卫虎 而且都打算 看看会像那天请上方宝剑斩车江戎那样 说不定横行三十年无恶不作的卫虎 交出他的头颅就在金玉 谁也不愿错过 这看恶人下场的快心之事 因而争先恐后 秩序非常的乱 不得不派出 成首营的士兵来布港 陈正时分 刘天明座堂 依然是张化山和孙老师陪审 一层文武官员遵照命令早早到齐 参见完了 退到堂下 静听刘天明开口 刘天明今天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张大老爷 不敢 请大人吩咐 贵县可还记得 我有一方端焰 留交贵县 转交无需老和尚 是啊 我正要请示大人 上次称大人见尾 说吴虚老和尚 要到灵台山来观沧海 有一方端焰转交给他 自此以后我多方打听 始终不曾听到虚无老和尚 的法架利益临海州的消息 这方焰台如今依然留在我这儿 还是凤脚,请大人示下,请问这方宴台可曾带着,带着在我轿子里,既然如此,请派人取来与我。 好,张华山随即命令跟班,到轿子里取了那方宴台来,当堂的乘上去,刘天明仔细看了封间,丝毫没有动过,就高声地说了。 今日堂上堂下,众目昭彰,等我把他打开来看看究竟是何物。 其他人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也不懂他这句话是什么用意。 张华山是经手人,听得明白,明明说是一方宴台,此刻怎么又说究竟是何物,哎呀,内中怕有蹊跷啊。 这样想着,张华山,张华山瞪着眼睛,紧盯着刘天明的手,但见刘天明拿着桌上的材纸刀,割开封皮,真相大白。 哼,哪里是什么宴台,是一部书。 此乃红武宝训,刘天明拿着书一扬了一扬,取出夹在里面的一张纸,转脸递给孙老师。 老童年,请审视,可是你的亲笔。 孙老师看也不看,随即就说,是我的亲笔。 内中还有好东西,刘天明随手把书页一翻,嘿呀,这下子,堂上堂下无不经意,看来徐难大人会变戏法,红武宝训中怎么的变得出金叶子来,这是奇怪,但也有趣啊。 张化神已经知道事情不妙,但心中警惕,类此事件,唯以沉着为上,所以他安坐不动,心里只盘算,等一下如何抵赖。 刘天明却又说话了。 若问着金叶子的来历,须请教孙老师,老年兄。 他把那张纸递了过去。 老年兄,请作证。 是。 孙老师,孙老师接了过来,高声着念。 郑德五年七月初八,肃签县令张化山,持今夜五十六片,折银一千两。 啊,嘱托现账,新任寻暗刘大人,历词不得,无奈转达,刘大人特加封奸,并主济名缘犹如上。 孙老师接着又念了自己的名字。 当场堂下哗然,张化山却是漠然。 行费有证有据,而这证据一直保留在自己的身边,当堂拆开,众目所见,如何抵赖得了啊? 张化山,你可知罪。 瑟瑟发抖的张化山离开座位,跪在桌子的旁边。 我,我,我而知罪,求大人恩开阁外。 你自辱其身,以不堪在座人民的父母官,你听参吧。 这算是很客气的处置。 张化山自己支去,摘下头上的乌纱帽,往刘天明的桌上一摆,黯然地回身。 林鼎立刻迎向他,带进别室,加以看管。 孙老师,本愿委任你,暂管宿迁县之县,即刻借官印,视察事务。 只怕,孙老师还想推辞,刘天明赶紧挥手,止住了他。 各位,孙老师会接下这个任务吗? 请大家下一次再按时收听吧。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铁面玉石》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龙智维播讲传奇故事《铁面玉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上一次我们讲到寻暗御史刘天明委任孙老师,暂管宿迁县之县的工作。 孙老师还想推辞,刘天明赶紧挥手止住了他,并对他说, 勉为其难吧,是,求大人早日出奏,另捡贤能接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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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辛苦几日,好在你的鼠元都在这里,赶快去接起了事,加益整顿。 肃千县的百姓苦了多年了,你要格外尽心,体恤民间啊。 话还没有说完,堂下高声的欢呼,青天大老夜。 有的人竟然跪了下来,朝上磕头,这番光景着实是令人感动。 于是孙老师先退了下来,找到了主部典史,回县衙门去接官印。 三堂会审,变成刘天明独主其事,这才开始提审卫虎。 何清! 何清这个时候的心情,跟前两天大不相同了。 先还想维护长官和同事,现在落到这个局面,已经是爱莫能助。 同时,眼看刘天明如此受到老百姓的爱戴,静之如神, 自己跟着这位青天老大人办案,光彩十足, 所以一听呼唤,响亮地答应,书办何清在? 你看一看,犯人撂铐上罐的签可曾动过,扎! 何清答应着,缓步转身,匆匆融融走到卫虎的身边, 先看脚铁,后看手铐,均无异样。 这就给了卫虎一个机会,等到彼此贴近的时候, 他说了句,手下留情。 何清不敢答话,装作听不清楚, 迅疾回身,朝上说, 启离大人,迅疾回身,都是当日所惯的签。 这也罢了,看守的晋足可曾到堂。 以到堂伺候,传上来, 扎!何晓义! 何晓义就是那天当堂寿领卫虎, 曾经被刘天明警告, 倘若交不出人来,就提头来见的那个晋足。 自以为当差谨谨慎一无差错, 必蒙寻案大人的保奖, 所以兴冲冲地上堂跪倒, 报名磕头。 卫虎是你看守。 是, 蒙大人特别嘱咐, 小人丝毫不敢疏忽。 日夜都归你看守。 是, 小人到夜里, 就在卫虎床下打地铺, 不敢回家。 哈哈, 言多必失。 这句话出了漏洞。 什么? 卫虎睡的是床? 坏了。 何晓义这个时候只好硬着头皮答说, 是, 犯人睡高铺, 看守人睡地铺, 你受了他家多少的贿赂? 冤枉, 冤枉, 小人如何感受他的贿赂? 再说, 天地下哪里有卫虎送钱给别人用的事? 哈哈, 这一说, 唐下都笑了。 刘天明也知道绝无其事, 只是, 恼怒他卖放人情, 想小小的惩罚他一下, 因而就点点头说, 我知道, 受贿之事虽然没有, 同事的念头还在, 既是重犯, 官房理当严密, 为虎人在狱中外面的情形无不知的, 我只问你, 你懂得看守的规矩不懂? 何小义知道这位寻暗大人, 门禁高悬什么事都瞒不过他, 躺货抵赖是自己找倒霉, 所以就磕头哀恨, 小人之罪, 求大人高抬跪手, 饶了小的。 本当割掉你的差, 看你诚心毁坏, 本愿从轻发落, 打二十小本子。 何小义十分知趣, 磕了个头, 扑身卧倒, 接着又自己把裤子一退, 静等他的同事来打他的屁股。 刘天明看何小义实在是个老实人, 心想, 这顿板子不必打了, 不打比打了好些。 向行行了造力挥了挥手, 慢着。 他又向何小义说, 饶了你, 多谢青天大人。 何小义喜出望外, 连连磕头, 我问你, 你以后看守犯人该当如何? 经大人教训, 晓得以后一定按规矩办事, 回去第一件事, 是撤了卫虎的高破。 卫虎要跟外面通消息, 你又如何? 回大人的话, 小得不准拿通。 好, 你下去吧, 谨慎当差, 这才是。 等何小义懦懦怜连声地退了下去, 在堂上跪着的卫虎, 变成了千目所示的目标。 刘天明一共问过两次, 第一次是公开审问, 只问了一件一品衣的来历, 便即丁廖收监, 第二是司室密审, 纯然为了上方宝剑。 此刻, 这第三次问, 其实跟提堂初审一样, 头绪纷繁, 竟不知道何处问起才好。 看着那答状子, 刘天明定神略想了一想, 有了计较, 卫虎。 放告以来, 本县百姓告你的状子, 连诸臣一案在内, 共有三十四起之多。 本愿浮官多年, 久在地方, 像你这样作恶多端的官吏, 还是第一次见到, 整个不畏朝廷的皇法吗? 你说。 小人岂有不畏朝廷皇法之礼, 只已当差多年, 得罪的人多, 因此才有这么多状子, 告小人, 其中真伪, 瞒不过青天大人。 照你这么说, 这三十四张状子, 莫非都是诬陷你的吗? 是。 卫虎竟然神色自若地回答, 听到卫虎这么说, 刘天明心里喝了句, 真不要脸。 随即他又问, 这三十四张状子告起什么? 你好无所知, 如何便可断定诬陷? 岂不是先就存心脚赖? 这句话问得厉害, 但是卫虎的无羞耻之心, 和那份镇静功夫也真到了家。 他用侃侃然的声音回答说, 这因小人未做过什么坏事, 故而得知, 必是诬陷。 这句话一说出来啊, 唐瞎嗤之以鼻的虚声四起, 甚至还有人低声的咒骂。 卫虎, 你听见堂下的声音了吗? 这也是无非是小人因公得罪了人, 今天特意来羞辱小人的。 哼, 刘天明笑了一声, 懒得再说这些, 抽出名字第十三号状子, 就喊到了, 何清! 邀! 何清答应着走到办公案前面打工, 你把这状子的室友念给卫虎听听。 何清懂得刘天明的意思, 不将状子直接发给卫虎阅看, 是怕告状的名字泄漏, 所以不念告状人的名字, 只朗声地念着状子的内容。 这是一章简举状, 告卫虎, 私通海盗, 黄甲山等人, 经常接纳亡命之徒, 而且不止于藏匿包庇, 还纵容那些人作恶, 骚乱相礼。 等把状子念完, 交回公案, 刘天明就问, 卫虎, 我不动行问你, 你自己说吧。 叫小人怎么说天大的冤枉? 有名有姓, 只证明白, 还说是冤枉, 怎么不是冤枉? 海州到本县, 家家都知道, 黄甲山这个人, 孩子哭, 只说一声, 黄甲山来了, 可以止哭。 这样就算有名有姓, 只证明白, 小人不服。 好一张的利口, 本愿再还你个证据。 刘天明细看一看, 告卫虎的状子的摘油单, 又喊了, 何兴, 你再拿名字十九号状子念个卫虎听。 这张状子, 是个叫做王八的乐户所告, 说去年年底, 黄甲山来访卫虎, 经常到他那家遗春院中去饮酒作乐, 叫了姑娘劝酒陪睡, 也得看他们高兴才有赏赏赏, 否则非打即骂, 而且经常闹事, 其他客人未知如虎, 只一看他们的影子, 便都知机悄悄地溜走了。 到了除夕那一天, 大雪三尺, 连个鬼都不见上门, 半夜里, 黄甲山来了, 要叫一个就名叫做烟红的姑娘裴素, 偏偏烟红死了亲老子, 前一天奔丧回家了。 王八陪不是说好话, 把所有院里的姑娘都从热被窝里面给喊了起来, 动得色索发抖, 在黄甲山的面前排班, 随他挑选, 哪知道黄甲山就只要烟红整整地闹了一夜, 第二天, 就是过正德五年的大年初一, 卫虎带了人来了, 他带了一班人上门, 砸窑子, 说得罪了他的贵客, 把怡春院打得稀烂, 王八的一条腿, 生生地给砍断, 还有个叫小鸭子的小妓女, 只说的一声真晦气, 被卫虎叫人把他包得金光, 在雪地里罚跪, 事后小鸭子羞愤难当, 哭到半夜, 一套脖子上吊死了, 这不是你跟我黄甲山友勾结的铁证吗, 刘天明面色铁青地问, 怀鸭大人, 此时王八有意诬陷, 小人是有个朋友, 今年大年初一在怡春院争风吃醋, 跟王八打架, 这个人跟王八同姓, 杭三不姓黄, 黄甲山跟王三怎么好缠在一起, 你真会耍赖, 王八告你砍断他的腿, 逼死小鸭子, 这是另一案, 勾结海盗案情慎重, 岂能凭你一面之词, 便可推卸, 目前虽待缉拿黄甲山道案, 一时无法指认, 但既然时有往来必有书信之类的罪证, 许得仔细搜查。 刘天明当时看着左右就说了, 请张守辈。 张守辈, 名叫张电臣, 是武进士出身, 生得一貌堂堂, 公马贤熟, 但是游勇无谋, 而且本性忠厚, 所以平常看不惯张化山和魏虎的狼狈为奸, 却是无可奈何。 这时听得寻案招呼, 就闪身出来上堂行了个军礼, 抱拳说道张电臣参见案院大人。 他虽然是武进士, 但是却比刘天明早一刻, 因此刘天明客气地答说不敢当, 接着又说为张守辈设作。 等到搬来一张胶椅摆在公案的旁边, 张电臣告个罪就坐了下来, 然后就问, 暗怨大人呼唤必有见伟之处, 正是要借众, 贵官执司成首, 平日对魏虎勾结海盗可曾听说过。 呃, 是的, 我也听说过, 只抓不着他的证据, 证据是一定有的, 不过魏虎对这些罪证藏得很严, 也是可想而知, 如今我强唯请贵官多派人马, 会同我的家将, 一起到魏虎的家里去搜查, 此案关系甚重, 请贵官多费心啊。 是, 绝不敢疏忽, 请放心。 于是刘天明, 把林鼎和李状图喊了来, 当堂下令, 你们两人随张大人一起去搜查魏虎, 勾结海盗的罪证, 要特别用心, 扎! 林鼎和李状图两个人一起的答应, 魏虎胆大包天, 无恶不作, 说不定在他家还藏着什么违禁的东西, 务必仔细搜查不得遗漏。 林鼎和李状图两个人都明白, 刘天明的意思是要他们附带找寻上方宝剑的下落, 所以一面答应, 一面向上使了个眼色表示会议。 张守贝, 罪不起妻儿搜查的时候, 不可骚扰。 是, 不敢不守纪律。 张守贝站起身来回答, 发落了这个案, 刘天明决定, 还是要先审诸臣一案。 等吩咐何清提取此案的卷宗, 堂下官审的老百姓又骚动了, 好半天才静得下来。 魏虎, 现在问你诸臣一案, 这案的卷宗已经有一尺高, 手伪俱全, 你实在不需抵赖, 否则本愿绝不容情。 是, 小人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就好, 你可是本年七月二十四续旋。 是的, 你娶的是什么人? 是个妇人, 娘家姓朱, 诸葛亮的朱, 夫家姓尤。 怎么, 是寡妇吗? 不是寡妇, 是妻妇, 她丈夫尤三不要她了, 小人五十五子, 看她生得疑难之相, 所以姚梅说亲, 定了七月二十四迎娶。 游三为何不要她妻子? 哈哈, 大人, 这是游家的事, 小人不晓得。 刘天明碰了个软钉子, 心生警惕, 魏虎其雕无比, 倘货言语中轻率, 自取难堪, 堂上堂下的身份不同, 怎么样也是一件失算的事情。 于是, 刘天明调一调呼吸, 把自己的怒气吸了下来。 他很冷静, 知道这个时候最容易发怒, 而且也容易泄怒, 把魏虎打一顿, 或者是动大行上加棍, 都是一如反掌的事, 但是, 堂下的老百姓, 特别是那些在乡党之中受尊敬, 头脑冷静的老百姓, 心里不免有了疑问, 觉得魏虎的话或许有道理, 堂上恼羞成怒加以刑罚,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自己就算失败了。 为了这样的心得, 刘天明不但神色自若, 而且是因为理得心安, 在颜面上反显出含有的冲合之气, 他不自觉地以一种便利的声调问, 那么, 你娶到了妻子没有呢? 问得妙, 答得更绝, 魏虎做出黯然摇头的表情, 如果娶到了, 怎么会有今天这一案? 怎么说? 照你的说法, 是不曾把你的心腹娶到, 还是娶错了人? 不是娶错人, 是…… 为何不说? 说来惭愧, 这一案闹到今天这般田地, 劳动大人从南京来清审, 都为的是小人吃了个哑巴亏。 哦? 刘天明提高了警觉, 知道胃虎有套骗人的说辞了。 我倒没有想到, 你还有哑巴亏吃的时候。 这一句调侃得很好, 躺下发出了笑声, 这便是不信任魏虎的有力表示, 魏虎不自觉地有些气馁了。 是, 小人吃了哑巴亏。 魏虎到底是厉害角色, 说得丝毫不露窘态。 那天花椒抬到门, 打开胶门一看, 里面什么也没有, 是一顶空的花椒。 空花椒? 堂上堂下无不诧异, 堂下的百姓从没听说过有空花椒这回事, 堂上的暗怨大人则是没有想到魏虎, 有这样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回答。 魏虎很厉害, 刘天明心里在想, 他的这个回答出人意表, 便有先生夺人之力, 但是魏虎的毛病太多了, 什么地方也进不住一搏, 只要跟他平心静气周旋, 不必妄动无名之火, 能这样才能收得引导人民守法向善的效用。 于是刘天明又问, 何以是空花椒? 你不觉得你这么说是荒天下之大堂吗? 魏虎说, 他取来的是一顶空花椒, 然则何以不追究呢? 他说他知道交涉也没有用, 这是骗婚。 因为事先他就听说新娘不愿上教, 所以发现一顶空花椒不足为奇, 估计情形游三夫妇早已经逃出县外, 就追究野蜀徒劳, 而且时已入夜, 还有宾客需要招待, 一切都只有摆到第二天再说了。 这番捏造的话编得入情入理, 首尾俱全, 刘天明心里在想, 躺货提朱青和道堂对质, 一定在言语上敌不过魏虎, 姑且不搏他这一层, 问下去抓住了明显的漏洞, 一并算总账也还不值, 于是他就问了, 照你这一说, 那天你不曾见过朱青和的面了, 不但我不曾见过, 一堂赫客谁也不曾见过, 赫客是些什么人, 同事居多, 听说你的人缘不错, 同事自然都向着你, 我也不必传证了, 刘天明击刺了这一句话, 便就问了, 第二天你如何, 据说你一早就到了县衙门, 是, 本在嫁中, 只因为出了命案, 就是尤三嫂赐死陈德成一案, 是, 那时不知道是尤三嫂, 现在呢, 刘天明也厉害, 紧接着他的话就问, 现在你可是知道了, 现在也不知道, 唉, 这个魏谷啊, 奇华无比, 一句有出入的话都不肯落下来, 陈德成这一案是无头命案, 那么, 如果我放你出去, 可有把握破这无头命案, 由于自成能够密得上方宝剑那个试探不成功, 魏谷已经有了戒心, 摇着头, 哎, 日子隔久了, 就算领下了海捕文书, 便天下去访, 也没有把握, 一套再套, 套不出魏谷的话来, 刘天明只好仍旧回到原处, 你在家中怎么知道出了命案, 各位, 魏谷跟刘天明在公堂上过招, 案情会怎样发展呢, 请大家下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志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 御史大人刘天明在公堂上和卫虎过招, 可是一套再套, 无法从卫虎的口中套出话来, 于是只好回到原处, 嗯, 你人在家中, 怎么得知道出了命案, 小人虽然在家中照常办案, 自由眼线来报, 小人心想, 既有命案, 县大老爷必得相宴, 天气太热, 失手摆不起, 再说趁早尽早封凉也好办事, 小人姑娘县大老爷一早就要下乡, 所以连夜赶回衙门去伺候, 照此看来, 你倒是个谨慎奉公的人, 小人一向谨慎小心, 对啊, 你谨慎小心得很啊, 所以行事不落痕迹, 不过这个案子支离推慎, 你想要掩饰也掩饰不了, 我问你, 到了陈家, 你跟张知县说些什么来着, 刘天明说到这儿, 突然的把金堂木一拍, 实话说, 这一下果然有效应, 魏谷疑心张华山, 已经把实情告诉了刘天明, 如果捏造一番供词, 两下不对头, 就难以挽回了, 因此, 他觉得不妨先装糊涂, 看一看情形再做道理, 于是故意摆出茫然的神色回答, 小人记不得说些什么了, 就算他乖觉如鬼, 到底也有诗言的时候, 他如果索性赖了个干净, 说当时不曾说话, 刘天明倒也奈何他不得, 可是如今说, 不记得说些什么, 可见的话是说了的, 只是不肯承认, 因而以不记得作为推托, 你这么精明能干的人, 又遇着这么件所谓逆轮重案, 你这种说法, 岂不是自欺欺人吗? 说到这里, 刘天明心里在想, 这一下子该是对质的时候了, 于是就喊了, 何卿, 说半载, 你持本愿的大令, 把看管着的张支县迎提到堂, 刘天明说着, 拔了一支令箭, 隔着桌子递了出去, 这很显然的, 是要对质, 魏武到此刻, 才发觉这位寻案可不容易对付, 想一想, 自己的话也有漏洞, 但是现在悔之以迟, 唯有格外的小心。 张华山就被看管在后面的空屋子里, 一提就道, 上堂行了礼, 他满面修缠地喊了一声大人, 刘天明念着朝廷的礼, 这个张华山虽然已经 被摘了沙帽, 到底还不曾奉旨革职, 所以呢, 也吩咐人搬张椅子来, 让他坐下, 然后说明把他找了来的用意。 我有几句话相问, 请你当着卫虎说实话。 是, 知无不言, 不敢有丝毫虚事。 刘天明心理想, 第二次跟张华山谈论诸臣一案, 他的磁色间明显地摆着, 是受人之鱼, 可想而知, 一切都听卫虎摆布, 只要把这案的毛病, 着落在张华山身上交代, 他自然就会把卫虎如何捣毁, 河盘拖出。 打定了这个主意, 刘天明又问, 贵县当日到孝义乡陈家验尸回城以后, 你作何处置? 是, 张华山也知道这个时候的对答, 对于自己的货福大有关系, 所以十分的小心, 是准了苦主的指控, 逮捕朱建博到案审问。 到后来, 苦主自知弄错了的事实, 错告了好人, 你又怎样处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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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告苦主, 把状子撤回, 罚了他一万两银子, 置办学田。 嗯, 照如此说, 你只是听人摆布, 苦主告谁, 你就抓谁, 苦主说不告, 你就叫他把状子撤回。 听审判案, 为民申冤, 你自己就全无主张。 这原来是我的不是, 张华山自己认错, 却还不肯牵连卫狐, 刘天明也无可奈何, 只好指明问了, 案发之初, 验尸以后, 想那卫狐既是你得力的捕快头, 你们总商量过案情, 他怎么说? 哎呀, 这下子, 张华山没有办法闪避, 只好这样回答了, 为我劝我准苦主的状子。 为什么? 这个时候, 刘天明炯炯发亮的双眼, 逼试着张华山问, 虽说朱臣两家原有贤戏, 几结成庆家, 一个亲自送亲, 一个亲自迎接, 可见前贤已经进世, 而且如果朱建博, 唆使女儿杀人, 自己妇女两个, 先就犯下了死罪。 即使真有血海深仇, 朱家是有名俱妇, 为何不花钱买凶手, 要断送女儿的一生, 自己也脱不了关系。 世上, 有这样不尽情理的事吗? 而贵县自负精明, 魏虎更是办了多少案子的老手, 居然会相信苦主情急之下, 心智盲昏时所作的悟空, 有这个道理吗? 一番话如疾风咒语, 但是堂上堂下, 字字听得清楚, 官审审的百姓无不点头, 而张华山却只有摇头的份儿了。 说啊! 刘天明在催促着, 这个时候, 魏虎看见张华山招架不住, 于是开口了, 启离大人住口! 刘天明拍着金堂墓大声地喝止了他, 本愿不曾问你, 何用你胡言乱语插嘴? 回大人的话, 这个时候啊, 张华山把心一横, 决意不顾魏虎了。 当时魏虎跟我说, 朱建博教唆女儿杀清假, 一定不假, 女师一定是朱建博派人来偷了的, 意在灭迹, 好妥卸罪名, 又说朱建博会潜逃, 劝我早早缉拿到岸。 哦! 毕竟是魏虎的主意, 把朱建博逮捕到岸又如何? 自然是审问, 那朱建博的口功颇多, 不见不识之处, 令人生疑, 所以把他收奸, 怎么见得不尽不识, 你倒说与我听听。 这一层啊, 张华山自觉振振有词, 于是就侃侃地回答说了, 朱建博的女儿, 许被沉加十三年, 到了二十岁还不嫁, 根据朱建博自己招供, 男家送过三个日子都不吉利, 第四个日子难道就吉利了? 他说是听了一个江湖的相事, 名字叫什么小淳阳的劝告, 大人请想, 这不是信口开河吗? 哦, 何以见得? 我问他小淳阳现在何处, 他说不知道, 谁知道有没有小淳阳这个相事? 哦, 我知道是有的, 刘天明说到这里, 张华山突然生出灵感, 觉得可惜借这个小淳阳啊, 把案子拖了下来, 所以吉利就打断了刘天明的话了, 哦, 原来真有此人啊, 哎呀, 他是案内的第一重要人证, 请大人指示地方, 以便传拿到案, 讯问明白, 这个江湖相事, 鼓起如黄之蛇, 搞出这么一件命案, 真正是该死之急啊! 哎呀, 这个张华山, 他只顾骂得痛快, 可未胡知道又闯祸了, 连连咳嗽是意, 可是还是挡不住他, 这边乡, 刘天明心里好笑, 看着张华山慢慢地回答说, 这小纯阳,不但我知道他住处,而且立时可以补拿到案 然则请大人立即下令,不忙,他逃不了 不过我要问你,如果小纯阳报案作证,说是确有其事 那该怎么办 如果国有其事,则朱建博之言不虚,刺杀陈德成的就另有凶手了 好,那么我先了结了朱建博的事 朱建博可在堂下 在 有人响亮地答应了一声,接着人群就让开一条路来 一个男子拐着腿上堂跪下 小人朱建博 朱建博虽然想尽量地用当时劝他答应陈家婚期的那种声音 好唤起他的回忆 但是,由于高座堂皇,下临万民 声音中总是别具威严 因此朱建博,诚狂诚恐地答了一声 小人在 朱建博 你抬起头来 仔细地看一看本院 是 答应是答应了 可是朱建博心里十分的困惑 不知道青天大老爷要他看起什么 哎,这堂内就是只有为虎一个人明白其中的奥妙 其余的人没有不感到歧义 不明白刘天明的词举用意何在 所以都是秉升静气 细看动静 由于堂上光线不明 朱建博抬头细看 除了影绰绰的一张清渠的脸以外 实在看不出什么花样 朱建博 朱建博 你看清本院了吗 回经天老大人化 小人愚昧 莫测高深 哦 啊,想是光亮不足啊 来,掌灯 哎,这越发奇怪了 莫非刘青天脸上写着什么字 所以要叫他来细细地看一遍 大家这样胡思乱想 不免小声的议论 直到有人拿来了两只红竹 左右映照 躺下方才静了下来 朱建博 朱建博 你不妨到岸前来细一看 是 朱建博磕了个头 用膝盖行走了两步 仰头 仔细地观望 这一望啊 到底记起来了 师生的喊啊 哎呀 原来清天老大人就是小唇牙 这个谜底一揭穿 直如石破天经 第一个张华山震惊师生 就是唐下也无不惊异莫名 后面的百姓 听说小唇羊就是寻暗 都要一沾颜色 你及我拥 顿时搞得秩序大乱 张华山 现在已经是被摘了乌纱帽的 已经发不出官威 刘天明是不愿发官威 那就只好由何清维持秩序 何清站到唐前大声地说 审问重案正在紧要关头 可得喧哗 躺在这等吵杂闹事 我只好请暗院大人暂且退堂 改期令审 从来不曾听说过 有个书办这样子大模大样的下唐玉 但是这几天怪事叠出 也就没有那个批评他不对 而且还真怕他面柄暗院大人 退堂庭审 那一来 何以小淳阳会变成暗院大人 这个疑团就不能打破 可能牵肠挂肚 使人一夜睡不着觉 所以堂下的人也不再挤了 也不再吵了 垫起脚伸长脖子 朝堂上观望 堂上的刘天明 这个时候向张华山问 你听见朱建博的指正了吧 是 张华山脸色灰白 声音发抖 我实在不曾想到大人 也曾跑过江湖 这个话简直是语无伦次 然而刘天明倒不怪他 直到他吓得糊涂了 是的 不要说你想不到 唐下百姓怕也是没有一个人想得到 不过 我跑江湖不是为了湖口 是微福私房 当时经过 就让朱建博跟你说吧 朱建博这个时候 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呢 想起当初 都是为了小纯阳一句话 几乎弄得家破人亡 此刻小纯阳变成了暗怨大人 深渊昭雪 明镜高悬 但愿他寿高万岁 恭侯万代 若是暗怨大人变成了小纯阳 就恨不得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 骂一声 都是听了你的话 弄成这个样子 一言丧邦 害人不前 这就是朱建博 现在复杂矛盾的心情 他泪流满面 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了解他这副眼泪的 莫过于刘天明自己 他内心不免也欠就着 但这个时候 不是表达这种情绪的时候 看见朱建博没有办法陈述 便只好自己宣布 刘天明把当初如何路过宿迁 如何微服私房 如何发现朱家的大霉一怒而去 如何为朱建博所言情 以及如何劝他为了不伤至亲的和气 接受陈迁家所送的日子 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同时又细数了朱家你房屋的格局 以及朱清河的八字 这都是早早有据的事 把堂下的老百姓听得鸦雀无声 目瞪口呆 等这一套讲完 刘天明又开声了 这一案 本院便是一个铁证 如非适逢其会 由本院参与在内 深知其事 任令贪官恶利 锻炼成欲 大明天下 哪里还有公道可言 如今 小纯阳是有着落了 朱建博身上的疑问是澄清了 我要细细地研究 有关冤枉朱建博的经过 说到这里 刘天明一拍经堂木 卫虎 小人在 当初逮捕朱建博可是你的主意 回大人的话 小人面奉本县 张大老爷御令不敢不遵 那么 可是你亲自去捉拿朱建博 不是 小人派手下去的 可曾索取贿赂 这话很难回答了 卫虎想了想 觉得不妨承认 也是避重就轻的一个办法 编极客的回答说 大人明见 天下哪一个周县 办到这样的案子 少不得都花几文辛苦钱 香香而守 哼 你倒还说得出口 小人一向有一句 说一句 那么我再问你 想朱建博既非江阳大道 又是本县 安守本分的绅士 如何当时一言不合 你就穿夺县官 动用大刑 试问 你于心何忍 这 须问张大老爷 各位 这一次 刘天明能不能顺利 把卫虎判刑呢 请大家下一次 再按时收听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龙智维播讲 各位 上一次 我们讲到刘天明 质问卫虎 为何对朱建博动用大刑 卫虎马上把责任 推了给张华山 刘天明看着张华山 冷笑了一声 转脸 对着朱建博问 朱建博 你照实说来 当时堂上 如何问你 当时的情形 小人 因为受到惊吓过甚 头上就像是 着了一棍子似的 昏昏昏沉沉 不容易想得起来了 说着 朱建博磕了个头 表示因为无法 达供而赔罪 也难怪你 于是刘天明只好 一句一句的问 让他一语回答 当时你可曾 为你女儿 变冤 自然变得的 那时我已经听了 我侄子大文说过 知道有上错 花叫这回事 我便禀告张大老爷 说小女的下落不明 刺死我亲家的 不知道是哪家的新娘子 我还请张大老爷 替我访查小女的下落 堂上 当时怎么说 张大老爷 听了小人的话 很生气 说是 你女儿已经见了阎王 叫我到哪儿 去替你找 哦 刘天明 转脸去问张华山 何以据说 他女儿已经见了阎王 大人 原是听了卫虎的话 那么 朱青河可曾见阎王了呢 这句话 自是更没有办法回答了 张华山 张华山只好不断的自责 原是我糊涂 听断不明 听断不明 关乎才智 酷刑所惠 关乎本心 我倒要请教 你是为了什么 第一堂就对朱建博用大行 是 是想找个水落石出 张华山 结结巴巴很吃力的回答着 既然说水落石出 则朱青河从魏家逃出 赴林县投诉 可见 赐死陈德成的另有其人 所盗走的女尸 绝非朱青河 试问 你何以又不往正途上去追究 这就是张华山 在这件案子上 所犯的最大的过失 百口莫辩 唯有低头不达了 想着自己虔诚不保 生死难知 今日 当这一线的百姓 被问得哑口无言 说起来 总怪自己悟信的畏虎 先则已重 后受邪制 泥闹越陷越深 真是有悔不当初之感 张华山想到这儿 不知不觉的 竟然落下了两滴眼泪 就为了这两滴眼泪 刘天明 算是暂且饶过了他 定神想了下 案情到了这里 魏虎 污害朱建伯的罪状 已经是很明显了 但如何明知取错了新人 而胆敢扣留朱青河 企图李戴桃江 以自杀的尤三嫂冒充陈家的先父 只有所谓逆轮重案发生 这是整个案子中最紧要的一部分 如果这一层不问清楚 就不能够审判定罪 因而 刘天明又转回头来问魏虎 而魏虎一口咬定是空的花轿 要他举证 他举了个王狗子 刘天明已经看过全案的口供 这场大风波之起 就起在王狗子 为魏虎拉线 逼取游三嫂 可以说是个罪魁祸首 心里本来就对他非常的厌恶 同时想到 魏虎举正不举别人 独举王狗子 可见一定是死党 绝不会供出实情 就得给他个下马威 叫他不敢瞎说 于是传了王狗子道堂 他先不问魏家的花轿 问逮捕朱建伯的经过 那天去捉朱建伯 是你带人去的 是 魏头叫小人 带着十几个人去捉了 你除了带走朱建伯 还带了什么东西 小人没有带别的东西 王狗子一面说 一面翻着两只三脚眼 大人的话 小人实在不懂 真的不懂 我就告诉你吧 魏虎刚才公固了 你们弄了几文辛苦钱 向下手 可有此事 魏虎共过是赖不掉的 王狗子就说了 这是立规有的 你跟朱家要了多少钱 他们说了八百两 都交给魏头 是你经手 是 是小人经手 你分到多少 一百两 这就是受贿 来啊 抬下去 打 扎 立一门大声的答应 确实没有行动 刘天明以为 他们有意 卫护着王狗子 有些发火了 何清赶紧上前 小声的说 大人 打多少啊 请大人翻路 哦 一两银子 一板 打一百板 给我着力打 刘天明把火签 制了下去 何清想有所劝阻 因为一百大板 打下来 人已经动弹不得 而刘天明 要问他口供 也就没有办法回答了 但是 何清又怕 当堂碰钉子 自己把难得 接这个 寻暗的威风 树立起来的 一点声光 葬送在里头 实在犯不上 所以呢 就迟疑着 不曾开口 就在这个时候 见到掌刑的造立 陈大马子 已经在 关照他的同事 唐上大人吩咐 着力打 修得卖放人情 自讨没趣 扎 四名手下 一起答应 于是把 王狗子 拖翻 合扑 卧倒 一个掀着 他的头 一个压着 他的脚 一个退下了 王狗子的裤子 另一个 举起大板子 就打 一板子下去 合青就听出 声音不对 打得太重了 打板子 有各种手法 打得响的 不见得打得重 打得重的 不一定打得响 有的伤皮伤肉 不伤筋骨 有的表皮不破 而里面的肉 烂成豆腐一样 再有狠毒的 就打在 要害筋脉上 挤板子 就可以打死 合青奇怪 看那样子 是要把 王狗子打死 起先还听见 他怪叫 打不到 十板子 就叫不出声来了 再后来 索性 哼都哼不见 看着情形 不妙 合青 不能不跟 刘天明 去咬个耳朵 劝他 罢手 但就在 他一步 向公案的时候 哎 看到了 魏虎的脸色 心内 已经 立即 会议 不由的 缩住了脚 不肯去多试 倒是 刘天明 自己有所警觉 喊了一声 别打了 这时候 何清也高声地传令 大人吩咐 住行 板子一停 长造立的 陈大马子 把王狗子 翻过身来 蹲下身去 扒开眼皮 看了一下 随即朝上一跪 回禀大人 王狗子 打死了 嘿呀 这一声 真如石破天惊 躺下是 嗡的一声 躺上是 啊的一声 几乎没有一个人 不大感意外 刘天明这个时候 有些不知所措 愣了好半傻 突然想起 拍着金堂木问 你怎么的 把这个要份 打死在堂上 大人吩咐 着力打 着力一打 自然就打死了 这是把责任 推到堂上 刘天明 勃然大怒 好刁的东西 他拍着桌子 骂 本愿吩咐你 着力打 不曾叫你 把他打死 你长形 长了多少年了 手上一点 分寸都没有 陈大马子 不敢再强辩 但也不曾认错 只会在那里 翻白眼 刘天明 又气又恨 但地上摆着 一句尸首 案子也问不下去了 而堂下的百姓 在等着这个局面 如何收场 堂没有适当的处置 足以减损自己的威名 所以先忍一口气 定了定神才说 何清 何清在 王狗子作恶多端 这样子一死 也是他的报应 只是利弊障下 非本愿本心 这个行刑的造力 是何姓名 他姓陈 他姓陈 名字呢 他的名字写在他脸上 这一说呀 堂下有人笑出声来了 刘天明 刘天明定睛一看 也就明白了 是叫陈马子吗 他看着何清问 是 花名册上的名字就叫陈大马子 这个陈大马子可恶得很 你替本院办一道公文 智书里的孙大姥爷 把这陈大马子开阁 驱逐出境 哎 大人 刘天明马上打断了何清的话 不准你替他讨情 讨情也没用 各位 其实何清 是看在同事的份上 如果不这么坐坐一下 会受人家责备 将来在本衙门就很难混 既然刘天明态度坚决 也就不必再多说了 答应了一声 是 打死的王狗子 传武作香宴 给官掩埋 通知孙大姥爷 拨银五十两 以为抚恤 刘天明接着又说了 本案改日在审 朱建博释回 为虎还押 退堂 退堂入内 换了官服休息 但身子是闲下来了 一颗心 却是闲不下来 一会儿 惦念林鼎和李壮徒 两个人不知道 到卫家搜查可有结果 一会儿又想到王狗子 觉得他死得可疑 一会儿又想到被看管的张华山 该当迅速处置 而偏偏卫虎一案 结束不了 他们两人狼狽为奸 互有关联 戎相达 一案不结 看样子一时不能够回到南京 会耽误许多公事 刘天明一个人喝着闷酒 十分的无聊 酒入愁肠 最容易上头去 他正觉得有点晕眩 放下了酒杯 正待要上床的时候 老人家来禀报 说书办何清求见 刘天明心里想 对了 早该找这个人来谈谈 于是欣然的就把他传见 为了一次亲审 何清颇为得利 刘天明就特别假以辞色 请他坐着谈话 何清谦让不敢 最后是端了一张小凳子 坐在刘天明的面前 仰着脸的问道 大人 我有下情上品 要大人见谅我才能说 何谓见谅呢 提到这样的要求 便见得他要说的话 不可原谅 刘天明考虑了一下 能谅解的 我自然对你谅解 也还不尽是这个意思 我有话说了 不论大人肯不肯答应 只当没曾听见我说过 智术不闻 要这样 我才敢说 刘天明是个方正君子 不肯做自欺欺人的事 所以听见这话 认为出入关系非常大 不肯轻易的允许 想了好半场 觉得不答应就是一场空 什么也听不到 答应了下来 眼前要守信落 不能有何行动 但以后仍有机会 说起来还是有一处 于是他点脸头说 好 你就说吧 这时的何清 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事情可以说是公事 也可以说是私事 有关他的妾身厉害 苏千县衙门的捕快 造立也就是卫虎的一匹爪牙 已经推出人来 向何清递化 在寻案大人面前当差 也需念着本衙门 多年同事的情分 极力铺牌 极令帮不上自己人的忙 可也不能帮外人的忙 这个外人 当然是指刘天明 何清了解这话 后面的威胁意味 因为来地话的人又说 寻案大人不能一辈子在宿迁 也不会一辈子在应天府 总有调走的时候 而你是宿迁城里土生土长的人 意思就是 躺不就范 则等刘天明一走 立刻就要收拾何清 他觉得左右为难 最好不过能够脱身事外 所以此来是打算说明苦衷 请求辞差 但寻案无人可用 绝不会答应他的要求 而且深蒙看重 自觉辞差的话 也说不出口 所以平日口齿凌厉的他 这时吞吞吐吐 不知如何才能说明自己的心里话 你什么事如此为难 说出来我替你做主 是 是有为难的事 那你说 何以吞吞吐吐 刘天明是有些不耐烦呢 快说吧 快说 这一逼 逼出何清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念头 突然觉得精神一震 细想一想 国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不但是解消了难题的唯一办法 而且另有一番局面 说起来倒可能变成因祸得福了 于是 他定一定神 从容的问道 我想伺候大人 跟着大人一起 不知大人可肯提拔我 刘天明笑了 我倒是什么事 原来如此 这又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跟你实说了吧 就是你自己不说 我原来也有带你到南京的打算 哎呀 何清一听这样的答复 愁怀进去 站起身来 先向刘天明磕过头道谢 然后笑嘻嘻的 依旧坐在小凳子上 可是刘天明想想不对 哎 慢着 答应是一定答应的 不过我刚才看你的神气 为难者 不是此事 你倒说说看 是什么事 你说了要我指 当不曾听过 对吗 是啊 我倒要请问大人 那王狗子 大人知道是死在什么人的熟练 问到这个话 刘天明一听就愣着了 一定是有内幕 他把当时的情形细想了一遍 实在莫名其妙 他就说了 不是那陈大马子吗 可是王狗子 速来与他有仇 趁此机会要了他的命 不是 王狗子跟陈大马子 是同瓢共赌的好朋友 不会要他的命 王狗子是死在卫虎的手里 怎么说呢 刘天明 越发好像坠入无礼物中 王狗子 王狗子是卫虎手下的第一名死党 为何要他的命 灭口 啊 有道理 你说下去 当时的情形是 大人如果言辞审问 王狗子一定堂塞不过 话中有了破绽 必定对卫虎不利 所以正好借大人着力打这句话 把王狗子打死 这样不但灭口 而且还害大人落个将人犯利弊账下 用刑过库的处分 用心真是狠毒之质啊 不错 不错 不过我还不明白 卫虎当时手撂脚靠 丝毫动弹不得 也没有听见他说什么 陈大麻子何以就能照他的心意行使 哎呀 大人 何用开口说话 有一个眼色就行了 哎呀 这正是卫虎可怕的地方 寻暗公堂之上 众目昭彰之下 身在雷蟹牢狱之中的卫虎 用一个眼色 就能够叫人毫无遗迹的 害了自己的朋友的命 这是多厉害的人物啊 为何我要求大人一起走 只为了我替大人当差 卫虎觉得对他不利 已经派人来威胁我 如今我也豁出去了 这个人独如蛇蝎 我劝大人不必前言日久 明天就请上方宝剑 早杀他早好 哎 这话不错 明天就这么办 不过 刘天明仍然有些迟疑 不过 还是等林鼎和李壮图查了回来再说吧 无需再查了 卫虎做事严密得很 若有罪证早已经销毁了 各位 刘天明是否可以从何清那儿得到一些启发呢 请大家下一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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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智维播讲 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何清 向刘天明表示希望跟着他办事 谈到了卫虎做事很严密 有罪证早就销毁了 这句话让刘天明越发的上了心事 唉 跟你实说了吧 何清 我还有个很大的麻烦 上方宝剑叫卫虎派人给偷走了 何清 何清一听大惊失色 怎么会有这种事 既然说了 我就跟你细谈一谈 接着 刘天明 刘天明把事件的经过 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何清 何清 听得目瞪口呆 好半嗓顿着足说 哎呀糟了糟了 糟不可言了 为何叫糟不可言 这把剑十有八九是拿不回来了 哪里不糟啊 一句话说得刘天明头上金星乱冒 此是先皇御赐之物拿不回来 我不得了了 何清 又何以兼得拿不回来呢 卫虎做事向来赶尽杀绝不留余地 如果当时大人答应放他出去 那把剑可以拿得回来 看大人识破了他的诡计 义无指望 卫虎一定把剑给毁掉 免得留在那里返成祸患啊 你说的是 刘天明五中如焚 不知道还能够怎么说好 而且大人明天也不能像展车江戎那样 伪装请的是真的上方宝剑 不然当时便会有麻烦 这又是什么麻烦 卫虎当场会叫破那是假的上方宝剑 卫虎这个时候不出声 是还留着活命的希望 叫穿了替自己找麻烦 没有那样的傻人 等到真的榜上法场了 无所顾兴 如何不找大人的麻烦啊 好 好 刘天明脸色发青 样子十分可怕 只觉得胸头一团怒火在烧 恨不得当时就把卫虎提出肩来 叫他自己尝尝他那个一品一的味道 但是 转念之间 他又自责了 四十年读书养气 可以还有这样不仁的念头 卫虎虽然是可恶可憎 死有余辜 但要拿国法来制裁他 自己是执法的人应当遭遇任何恒逆 都不失寸心之平 否则 愤怒冲动 必至乖章处理 就像今天在堂上打死了王狗子那样 事后再追悔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了 于是 刘天明的脸色又恢复了平静 而心智同时也恢复了清明 把事件的经过重新细想了一遍 发觉还有一条线索可以着手去追究 何行 你的话说得很有道理 现在 我们来推敲一下 照刘天明的想法 卫虎自己说能够找回剑来赎罪 那是在车江戎被斩以后 他人在狱中怎么可能去毁剑 如果有这样的事一定得假守于人 能把这个人找出来 剑的下落就可以自剑分晓了 何清听他这么说就说了 大人说得极是 就是怕王狗子替他经办的事 这又提醒了刘天明 细想一想 何清的猜测极有可能 说不定卫虎指使的就是王狗子 因此卫虎使臣大马子灭王狗子的口 一半就是因为他晓得上方保健秘密的缘故 这个时候何清又出声了 不过大人请放心 我倒是有一条记在这 大人看看使得使不得 说出来商量 我想 只有走回头路 趁他们今天递话来 我正好装作帮他们的忙 请大人停审三天 我到监狱里去跟卫虎谈一谈 怎么个谈话 就说大人愿意放他出去 如果能够找回剑来后 全当赎罪 等他把剑找了出来 仍依然的治他的罪 这个有何不可 不妨试试啊大人 使不得 使不得 这不是我做的事 那 刚说了一个字 只见到老家人来报 林鼎和李状徒复命 刘天明立即言见 林李两个人神情困顿狼狈 一见到何清在座 两个人看来看去都不敢开口 不要紧 我已经把这件事都告诉何清他了 他还有些见解 先听你们说了再说 于是 林鼎和李状徒两个人 报告到卫家搜查的经过 话很长但也很短 短到一句话就能说完 搜遍卫家各处 并没有搜到上方宝剑 严金 建合 只怕渺茫得狠了 何清 你把你的看法 说给他们俩听听吧 听了何清的话 林鼎和李状徒两个人都很沮丧 反倒是刘天明 经过刚才那一番的自诊自行 已经能够把这个事淡然处置 转而安慰大家 我今夜就要你两道咒书 一道是 误杀王狗子于帐下 自情处分 另一道 奏报失见 自情治罪 大人 林鼎第一个提出反对 事情还不曾绝望不必这么做 是的 大人请开心 事缓则圆 李状徒也在旁边劝说着 何清则更是说到了非常厉害的关键上 大人啊 这一来 刹车江戎用的是假的上方宝剑 就瞒不住人了 这个罪名跟搅躁一样非同不可 大人不能做轻痛愁坏的事啊 最后这句话是打动了刘天明的心 哎 也罢 你们慢慢找 不必操之过急啊 等退了出来 何清悄悄的把林鼎一拉 连李状徒一起 邀到他家里去喝酒 把杯密谈 说了他的计划 问他们的意思怎么样 呃 办法是不错 无奈上头不答应啊 这顾不得了 哎 老何 我看只有瞒着上头去做了 李状徒是比林鼎够大胆了 呃 你看啊 何清坚持要三个人同意才肯进行 林鼎考虑了好一会儿 箭在悬上 不得不发 不过怎么个说法 得要好好的商量一下 魏虎不是轻易能够上当的人啊 呃 我只说是我的意思 我会跟他们说 既然你们要我从中帮忙 总也要帮得上忙才行 你们先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我找机会对刘大人去说 不然我一个书办 人家是寻案 凭什么对他去讨这么大的一个情啊 哎 这话说的对 不过下一步呢 林鼎现在就急了 他追问着 魏虎一定要你担保 你又怎么说法呢 我估计他们一时还不肯说实话 我说的意思是 借此淡一淡口气 如果上方宝剑还在 可以拿来换魏虎的命 他们一定很起劲 否则反正剑也没有了 说过就算了 嗯 这想得深了 第一步先查出来 剑还在不在 果然不在呢 另想办法 不必再钻牛角尖 我还有个想法 果然剑不在了 也不要紧 各位 如果剑不在 也不要紧 那就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发愁的了 因此 林鼎和李状图两个人对和清的这句话 一面不大相信 一面又想相信 因为心情矛盾 反而都说不出话来 只真正的望着了和清的脸 两位不相信是不是 我说个道理 两位老哥就明白了 十六个字 剑毁人亡 真伪莫辩 真字是真 伪也是真 和清这四句话 像妻子一样 把林鼎和李状图说的只是翻眼 但是这两个人的思想都很敏捷 细想一想 也就不难了解了 你是说 如果剑已经毁去 则毁剑的人 必为卫虎和亡狗子 亡狗子已死 卫虎已难逃生 既都不在人世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指正剑的真假 可是这个意思 对 何清回答李状图 只要把假剑冒充真剑 谁可知道其中的底蕴呢 林鼎高兴了 话很不错 不过你自己也跟刘大人提 卫虎毕命的那一刻 一定会叫破真相 那时岂不是大大的一个麻烦 唯一的麻烦就在这里 当然也有办法好想啊 林鼎这个时候举杯 对这个和清相敬 哎呀 还是得要你老哥想 我们兄弟听你的 不敢当 两位老哥这等他来爱 我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就只怕刘大人不肯 你请先说了再谈了 卫虎死有余辜 到时候悄悄下手 在狱里坐了他 报个病死 省得他临死还要害人 这倒也是个办法 李庄图 你看怎么样 只怕刘大人不肯 像卫虎这样的人啊 应该名正典型 这样下手 反倒是太便宜他了 这样吧 到时候再说吧 啊 和清怕他们为难自己就先退一步 反正事情逼到那一步 要伸手就非伸手不可了 真的不行 为了保大人的前程 也就说不得了 他们懂得和清的意思 必要的时候 依然是暗中下手 于是都点点头 算是取得了默契 有件事 两位老哥一定要办到 不然我难说话 你也说 我们弟兄尽力去办 无论如何 要请刘大人先停一停 三天不行 一天也可以 好 说什么 我们也替你去争取庭审一天 这一天 荡夜就争到了 林鼎假托的理由是 连日审问 供词太多 有些还没有整理完 不如暂停审问一天 一面让刑房得一把口供补起来 一面他跟李状图可以趁这个机会 细读供词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这是很合理的一个说法 刘天明立即同意 何清在接到消息以后 当天就到监狱去探视卫虎 他们相见的是在御神庙 卫虎自从何小义为刘天明所泽以后 就没有以前那么舒服了 不过也不至于像其他死刑重犯那样 晚上要盯侠状 手足备禁 中夜不得动弹 只是盯了一副料 睡的是有席子 有铺盖 三餐有肉 晚上有酒 都是他家里送来的 此刻由于何清做主 索性把他的脚料都取了下来 老何 所有熟人来看我 想不到是你 我不能不来 天天想来 何清说着 就向牢头进子 拦了拦嘴 示意回避 卫虎不作声 看桌上有酒 先为自己斟上一杯 才伸手替何清针酒 然后垂着眼 默默地戳上了一口酒 似乎不把何清看在眼里 老魏啊 我是身不由己 你晓得的 你跟暗怨的这个梁子 绕得太深了 我自不量力 想来解一解 怎么个解法 有句话免谈 哪句话 拿剑换命 何清的失望 异于行色 只轻轻地说了一句 那就没有什么好谈了 原来如此 箭又不是我拿的 我怎么交的出来 除非先放我出去 这一层你又办不到 不是我办不到 是暗怨不相信 不相信 我还谈什么 老何 同事一场 我托你一点事 行不行 你说 请你以后少来 说完了 魏虎站起身来 头也不回了就走了 何清没有想到 受他这一番的羞辱 不过他也不认为 毫无所得 魏虎敢出这样的态度 一定是有所事 倒要看看他的花样是什么 第三天恢复审案 审到一半 只见到堂下起了纷扰 听审的百姓 你及我推地闪出一条路 一名衣貌鲜明的太监 带着两名从人 大步地进来 太监们 都是骄横惯了的 但刘天明 却不卖他的账 故意大声地问 擅闯公堂的是谁 一听这话 何清积警 急忙迎了上去 兜头一衣 口中说道 公公请留步 等那个太监站住了脚 他紧接着又问了 公公贵姓 太监的尊称叫公公 何清以礼当先 那个太监好言地回答说 我姓赵 奉南京镇守太监之命 有紧要的公事 即刻要见 暗怨 刘大人 是是 带我通报 于是何清 连忙上前 在刘天明的耳边 轻轻地相劝 说是 这赵太监来意不善 以柔克刚 不方先假以辞色 南京镇守太监 权柄非常的重 刘天明 怕万一是军情大事 不便耽误 所以就点点头说 就请公案 一旁相见 这当然要设一座 等赵太监上前行礼坐下 随即拿出了一封紫花大印的公文 递了过去 刘天明拆开一看 罢出意外 竟是镇守太监要提卫虎 呃 卫虎有暗未节 等结了案 我自然派专人将卫虎送到南京 交与镇守太监 不行 刘大人 镇守太监交代即刻要提 不行 不但此刻不行 十天半个月 怕也还不行 这卫虎 是亲命交代镇守太监提问 刘大人 你莫非想抗旨 这顶帽子太大了 刘天明有着照不住 正在为难的时候 何清踏上来插了句嘴 大人 小人有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说 这句话提醒了刘天明 知道他此来 必是替自己解围 心头顿感轻松 你说 镇守公公要提卫虎自然不能不依 但是卫虎在肃天犯下几十件大案 您看 告他的状子有这么多 一件都还不曾了结 既然 镇守公公要提人 不妨连状子一起移了过去 大人只需写一道咒书 专差递进京去 岂不就尽了自己的责任了 对呀 这个刘天明啊 高兴极了 于是连忙也就指着一堆状子 向赵太监说了 你要人可以 我已经说过 卫虎又不是我的冤家 他的死活存亡 一概与我无关 不过 我奉旨寻案 待天寻方 老百姓告到我这里 就等于报告到皇上那里一样 我不能不有个交代 来来 你连人带状子一起收去了 也省得我多少精神 哎哎哎 刘大人 刘大人 话不是这么说 你如果一定要留下卫虎 也好商量 哎呃 似乎不必商量了 啊 呃 其中有两件案子 也真非镇守才能办得了 何清 你把卫虎勾结江阳大盗的两件案子找出来啊 不必不必 哎 不必给我看 有这些案子就让卫虎留下好了 我告辞了啊 说着太监伸手就来取镇守太监的那件公文 慢来 刘天明看出了破绽 一手按住了公文 这是给我的公事 何清 收文挂号 摘油成月 扎 何清手快 一抽就把公文抽到了手上 各位 事情将会怎样的发展下去呢 请大家到时再按时收听 由龙志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龙志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位姓赵的太监 到公堂上提取犯人 卫虎不成功 临走的时候 想拿走他带去的镇守太监发出的公文 但是 被刘天明看出破绽阻止 而肃牵线刑防负责人之一的何清 更是眼疾手快 把公文在这儿呢 把公文先抢到了手 那一个赵太监啊 神气越发的尴尬 竟然有些手足无措事 何清明白 这道公文多半是出于伪造 镇守太监也不见得有派他来提卫虎的命令 只守遮天 胆大妄为 若是闹出了事来了 这个姓赵的吃不了 还兜着走呢 但是 这又何必呢 太监十有八九是小人 逼急了会像毒蛇疯狗般的反噬 得饶人处且饶人 因而 何清向刘天明使了个眼色 然后躬身地说 大人 或者赵公公得了镇守公公的指示 如果不能把人提回去 便无需投文 公事是否可让赵公公抽回 请大人思量 也罢 刘天明 刘天明 凯然挥一挥手 你就抽了回去 只是下次再莫为镇守找这些麻烦 却记 不然公事公办 我要当儿跟镇守去谈谈 这是很明显地指出赵太监伪造文书 赵太监得到了台阶下台 于是诺诺连声地答应 刘大人 刘大人说的是 接着还请了个安 道谢 就这样前聚后宫的 赵太监搞了个灰头土脸 黯然而去 哈哈哈哈 刘天明觉得这个十分痛快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何清却不敢像刘天明那样的乐观 干他这行的全靠机制 时时刻刻防着人做坏事 而像赵太监这样的人更要当心 这个时候 何清心念一动 来不及跟刘天明细说 告个罪就匆匆地退出 追着赵太监的影 先高声地喊一声赵公公 愤怒不息的赵太监 正在暗暗地咬牙 盘算着如何才能翻今天的这个本 听得这一喊 回头见是何清心里就越发地恼怒 因为刚才受的那场戏 都是由何清身上而来的 心想一时拿刘天明无可奈何 一个小小的书办 如果也应付不上 那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于是他站住脚 板着铁青的脸 斜着眼睛看何清冷冷地问 你是叫我 是 何清公公静静地先请个安 陪笑着说 有句话想请问公公 你配跟我说话 赵太监跺一跺脚 掉头就走 何清没有想到 他竟这样的当面开销 愣了一下 赶紧就追了上去 这一下子是抓住了他的衣服 喊赵公公赵公公 放手 赵太监大声地吃喝 你要干什么你 想问请问赵公公住在哪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 赵太监把手指指到何清的脸上 你也来干涉我的行动 混账 你是什么东西 赵太监越骂越生气 把在刘天明那里招来得不快 都发泄在何清的身上 顿足咆哮唾沫横飞 见得何清一脸的口水 这个时候 就看出何清的修养功夫来了 尽管已经有好些人围了过来看热闹 他依然不动声色 一面举起衣袖擦一擦脸上的唾沫心子 一面劝解释的说 赵公公不必动气 有话好说 太监大多数是越服就越装罪的脾气 而且有些人来风 一见人多格外大发慈微 谁要跟你说话 啪 赵太监使劲一掌 打开了何清的手 你不配 你不撒泡尿 照照你自己 好大的胆子 这一下子 旁观的人反而不平了 不过有人敢怒不敢言 有人却要拔刀相助 这个人就是杨大壮 你何必发那么大的脾气 管你什么事 要你多嘴 天下人管天下事 我看不惯 看不惯替我滚远些 杨大壮看他不可理喻 一时忍不住 出手就是一拳 这一拳 如果打着了这个赵太监 事情就闹大了 幸亏何清早有防备 等杨大壮拳头刚伸出来 他用手一拖 把杨大壮的拳头拖得偏了过去 反了反了 赵太监气的脸上一阵轻一阵红 你竟敢动手打人 你晓得你打的是什么人啊你 谁晓得你是什么人啊你不讲理我就打你敢 赵太监 赵太监停了一下 突然一堕足 好 这件事不能算完 且等回南京再说 杨大壮还要动手 挟刺李冲过来两个人拉着他就要走 这两个人啊 原来是林鼎和李状图 赵公公 何清有些懊悔 觉得自己没有处置好 无端又生了纠纷 所以态度上越发千功了 请个安就说 你老人家息怒 我原是请问赵公公在何处住宿 好陪了回去 总怪我言语不清楚 才惹出这场是非 千万看小的面上 不要计较啊 赵太监 只为态度太横 惹出老大的霉去 前车之师 见在眼前 他也不敢对何清再乱发脾气 但也不便前聚后宫 只是一叠连声 幸幸然说 好好 不必你费心 我哪里也不住 这会儿 就上车回南京 果真如此就太好了 何清就是怕卫虎 听说赵太监 所谋不成 可能会将上方宝剑 托他带出诉签 因而 要问赵太监的住处 好做监视 既然马上要走 那就省事多了 那么请问赵公公 可是顾着来回车子 行李置在何处 您请告诉小的 好安排赵公公动身 不消费心 我倒问你 刚才那个混账小子 姓什么 是干什么的 账谁的事这么横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像这样的混小子 哪都有 赵公公何必跟他一般的见识 打量着何清 绝不肯说 赵太监自另有盘算 便不追问 气羞羞地转身就走 这个时候何清 又不方便再跟过去 他定神想了想 也急急地回头 去找林鼎和李状徒商量去 他们两个人正在埋怨 杨大壮鲁莽 一见了何清 就先为他们引荐 何清因为他是为自己而不平 就先向杨大壮道了个谢 然后就说 对不起啊 我跟他们两位说句话 马上再过来奉陪 杨大壮这个人很见机 料之有机密的公事要谈 就站起身来告辞 何清倒是很喜欢他 殷切地跟他约了后会 方才让他离开 何清这个时候就对林鼎和李状徒 两个人低声地说 哎呀 姓赵的要走了 说不定那把剑就由他夹带了出去 怎么得想个法子 趁这个机会把他截了下来 李状徒惊讶地说 对我们得马上动手 哎呀别忙别忙 林鼎拉住了李状徒的衣服 先听听老何说 先要这么假定 剑是在卫护的家里 预备让姓赵的私下带出诉签 这个假定又有两个假定 一个是带了出去 一个是因为别的缘故 比如赵太剑谨慎怕事 或者看有人跟他为难 不敢造次鲁莽 总之啊 剑如果要出现 像今天这种情形 就是出现的时候了 我也有这个感觉 如果不让姓赵的带出去 容易得狠 马上到卫家四周 安上几个名窗 陈大麻子他们一看见这个样子 自然害怕 哪怕剑是已经交给了姓赵的 也会重新地要回来 哎 对了 我也这么想 剑虽然要了回来 一时怕还来不及藏好 迅雷不及掩耳的 就趁这个时候去搜一搜 李壮图听了就说 那就走吧 越快越好 一步迟不得 好 你们去吧 为求万无一失 我另外派人跟了姓赵的走 到底看看剑是走漏了没有 于是林鼎和李壮图到刘天明那里去 请了令箭 赶到卫家 正好遇见赵太监从那里动身 细查他的行李 只有一只箱子 一个铺盖 以长度来说嘛 都不像藏的下一把上方宝剑 至于是不是另有意想不到的藏匿之处 一时无法判断 只好丢下不管了 且顾眼前 仍旧是用搜罪证的借口 进入卫家仔细的搜索 可是这一搜 仍旧是没有什么收获 那就只有期望 何清派去跟踪赵太监的人 能够查出个究竟 然而 他们也是都失望了 跟踪的人回来报告 没有任何的迹象 可以看出赵太监随身带着一把宝剑 上方宝剑到哪里去了呢 是不是还在人间 躺货真的找不回来怎么办 这一连串的疑问 把林鼎 李状图和和清困扰得食不甘位 夜不安枕了 事情很巧 也可以说是很不巧 就在赵世龙到京城的那一天 刘锦被捕了 刘锦是陕西星平人 本姓谭 谭话的谭 年轻的时候 自己割掉了那画 投身在一个姓刘的太监名下 入官当差 因而改姓为刘 那时是正德皇帝的祖父 宪宗成化年间 宪宗驾崩 传位给孝宗 这是位好皇帝 可惜寿命不长 做了十八年皇帝 只活到三十六岁 太子即位改元正德 那时只有十五岁 十五岁的正德皇帝 人是很聪明 可惜同心特重 是天字第一号的顽固子弟 陪着他玩的有八个太监 名叫马永成 高凤 罗祥 魏斌 秋聚 古大用 张勇 还有一个就是刘瑾 刘瑾的执司 是专管明中壮谷的中古司太监 地位非常低 但是因为得到皇帝的宠信 权势就渐渐的大了 外边把这八名太监 叫做八虎 八虎每日陪着皇帝 不是条鹰走马 踢球绝利 就是清歌妙舞 讲求声色 少年皇帝不着急念书 这样荒唐下去 必成昏君 因此 朝中大臣对八虎大为不满 于是六部九卿 联名上了一道奏章 细数八虎的罪恶 奏请皇帝 附送法司 以萧霍蒙 小皇帝对这八个人已经有了感情 想到他们送法司至罪 或则杀头 或则充军 于心不忍 而且没有这八个人陪他玩 他也不知道那种寂寞的日子如何打发 越想越害怕 竟至于吃不下饭 当然 八虎害怕得更厉害 但是苦无对策 陈霞们又天天催情处置他们 皇帝无奈 只得派遣地位最高 可以代替皇帝处理政务的司礼监王岳 李荣 范亨 徐志等人 到内阁跟大学士会议上奏 会议的结果是 请赵元义办理 也就是将八虎送去法司至罪 皇帝问到司礼监王岳 王岳这个人 肃性刚直 一向讨厌八虎 引诱皇帝不务正业 所以支持内阁的决议 到了第二天 忽然传旨 赵诸大臣入宫 这就表示 内阁的附奏不曾批准 因为明朝的皇帝都是不大 宣达旨意 有旨 朱大臣 爱君爱国 所言甚是 不过此八人 自皇帝在东宫 就已经事后起居 不忍及置之于法 希望大家不要逼得太紧 稍缓时日 皇帝自会加以处置的 群臣相顾无言 只有一个忠心耿耿的老臣 户部尚书韩文说话 若今海内民穷到起 天灾日增 这班小人 还引导皇帝 游艳武庆 衰废国阵 我们申列朝班 实在不能不说啊 是的 李荣把手里的奏书 扬了一扬 朱公的话说得很恳切 皇上不是不明白 只不过希望大家缓一缓 让皇上办他的罪而已 那么 万一皇上不办又如何啊 说话的是 立部侍郎王谋 这在我 我是私里间 对大家的奏章 当然会有交代 李荣指着自己的景象说了 我脖子上又不曾裹着铁 不怕砍脑袋 感悟国事 这一下就非办不可了 八虎大起恐慌 自己请求安置南京 这是贬斥的表示 而隔一不许 私里间王岳 范亨 徐志等人也站在内阁这方面 因此皇帝不能不一 就等第二天一早 就要降旨 将这八个人逮捕下狱 谁知道就在这个夜里 事情起了大的变化 有个立部尚书 名字叫做焦芳 这个人是个无耻小人 他跟刘瑾交好 连夜跑去告密 于是刘瑾约集了他的同党 深夜进入寝宫 跪在玉榻的前面 一起放声大哭 这一哭就把皇帝的心给哭软了 刘瑾约看到皇帝的脸色 这才说话 害奴才们的是王岳 王岳是宫里的人 反而跟外朝的内阁勾结 他要把奴才们八个人赶走 才好限制皇上的出入 再说调英走马 与国事何损啊 如果司礼兼得利 外朝官又怎么敢这样子跋扈 一定要逼着皇上听他们的话 皇帝原本就觉得 臣下逼得太厉害了 一点面子都不讲 心里觉得异常的委屈 这个时候 听了刘瑾的挑拨 勃然大怒 当时就命令刘瑾掌司礼监 司礼监的头脑 高永城提督东厂 古大用提督西厂 掌管皇帝私人的爪牙 这些爪牙也随即奉了刘瑾的命令 逮捕王岳 范亨 徐志 发配到南京太祖陵寝 服打扫的劳役 到第二天摆官入朝 才知道一夜功夫 整个局面都翻了过来 内阁大学士 必须同私理间合作 才能处理大政 既然留紧掌权 原来的大学士 都知道干不了了 纷纷辞官 皇帝听了刘瑾的话 只留下了一个比较知趣的李东阳 另外 燕党交方内阁败相 交方得意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派人追上王岳范亨 取了他们的命 徐志则被痛咒一顿 打断了一条手臂 刘瑾一掌了拳 郑仁君子大遭其殃 凡是阎官尚书 归贱国事的 不是被杀 就是下狱 有个兵部主是浙江渝瑶人 名叫王守仁的 学者称为杨明先生 因为尚书就一个姓戴的阎官 惹恼了刘瑾 假传圣旨 仗则武时 打得死去活来 同时也降了官 调为贵州龙场驿驿城 那是个有趣无环的蛮杖之地 但是刘瑾还觉得不能解恨 拍了东场的藩子跟踪 准备在路上找个方便之处 下手杀了王守仁 各位 故事将如何发展呢 请大家下一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龙智维播讲 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铁面玉石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刘瑾他们拔个号称巴虎的太监 得到正德皇帝的宠信 掌握了大权 他们追杀反对他们的忠良大臣 包括著名的学者王守仁 也就是杨明先生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也正就是赵士龙刚到京师的时候 第一步是要去见一个叫做张文勉的人 这个人 这个人是南直立最富庶的松江地方人 本来是个士快 因为犯了法 被南京兵部尚书和剑抓住了要杀他 是卫虎帮了他的忙 找人埋伏在起戒途中 半夜里偷偷的把他放了出来 逃逆无踪 一连好几年没有消息 忽然有一天 卫虎家里来了两名仙衣怒玛的漂亮客人 看样子是生意人 但是神气之间颇有官派 一见卫虎就送上八色土仪 一封书信 信就是张文勉写来的 几年不见 他已经大为得意 投身在刘公公的门下 掌理文书不忘旧情 特地遣人致意 卫虎要走刘锦的门路 就因为有张文勉 这么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在那儿 赵世龙 人虽然能干 但京城里是第一次来 看见天子脚下 人烟稠密 乌雨壮丽 有些自残行贿 等到在旅店住了下来 找到了掌柜上 窃窃地就问他 刘公公府里 有位掌理文书的张先生 不知道住在哪儿啊 凡是太监都称公公 公里的太监 光是有面子的 就上千也不止 所以掌柜就问他了 哪位刘公公啊 是哪一司哪一局 还是哪座公里的 是提督东厂的刘公公 掌柜就答到了 哦 刘公公 现在又不是提督东厂了 是提督内厂 这位刘公公的府地啊 嘿呀 塞过王府 掌理文书的不知多少 张又是个大姓 客官啊 你光说张先生 只怕不容易打听啊 是这位张先生 赵士龙把信拿了出来看 是这位张先生啊 嘿呀 客官啊 你早把信拿出来 早就弄明白了 何必废话啊 是是是是 是我不好 不是这话 我不敢责备客官 不过就是论事 嘿嘿 好了 闲话少说 你要问的这位张先生 是刘公公手下的第一红人 住在西城山 住在西城山石庸坊 里隔老胡同 我派店小二领了你去就是了 好急好急好急 谢谢谢谢 好 于是赵士龙穿着体面的衣冠 带了宫 带了礼物 只是一楼的这个笋肝 可是啊 底下藏着的却是二百两斤叶子啊 跟了小二 直往里阁老胡同而去 一进胡同 就看见有锦衣卫 提着皮鞭 往来的巡逻 殿小二 立刻就站住脚说 哎哎 客官 回去吧 回去吧 今天见不着了 怎么了 一定是刘公公在张老爷那儿 皇上把圣旨交给刘公公写稿 刘公公交给张老爷写稿 此刻是正在忙着了 赵士龙一听这话 又是忧愁又是喜 愁的是 照此光景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见得着张文勉 喜的是张文勉有这么大的势力 一定可以救下了这个卫虎了 只要卫虎无事 连张华山在内一起都可以免货 不但免货 有这样一座靠山 以后升官发财 真正是前程无量了 眼前没有办法 唯有明天再来 第二天来了 门上的看他小小一鸣巡捡 连理都不理他 赵士龙悲言豪语 总算搭上了话 但是依旧是没有用 门上的只说了一句 今天没有 明天再来 第二天再去铺了个空 第三天叫他厚一厚 第四天 第五天 每天都有话说 总而言之 要见张文勉一面 嗨 比上天还难 赵士龙是有些气馁了 自然更多的是着急 照着样子 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把意思达得到刘锦那儿 说不定事情就算能办成功也没有用 因为夜长梦多 到那个时候 卫虎已经人头落地了 看到赵士龙 日日愁眉不展的样子 掌柜的忍不住来探望安慰 赵士龙略略地说了缘由 提到见不着张文勉的事 掌柜地就问他 客官 你门包送了没有啊 门包当然送了 送了多少啊 十两银子 门上也收下来了 哎呀 客官 收归收 办事管办事 十两银子是太少了点 至多够说一句多一点的话 啊 赵士龙听了大为诧异 什么 十两银子说一句多话 对啊 张家门口的行情是 十两银子至多说句把话 要想名字登记在门簿上 至少得五十两 呃 这登门簿没有用的 张先生不知道我的名字 于是那个掌柜 又向这个赵士龙指点了一番 哎呀 多称指点 多称指点 真是毛色顿开 我就照你的办法去做 赵士龙说的倒是真话 经此一点开了窍 当时被盘算得妥妥贴贴 到第二天一早 赶到张家 门上的看见他已经讨厌了 自然没有好脸色给他看 赵士龙赶紧从袖子里摸出一个沉甸甸的门包 送了上去 大爷 一点儿小意思 送大爷买双鞋穿 这是很识趣的做法 门上的脸色不同 同时也知道 他已经经过高人指点 必然已经知道了这里的规矩 倒不便乱收 怕红包的树木与他的请托不符 收了下去 便费唇舌 因此先问了一句 你有什么事 先说与我听听 我有点小小的礼金 想请大爷递一递进去 接着赵士龙就把红包放在桌上 五十两银子 小意思 门上的把红包垫一垫 多少分量一到手里就有数 五十两不错 可以 这一下子 这个门上的说话也很爽快了 你把东西放下 等到晚上 我连门部一起替你送上去 于是赵士龙就亲自在门部上登记 写了数千位虎的字样 又把住处住上了 然后把那一楼的封得非常严密的损肝留下 又说了许多好话才回旅店去 客官 办妥了 办妥了 若非你告诉我 我撞一辈子也没用啊 客官安心等着好了 只要你那会友跟张老爷真有交情 一定有回信 回信一到我就来通知你吧 好好好 拜托了 赵士龙心想 回信最快也得第二天的早晨 自从到了京城以来 心里没有一刻轻松过 所以哪里也不曾去得 此刻不妨忙里偷闲去观光观光 于是他一个人换了一身便衣 揣上几两碎银子 心不咸行 直逛到晚上才回店 一进门 就看见掌柜的如获至宝般的抢上来 拉住了他 哎呀 赵老爷 赵老爷 你真正叫我好找啊 你到哪去了你 啊 什么 赵士龙看掌柜的神器如此急促 心里是有些发慌了 掌柜 出了什么事啊 喜事 哎呀 掌老爷那儿派人来找会友 我告诉他为老爷不曾来 来的是赵老爷 门簿上登的名字就是赵老爷写的 来的人就说不管姓魏姓赵福里有请 哎呀 哎呀 这这这这我就误了大事了 哎 耽误是耽误了啊 不过不要紧 来人留下话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去 天色还不算晚 你就快去吧啊 掌柜的倒是很热心 推着赵士龙说 哎 快快快快去换衣服 我陪了你去 回到屋里 掌柜的帮着他加官束带 七手八脚的穿戴整齐 雇了一辆罗车 匆匆赶到李格老胡同去 下了车一进门 门上的颜色又不同了 啊 赵老爷 你可来了 我们老爷问过好几遍了 来来来 有明帖给一张 我马上替你去回复 来得匆忙 不曾带明帖 不过这也不碍事 门上的把他的名字写在纸上 转身走了进去 不多一刻又走出来告诉赵士龙说 啊 我家老爷正有件公事在手 教先生请进去坐一坐 于是把客店掌柜留在门房里 门上的将赵士龙领了进去 曲曲折折 不知经过几座厅堂 几道回廊 最后引入一座小院落 里面花木浮书 庭院极大 向西一排荆舍 垂着香莲 廊上的八盏桥样弓灯都已经点了起来 艳艳光韵中照出门楣上一块绿地金字的小匾鹅 上面提着婉晴轩三个字 一只绿嘴鹦鹉娇声嗲气的喊道 刀康打莲子 赵士龙平生第一次进入这样的豪门 目眩五色心里又惊又喜 一个不当心划了一大跤 架上的鹦鹉便嘎嘎嘎嘎嘎的笑了起来了 这个时候里面走出来一个丫头 畜生就这样骂了一句 然后打起了帘子请客人 这个时候的赵士龙已经由门上扶了起来 替他擦擦衣服上的灰尘 带点调侃意味的笑着 这二老爷这双靴子啊 想是刚上脚所以走不大稳当 是啊 是十五王府前刚买的 说着 那门上跟那名叫做惠香的丫头 办的遗交 赵士龙跟着走进屋里 只闻得一阵阵四树四摄的异香 细细看去才发现屋角茶几上有支宣德炉 一缕极细的极细的烟 似有若无不知烧着什么名香 那香味啊是在厉害 光是这一点 就使赵士龙经意不尽 不过太监门下的一名宾客 既非名氏也没有功名 而起居排场 就像王侯 那么刘锦府里的更不知道是如何的神仙宫阙 请用茶 等了一杯银托盖碗茶 放在香罗店的紫檀茶几上 多谢 多谢 赵士龙不敢怠慢 欠身回答 请用茶点 慧香又说 然后揭开了桌上的一个硕大无棚的七雕果盒 里面分作八格 八样干果蜜饯 多谢 多谢 赵老爷从南直立来 慧香一面抓一把糖莲子放在他的面前 一面又问他 是从南直立宿签来 那个慧香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又像丫头 又像主人 陪着赵士龙很应酬了一会儿 听得有脚步声才说了一句 我家老爷来了 赵士龙赶紧站了起来 只听得脚步声却不知道声音在何处 慌张的四面看着 看到一面西洋大镜子 煞是作怪 忽然一动啊 嗨 原来是一扇门 门里走出来的自然是张文勉了 看他不过是三十出头的年纪 极瘦削的一张脸 白得发青 指那双眼睛特别厉害 仿佛视线到处 便能够看透人家的肺腑似的 赵士龙一接触他的眼光 不由的就双膝一软跪了下去 赵士龙 听起来听起来 张文勉很客气的说 同时还依了一依 彼此落座 赵士龙就说了 啊 晚生得以夜见张先生 真是荣宠 好说 张文勉自然没有功夫跟他应酬 开门见山的就说了 那篓子里的东西和信 我都看见了 魏大哥是怎么回事 是 赵士龙想了想才说 暗怨刘大人为了一件案子 跟他作对 现在下在狱里 靠料贯签 把他当成死刑重求办 总要请张先生恩出格外 怎么想办法救他一救才好 当然 我跟魏大哥的交情 总得救他 不过 南直立寻案刘天明 却不好对付 他曾蒙先皇遇刺上方宝剑 所以当今皇上对他也另眼相看 跟张先生回话 刘大人的那把上方宝剑丢了 哦 是怎么回事 赵士龙当然不便说明内幕 就只好这样说了 也不知道怎么丢的 反正上方宝剑已经不在刘大人的手里 那是千真万确的事 张文勉想了好一会儿 魏大哥的事 我无论如何要帮忙 明天刘公公也不得闲 等过了明天 我跟刘公公说了 马上就有办法 你先回去 听我的招呼 是 赵士龙很知趣 马上就起身了 有点孝敬刘公公的东西 我明天一早送过来 摆着 这是我的事 慢慢再说 这张文勉看样子 不但替魏虎办事 而且还不要钱 魏虎总算交着这个朋友 赵士龙这样想着 满心的欢悦 就回到客店去等消息 这个时候 皇宫里 刺宴到深夜 皇帝的酒性魏蓝 刘瑾却不行了 他的酒量不好 而张勇 却借着注节为名 拼命地劝他 不能不喝 就这样地 把他灌得八分罪 加以精神不济 以致眷眼迷离 竟然有些 东倒西歪的样子了 老伴 这是皇帝 对刘瑾的特别称呼 老伴 老伴 你不行了 回去挺师吧 刘瑾 刘瑾巴不得这一声 马上拂身倒地 先磕了个头 老奴告退 刘瑾一走 皇帝吩咐重新洗杯 撤下残谣 令白酒果 要跟张勇 做长夜之谈 听他戏谈宁夏的事 万岁 张勇这个时候 突然神色一变 变得万分严重的样子 脸上的表情 好像是受了 极大的惊吓似的 怎么了 老奴有秘书 张勇将一封 你好的奏书 跪着成与皇帝看 谁耐烦看这个了 念给我听听 什么事 宁夏之变 是刘瑾激起的 他有一通伪造的席文 数的都是别人的错 我不知道这回事啊 自然 刘瑾激想要谋反 岂会让万岁也知道 皇帝不说话了 眨着眼睛喝酒 可是这对于他有什么好处 皇帝在问 是 正因为于他没有好处 而感到很不安 怕万岁也知道了 要杀其族啊 这是说刘瑾激要谋反 皇帝开始笑了起来 算了 喝酒吧 万岁也 满一步 老奴不能再见万岁也了 哎 刘瑾激到底要做什么呀 取天下 张勇用低沉的声音说 孙何 这个人秘密的制造衣甲公弩送给刘瑾 刘瑾激将之藏在家里 如果不是取天下 何以如此啊 皇帝的神色开始有些不同了 很沉重的想了一会儿 反正现在也是他在治理天下 到那时候就不同了 刘瑾娶了天下 治万岁也于何地啊 对呀 皇帝这个时候才为之一惊 但是 但是又不肯相信 然而张勇收集的罪状其权 看来是真有其事 终于 皇帝就换这个教尉 领进兵 吩咐张勇指挥进兵 连夜到刘瑾的家去搜钞 而且命令教尉 逮捕刘瑾等候审讯 各位 刘瑾的下场将会是怎样的呢 请各位到时再按时收听 由龙志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转发 龙智维波奖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张勇奉正德皇帝的命令 指挥进军连夜的 去搜查太监刘瑾的家 这是中秋 本应该是极为热闹的凉宵 但是由于刘瑾下令宵禁 所以长街寄寄明月孤原 现在突然的出现了杂踏的马蹄声 也格外的引人注意了 居民多在门缝中向外窥望 怕的是传说了多少天的消息 刘瑾将在他哥哥下葬的那一天 起事谋反会真的发生 那时是三更天 刘瑾已经上床熟睡 不过他那奢嚎非凡的府地 却是整夜都不闭门的 进冰一到 门关出来一望 大啦啦的问 各位深夜到此何事 搞了刘公公的好梦可不是好玩的 那个带兵的教尉一听 大怒 起手一掌 把门关推开 高声的说 我奉旨宣召刘瑾 你什么东西敢来拦我 说完了 将手一挥 进兵一涌而入 刘瑾住在后院花园的一座格子中 那教尉是早就把出入途径打听好的 当时转弯末角 一阵风式地卷到了后花园 甲山上果然有座飞檐结阁 走马回廊上 悬着二十四盏西样宫灯 灯月灰映 景致非常的轻利 然而 杀风景的进兵 却顾不得那许多四面八方 上了假山 先包围了格子再说 里面的人自然也听到了 门一开 出来一个绝色女子 发现四面进兵如临大敌 不免讶异 但是并不惊慌 他说 怎么得许多兵再次啊 喂 那个教尉排众上前大声说话 刘太监可住在这里 刘太监是你教得的吗 真正好大的胆 无法无天 教尉又发一场怒气 伸出毛三三的大手 就像一掌撇了过去 只是 莲香西域的心 人人皆有 那只手已经伸了出来 却又垂了下去 我不打你 你是刘太监的什么人 你问他做什么 那个女子 颜色虽然娇艳 但是说起话来的语气 却生硬得很 问都问不得一句 啊 那个教尉 气他不过 有意侮辱他两句 你必定是刘太监的小老婆 嫁了他守活寡 那滋味是好受的吗 放屁 放你娘的臭狗屁 那女子竟然破口大骂 记者棒的一声 格子的门关上了 这下子 把刘锦给惊醒了 在枕上就问了 干什么呀 刘锦虽然是太监 一般也有交窃美币 而且每夜都有两名妾室当夜 把他夹在中间 夏天替他打扇子 冬天替他暖脚 也不知是听了哪个江湖方式的话 说一娶少女的精气 可以延年益寿 所以陪睡的都是十六七岁的厨女 这个时候已经听到外面的争吵 心里不免害怕 听刘锦问道 就有一个少女却声声地说 好像来了许多兵啊 来了许多兵 刘锦大为诧异 一翻身坐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听得泪门如鼓 接着是碰碰两声 教委领着进兵破门直入 把灯笼高高地举了起来 当夜的两名少女 又惊又羞 一溜烟似的逃到了后房 刘锦看着样子情之不妙 把进兵擅闯私事而引起的一腔怒火 勉强地按捺着 他问 你们是奉旨来召我 对了 皇上立等 你快点 皇上在哪里啊 再报房 刘锦不作声 一面穿衣服 一面寻私 进兵归张勇指挥 这自然是他在皇帝的前面 进了什么谗言 才有这样毫不留情的举动 只不知道 见了皇帝以后又怎么样 他在想 皇帝最重情 不至于会令人难堪 即使听了张勇的谈言 充其量交付法司问罪 而三法司 就是刑部 督察院 大理寺的长官 都是可以讲得通情面的人 量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 他没想到 他根本没有见到皇帝 就被关在皇帝私人执法机构之一的东厂 而且 京内京外的住宅 也就在这一天夜里 由张勇派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 分别查封了 黎明早朝 有许多官员 已经隐约的得到消息 窃窃思议 却是不相信这事的居多 因为四年多以来 每次多少人抨击留紧 结果谁想动他 谁倒霉 而且事先也毫无失宠的丝毫争相 为何一夜之间竟然发生巨变呢 这个遗团 等到大学士李东阳和阳延和奉赵入宫 便揭破了皇帝把张勇的奏书发了下来 其中 告发刘瑾十七款大罪 皇帝同时降旨 刘瑾将为奉玉 折居奉阳 奉玉 也是太监中的高级职位 只不过是闲散人员而已 被监禁在东厂的刘瑾 立即就得到了消息 想想 这虽是一个打击 但仍不失为一个大富翁 所以他也就甘心认命了 然而 这不过是皇帝的初步处置 这个二十一岁的皇帝啊 具有一切顽固的性格 其中一项就是好奇 他急于要弄明白 刘瑾究竟有没有谋反之心 因此亲自带着锦衣卫官员去抄刘瑾的家 要亲眼看清楚刘瑾家中有没有叛逆的迹象 刘瑾的私财 等搜到一方欲洗 等搜到一方欲洗 事态就严重了 再仔细搜索 有五百面任何人可以凭着入宫的穿公牌和三千副盔甲 更是他准备派遣武士入宫的证据 最后搜到一把冬天所用 用貂皮装饰的团扇 抽出扇饼 里面竟然是雪亮的一把利刃 皇帝一见 马上变了脸色 原来自己亲信无比的太监 竟存着行刺的心 这忘恩负义的奴才果然有反心 皇帝到了这个时候 才有了杀刘瑾的心 于是刘瑾游东厂 移赴锦衣卫监狱 六科己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 公书上奏 弹劾刘瑾三十余条大罪 皇帝下旨 派三法司会同国弃大臣 在五门审问刘瑾 提审的那天 看热闹的人无数 但是刘瑾把心一横 只当作没看见 进了五门 抬头望见几世中的首脑 都几世中李献 他轻蔑地笑着 李献 你也来审我 李献被他问得面红耳赤 因为他出于刘瑾的门下 于是主审的刑部尚书刘瑾 也不敢出声了 因为他也受过刘瑾的好处 一见到这个情形 刘瑾是越发的大言不惭 满朝公卿都出我门下 哪个敢来问我 哪个有资格来问我 果然 一个个大臣尽若寒蝉 这一下子 弄火了一个驸马都尉 名叫做蔡震 上英宗的第三女纯安公主 算来是正德皇帝的祖姑丈 在皇亲中 航背甚高 为人以尊锦著称 看大家都不敢讲话 他就非说话不可了 我是国戚 总不见得也出于你的门下 难道我也不能问你 刘瑾没有发掘驸马在 这下子只好低头无言 替我掌他的嘴 等我问他 于是先打了一顿的嘴巴 刘瑾从来没吃过这种苦头 凶艳顿挫 只是躲避求饶 功情是朝廷所用 怎么说是出于你的门下 请驾驸马问问他们自己就知道了 有的拜我做老师 有的替我磕过头 有靠我的提拔他们方式有今天 那么我再问你 你为什么收藏着三千副盔甲 这是为了急要的时候 可以护卫皇上 倒说得好听啊你 既然是为了护卫皇上 为何是藏在你家里的 说 刘瑾就这句话被问到了 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还多着 但比起谋反大逆 那些罪又不重要了 不论刘瑾承认不承认 都是无关紧要的 把刘瑾依旧关入锦衣卫的监狱 会审群臣正在攻你附奏的稿子的时候 皇帝派了一名太监到内阁传职 不必复职 立即凌迟处死 销售 京城里受到刘瑾所害 家破人亡的不知多少人 听说刘瑾被诸由不解恨 他们预先跟刽子手打商量 都要买刘瑾的肉来吃 这下子刘瑾是越发惨了 灵池俗称是鱼鳞鸽 怎么个鸽法呢 各位 是用一张鱼网困住他的全身 他身体的肌肉都从那个网眼里面鼓了出来 一个网眼 一个网眼的用刀来切割 这样才能把刘瑾的肉多卖几文钱 当然 刘瑾的亲属同党也都被捕了 依罪个别轻重判刑 张文敏是刘瑾的死党 自然论斩 这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把赵世龙经得目瞪口袋 等静下来细想一想 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带来的大把银子 总算只去了一个小树木 如果事情顺利全数送入刘瑾的府里 如今不但入了个空 而且说不定根据刘家的门部 收入捉人 自己还有牢狱之灾 不过 谋干的事情却断了线 魏虎的性命 张化山的前程 自己的身家福祸所观 而一筹莫展 进退为谷 以至极得夜不安枕 通宵长须短叹 那个掌柜的见多识广 这些事经验丰富 同时赵世龙得见张文敏 也是由于他的指点 当然能够了解他的心事 所以特地找了他去安慰劝导 赵老爷 你总算运气 不曾卷入漩涡去 是啊 赵老爷 既然如此 我就不明白 你何以愁眉不展呢 这 说来话长 今天我精神不好 改天再谈吧 赵世龙话虽是这么说 其实改天也不会谈 他的精神不好 是托词 其实是有难言之隐 客店掌柜 遇到了旅客为难的时候 当然不能袖手 他看出赵世龙的心意 觉得不妨追问一下 如果是要密调什么求官的门路 自己还可以替他出个主意 你老不要瞒我 明明是有心事 何妨跟我说说呢 干我们这行的 最懂轻重好歹 你请尽管放心 我绝不会告诉人 赵世龙听了 心里边想 说出来心里总好过些 反正肃谦在江北 天高皇帝远 就告诉了他 也于大事无碍 于是 也就把此来的墓地 说了给掌柜的听 只是逢人只说三番话 当然不会说卫虎如何作恶 只是攻击刘天明 说他作威作福 有意找卫虎的麻烦 哦 我懂了 赵老爷 您原来是想走刘锦的门路 想个什么法子 叫刘巡岸 不能够整姓魏的冤枉 现在一死 门路断了 所以在此发愁 是吧 是啊 回去交代不了 在经里又走投无路 路子是很多 哦 赵老爷 赵老爷 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 从外路来 总不明白经理的情形 大内太监上万 有势力的不晓得多少 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档子事啊 根本就用不着麻烦刘锦 哎 赵世龙把这个掌柜的的话 仔细的变得变味 突然跳起身来兜头一一 哎 你老哥必有路子 无认如何请指点一条啊 赵老爷 你请坐你请坐 我们从长计议 啊 是是 你可晓得啊 八虎 是当今皇上 初级位的那个时候的事 如今得宠的太监 号为三张 三个姓张的 哦 这个我不晓得 请叫请叫请叫 这个三张啊 第一个叫张忠 是御马太监 第二个叫张瑞 是提督东厂 哎 那不是刘锦以前的执司吗 不错 不过提督东厂 权柄不及 司礼监来得大 第三个姓张的 就是司礼监 名叫张雄 这三个人结为一党 在报房当职 无法无天 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这个赵士隆啊 就是要找有势力而肯做坏事的太监 哦 试做些什么样的坏事 倒听听看 那说不尽了 张忠啊 张忠啊 认识了一个大盗 名叫张茂 张茂把没本钱的买卖弄来的金银 送了张忠许多 两个人就此结拜为兄弟 张忠居然敢把张茂带到报房 陪皇上去剃剑子 你想想 他的胆子大不大 赵士隆听了 把舌头一伸 哎呀 从古到今 没有听说过强盗 可以跟皇帝在一块玩 哎呀 真是旷古奇闻啊 哈哈 你说旷古奇闻啊 我再说件空前绝后的笑话给你听 这不是笑话 是荒谬绝伦的译文 凡是太监得势都要提携家人 夸耀相礼 只有张雄虽然当到了私礼间 却是截然一身 什么亲属都没有 因为他是年轻无赖 被他父亲赶出门去的 忽然有一天 张雄的父亲 打听到了儿子 既富且贵 特地到京投奔 张雄 既起了前嫌 拒绝不见 他的同事 自然要为他们父子劝和了 张雄恨恨的说 我都是因为我老子偏心 没有法子 只好投入宫中当差 现在富贵是富贵了 割掉了那话 还有什么乐趣 这件事我想起来就恨 都怪老家伙不好 他不认我做儿子 我也不稀罕有这么个老子 不见不见不见 可是 他的老搭档张忠 劝他了 算了 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来 父子总是父子 张雄说 父子之恩已决 说什么也不行 张忠当时用了激将法 对他说 我就把他接到我家里去 莫非你也不到我家来了 尴尬不尴尬 张雄要他不要多事 果然如此 连交情都到此为止 可是张忠确实不放过 他说 那可是没法的事 树高千丈 落叶归根 有一天你要老子的时候 就在我家里随时来接 张忠这样够朋友 倒叫张雄没法子了 睁睁地望着他不出声 看见张雄的意思 有些活动 张忠又在劝他 算了算了 你今天这样的日子 也都是割掉了那话才有的 用不着怨你老子 卖我个面子 我叫你老子 给你说几句好话 消你的气 好不好 这个时候 那个张雄啊 竟然说 想想着实可恨 不打他一顿屁股 我这口气实在消不下去 掌柜地谈到这里 赵士龙怕是听错了 插嘴就问 你是说张雄要打他老子的屁股 是啊 那么打了没有啊 怎么没打呀 那些大太监 要打个把人的还不容易 真有这样的事啊 张雄可是看着打 自然是看着打 不过是挂了一道帘子 他老子 看不见他而已 哎哟 真正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怪事 只听见过垂帘听政 没有听说过垂帘丈夫啊 妙事还在后头啊 各位 到底后头有些什么妙事呢 请大家在按时收听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智维播讲 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优优优独播剧场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 店掌柜向赵士龙叙说了 当朝最得宠的太监张雄 为了向父亲报复 竟想要打父亲的屁股 赵士龙怕听错了 赶快就插嘴问 你是说这个张雄要打他老子的屁股 是啊 那么打了没有啊 怎么没打呀 那些大太监要打个把人还不容易 真有这样的事啊 张雄可是看着打的 自然是看着 不过挂了一道帘子 他老子看不见他而已 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怪事 只听见过垂帘听证 还没听说过垂帘丈夫 妙事还在后头啊 打过一顿啊 张雄心里气消了 良心发现了 又抱着他老子哭得死去活来 他老子也哭得一塌糊涂 看他们父子当时的情形啊 哪个想得到 儿子刚刚请老子吃过一顿笋羊肉啊 不可解不可解 既有今日 何必当初呢 你老是不大在京 未免少见多怪 我们听了多了 总而言之 男人割掉那话 性情就乖僻暴力 不尽人情了 我有个亲戚 认识三章 不妨替你引荐 不过有句话 我得说在前头 看这个掌柜的神色正重 赵士龙也肃然相对 请吩咐 吩咐两个字绝不敢当 我是替赵老爷介绍 今天晚上 我略备薄酒 做个小冬 我那亲戚是我表弟 名字的名字 名字叫做杨德山 是锦衣卫的父亲户 跟三章都说得上话 有话你自己跟他谈吧 赵士龙真的是高兴极了 重重地拜托了一番 然后一个人坐在屋子里 静静地盘算了好一会儿 觉得还是应该先找掌柜 把事情给说明白了 讨他的主意为妙 掌柜的 我的来意 您是知道的了 跟令亲初次见面 恐怕有些话不便说 我想不如跟你谈 好的 请先说了再做道理 千言并作一句 能想个什么法子 把刘天明整倒 我这里自有一份 极重的谢礼 听说是极重的谢礼 掌柜的就心更热 他也是做惯了这种 拉线的勾当 只是像这样 以寻暗御史为对手 要拿他整倒 姿势体大 不知道杨德三 能不能说动三章 所以显得就有些愁愁 掌柜的 那天我跟张文勉 说了这件事 他表示 只要跟刘锦一回了话 马上就有办法 看来只要肯帮忙 三章的力量是够的 力量是力量 用得上用不上又是一回事 刘天明到底是 戴天寻方的寻暗御史 何况照您说的 还有先斩后奏的上方宝剑 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 上方宝剑这层不必愁 他的宝剑 他的宝剑丢了 听说有人盗走了 他的上方宝剑 他不敢说破 弄了把假的再装幌子 不过谁也不便去查他 那个掌柜啊 真的是足智多谋 听到赵世龙这么一说 立刻有了好法子 事实上 这个好法子 已经到了赵世龙的嘴边 不知道他为何没有想到 一句话的事 说破了很容易 但是不值钱 所以掌柜的先要把谢礼 给弄清楚 赵老爷 您的那份重礼 是怎么个的重法 万把银子恐怕打不倒 赵世龙计算了一下 真一珠宝连金叶 约莫还值一万八千两银子 但是不能实说 需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 以及意外的用度 所以略略的想一下就说了 这份礼总值一万二千银子 这说起来 这个数目也不算少了 不过经理的大太监 眼孔太多 能不能讲得下来 可不敢说 且吧且吧 且等我表弟来了再说 等那个杨德三一到 辟了密室密谈 赵世龙对于整个的案情 自然毫无保留 那杨德三却真是足智多谋 当下说了个办法 跟掌柜的所见略同 而赵世龙却如梦方醒 太暗叫绝 哎呀 准定拜托您了 事情还得快 费心费心费心 这件事做起来不难 难的是力量够不够得多 够得多 拿玉玺来盖一盖 真正叫一举手之牢 不过 杨德三故意的停了下来 看着他表兄 赵世龙很了解他的意思 直截了当的说 杨兄 名人不说暗话 我带了众礼来的 可惜送张文免的是 丢在水里了 如今还有一万二千两银子东西 统统包在里面 如何 这个 那呀 嗯 杨德三沉淫了好一会儿 口中念念有词 手上细细盘算 最后算是答应下来的 赵兄啊 痛快还痛快 就这么办 不过有句话 我不能不能不说在前面 相信我 东西给我 不相信 一切拉倒 不必再谈 哎呀 这下子 赵世龙是不免愁愁了 他当然也想过过负的办法 应该先付定金 事成补足 但是 像这种没有凭证 私下交易的行为 对方会怕他事成 不卖账 不会答应 如今果然猜对了 到底是一万二千两银子 一两条性命 好几顶沙帽寄托在上面 不能凭水相逢 凭人家一番说辞就交了过去 所以左思右想 始终下不了决断 哎 这也难怪你 我有个办法 你看行不行 请说请说 第一 我带你到司礼监府上去一趟 让你亲眼看一看张公公 可就是垂帘丈夫的那位张公公 原来你也知道这个笑话 正就是他 是令亲告诉我的 既有第一必有第二 请您说下去吧 啊 第一还不曾说完了 现在张公公 你先付一半 赵士龙听了 咬一咬牙说 好 第二 让你亲眼看到圣旨 盖了 盖了玉玺的正旨 那个时候 你全数父亲 这个时候 赵士龙再一次咬一咬牙说 就这么办吧 各位 现在我们来谈谈卫虎的情况 告卫虎的三十四张状子 审结了三十三张 其中最重要的一案 勾结海盗黄甲山 也已经获得确实的证据 如今只剩下了朱青和杀公公 这件逆伦重案 这件案子 也快要尽尾声 刘天明除了卫虎 将诸臣两家有关系的人 都传来问过 全案曲折 了然于凶 可是 使得原被告两家 以及听审的百姓 困惑不解的是 寻案大人 为何始终不传 全案最主要的人物 朱青和道堂 其实 刘天明 有刘天明的打算 第一 是尊重朱青和的身份 知书实礼的大家闺秀 且又经过这么一场 平常女子 所无法忍受的灾难 等闲不肯叫她抛头露面 第二 为虎罪大恶极 这个人 明正典型 必得轰传四方 教人人知道 是有王法 不论如何尖较凶恶 终必难逃法王 才足以招窘戒 为了这个缘故 刘天明决定最后传朱青和道堂 真相大白 是非分明之时 随即便是恶人定罪授手之日 则奉公守法的警惕 就更能深入人心 这准备结案定演的最后一审 公堂一设之处 更令人大感意外 竟然是设在卫虎的家中 刘天明何以由此一举呢 连孙老师都忍不住要发问 老年兄 何以看中了这么一个地方 实在有点莫测高深 这是我考虑了好些日子才决定的 绝非清帅之举 选在这里设公案 易于定宴 何以呢 那里是个很要紧的地方 我原该去看宴 顺便就把公堂设在那里 求他的方便 老年兄 明天一早 务必屈驾陪审 因为审问中途 或者有事奉托 是是是 遵命奉陪 孙老师父性忠厚谨慎 第二天一大早 便到了卫虎的家中 其实 何清已经率领了造立 差役在伺候 而屋外来看热闹的人 也已经拥挤不堪 很艰难的分开一条路 进门入厅 只见到公堂已经布置得整整齐齐 孙老师左右望了一会儿 不由得有所感慨 哎 想闹卫虎 不过一个捕坏头 竟住在这么大的一座房子 不说别的 但是前后打扫的人要多少啊 他哪里来的钱呢 孙老师说着 又指着 听堂正中高悬的那方 黑漆尼金匾额说了 哎 亏他还提名 手桌堂 哎 如果真能抱仆手桌 又何至于有今天啊 这个时候 何清过来对孙老师说了 回大老爷的话 刘大人已经秘密交代下来 今天怕就要出红差了 不一会儿 刘天明 由李状图 林鼎护从 明罗赫道来了 一片人潮中 自动的开出一条路来 等轿子到门 孙老师跟宿迁县的蜀官 以及书办何清 一字排开 功身迎接 吓得叫来 刘天明面色凝重 跟孙老师等人见过了李 就站在大门口喊了 何清 何清在 公堂可曾铺设妥当 是 铺设好了 一干人犯可曾提来 早已提来 证人了 易已传道 朱清和 可曾通知 通知了 朱清和 跟他父亲在一起 静候大人传问 这时 听审的群众里 有那耳尖的 听得朱清和 也要过堂 就更为起劲 一传十 十传百 辗转相告 人从中起了骚动 刘天明少不得回身去看 他那不怒而微的脸色 着实使人敬畏 顿时便又肃敬无声 老童年有此威望 在一旁的孙老师 也觉得光荣 满脸飞金的 拱拱手说 大人请升堂 老年兄请陪审 遵命 于是孙老师前导 引刘天明 进了手桌堂 正中落座 左手方 另设一张椅子 请孙老师坐定 何清就上前 屈一膝禀报 提何人犯 请大人示下 不提人犯 先传证人 换 朱清和上来 是 传朱清和 这一喊不打紧 大门口端时 拥进好 就看热闹的人来了 差役直着皮鞭子 便带着上前弹压 却被刘天明 给贺住了 不得鲁莽 让百姓进来看 能容纳多少 就容纳多少 于是啊 片刻功夫 一个大天井中 都挤满了人 而朱清和 就在千目所示之下 稳稳重重的上堂 跪在 预先替他摆好的 红檀条子上 民女 朱清和 叩见 青天 暗怨大人 你就是 朱清和 你把头 抬起来 妇女上堂 没有不是 低着头的 而问官 却必得 先命他 抬头 因为妇女的 真淫善恶 在明眼人 一望而知 刘天明 看着朱清和 悠闲 真静 而且一脸的 坚毅正气 我有得 暗暗的佩服 心想 暗子在这天 是一定 可以了结的了 朱清和 我问你 你到这个地方 来过没有 来过的 你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是 为苦 加厉 你当初 是怎么来的呢 朱清和 你要知道 本院 今天 特地 排在这里 设公堂 为的是 一切 一余印证 你不可以 瞎说 不然 谎话 一揣 就穿了 民女 绝不敢 有半字 虚言 那么 你说 你是 怎么来的呢 是 雾上了轿子 阴错 阳叉 入了 虎口 从这里开始 清和将当初如何花轿欲语 发现强盗踪迹 如何匆忙上了花轿 发觉有错 如何在轿中先惊慌后沉着 思量补救之际 如何到了魏家 发觉一切的情形 跟想象完全不符 怎么个 与想象不符 你想象中 应该是 什么个样子 大人 喜酒 谁都喝过 一堂喧哗 笑语不断 在我想象中 纵然不是 什么有身份的人家 必定是 安分良民 哪知不然 客人中 开口就骂 动手就打 出言途语 不但下流 而且凶恶 哦 你倒举个例子 给我听 这一下子 清和觉得很为难 因为那些下流的话 实在羞于出口 但不说不行 只好硬起头皮回答了 记得 有个叫大柱子的 跟人吵架 彼此对骂的话 对话 清和 还是没有办法 举舌说出来 大人 不说也罢 说了有无倾听啊 不然 如今是问暗 不是闲谈 事事要真 自自着实 你不必怕什么难为情 不然 就跟汇集 记忆一样了 是 清和异常的为难啊 但是逼到这个地步 不能不说 要说 却又说不出口 一集之下 倒集出一个想法来了 回大人的话 可否赏给纸笔 容民女写下来 你会写字 只怕白字连篇 有白字也不要紧 骂人的话 原有许多字 是写不出来的 于是 何清拿来了一副笔宴 而刘天明为了敬重其人 不交清和像画工一样的 伏在地上纸笔 下令何清 带他到路贡的座位上 坐着书写 清和写完了之后 乘了上去 又说 民女只写一段大柱子与人吵架的话 刘天明接过纸来看 就向何清问 大柱子是谁 是一名捕快 此刻可在这里 书办去查问 大概在伺候 好 你去找来 除了大柱子 另外找两个言语粗暴的人 本愿要验一验 朱清和的话 是真是假 和清 这个时候有些莫测高深 但一时又不便请示 只下了公堂到门口去问 幸而 大柱子一找就找着了 另外又挑好了两个满嘴村话的捕快 才上堂复命 于是刘天明就吩咐 当堂试验清和 辨认声音的能力 法则很容易 竖起了一道不韦 大柱子跟另外两个人 照清和笔录的对白 学说几句 而清和隔着不连 听遍 一切都布置好了 刘天明却又将和清叫到面前 密授机遗 到了不韦后面发声 第一个 不是 第二个 不是 到第三个 哎呀 清和不免着慌了 怎么 阴和不开口啊 这句话不但堂上 堂下也在问 人人看到 共试验的一共是三个人 前面两个不是 最后一个就必定是了 然则何以迟疑呢 迟疑了一会儿 清和断然的说 也不是 此言一出啊 堂下交头接耳 相顾差异 刘天明啪的一下 金堂木 大声的说 朱清和 你再说一声 各位 朱清和会怎么样说呢 请大家下一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龙智维播讲 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优优独播讲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 刘天明让朱清和去辨认 三个躲在布围里 用粗言粗语骂人的男人的声音 看看谁是那天骂人的大柱子 第一个 第二个 都不是 到了第三个 清和迟疑了 但是最终他说 也不是 哎呀 此言一出 堂下交头接耳 相顾差异 刘天明啪的一下 金堂墓 大声地说 朱清和 你再说一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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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这个时候 刘天明却是满脸笑容 将不为一筹 将不为一筹 不为一筹 三名标形大汉 这一筹 豁然的 这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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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下自然是莫名其妙,明明有大柱子怎么一下子变过了?刘天明当然有解释,不过不必他亲劳唇舌,可命何卿代言。 奉寻案大人面遇,为防朱清禾侥幸认对了人,考验从严,特意将大柱子换了下来,朱清禾果然不错。 不过,这下子,唐下对朱清禾越有信心,认为他的话一字不虚,因而也就越发地秉析侧耳,一句话都不肯错过。 朱清禾,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民女不识人心险恶,听得有人在说,头儿的喜事,猜想必是捕头,宫门中人自知枉法,只要多送谢礼,自肯将民女送回家,哪知不然。 以后呢,拜堂了?没有,没有,没有拜堂? 是,那是何道理? 照民女想,自然是卫虎知道弄错了,那时候你已经知道是卫虎了,怎么知道的呢? 民女听得有人在叫卫虎,才想起她是卫虎。 卫虎的为人,你知道不? 知道。 肃千禧,小儿提哭,只说卫虎要来抓了,可以止哭,民女何得不知啊? 既然如此,你慌不慌? 不慌,只是有些发愁,是何道理? 民女在想,这卫虎的贪残是有名的。 韩家谬称副首,卫虎一定狮子大开口,民女的父亲只怕要割去良田,才能换得民女回去。 这几句话,完全是父家之女的口吻,但措辞文雅并没有交金之戏。 刘天明不免替她惋惜,如此家人偏偏命运多传,等官司了结,倒要好好地安慰她一番。 这是题外的话,不暂多想,刘天明顺着当时的情势又继续问了。 那么,你莫非始终并无畏惧之心? 博士,到后来,到底怕了,是什么时候? 为虎进来的那一刻,一看她奸恶的相貌,民女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劲。 是因为,因为相貌生的奸恶,为虎进来以后,便又如何? 她把伴娘和几位女客都送走了,以后呢? 以后,清河把头低了下去。 开不得口。 刘天明是看过全卷的,知道她难以启齿的缘故,就提醒她了。 这不是害羞的事。 如果你不肯多说,反而会心生误会,以为当时的情形暧昧不明。 听到最后这一句,清河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同时,由衷地感激这位寻暗大人,能够为保全她的明节着想,开导其中的厉害, 给她表白,给她表白的机会,如此盛情,怎么好辜负啊。 这样一想,便不觉得羞于出口了。 她略略地提高了声音说, 当时民女还在心中低谷,那卫虎一伸手来,就摸民女的脸。 民女闪开了,一面跟她打话,一面抓了把剪刀在袖子里,慢着。 你跟她说了些什么? 民女首先揭破她的真性,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请她弄一顶小轿子送民女回家,必有众仇。 她怎么打你? 回大人的话,由魏虎答的那句话,便知道她伤天害理,神鬼不容。 她竟然说,明天送你回去。 民女一听这话,才真的怕了。 眼前金银乱飞,话都听不清楚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捏紧了那把剪刀,如果魏虎真的赶进民女的身,拼着与她,同归于尽。 嗯,嗯,以后呢,总算命中有救。 就在魏虎脱靴子的时候,窗外有人在喊, 头儿,头儿,魏虎出去以后,民女又听得来人说了一句,大事不好,再往后就听不见了。 呃,那时候是几更天? 二更一过,三更不到,魏虎,这一夜可曾再回来过? 没有。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再见到魏虎的呢? 第三天下午,第三天下午,这么说,你在魏家待了差不多两天了? 是,这两天里面你在做些什么? 头一天,什么也不做,民女一天一夜不敢合眼,水米不曾沾牙。 没有人管你? 是,房间里根本没有人。 既然没有人,你倒不想罚子逃? 哦,门外有人看守,是个瘸子,姓张,看得很紧。 嗯,嗯,再下一天又如何? 再下一天,到了日中时分,民女实在撑耻不住了。 当然也睡不安稳,醒了睡,睡了醒,到黄昏时分。 这就破得清和,不能不回忆那令人心悸的一幕。 魏虎在他睡梦中偷袭逼尖的情形,无论如何,说不出口来。 自己咬了魏虎的舌头,说了连泼辣妇人都不会说的糟蹋自己的话, 使得魏虎感觉到自己的怨恨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才为此知难而退地经过,更是死也不肯出口。 可是不说不可,不然就会引起无可辩解的严重误会, 以为魏虎已经得了手,自己的清白已经不保。 因此,清和含着眼泪,高声地说了。 道得黄昏时分,魏虎淫贼,竟有不成之心。 民女受尽侮辱,拼死力拒,才能保得清白之身。 其中细节,求大人不必再问。 民女断不敢欺贴,故意隐晦。 不错不错,我知道你真烈刚强, 躺货受了不堪忍受之毒,必不苟且偷生。 这一节,本愿可以不问。 只问你,魏虎逼迫不成,可有什么报复的手段。 自然有的,报复的手段恶毒无比。 他打算将民女推入万劫不复的火坑中。 请大人传问我家老管家朱才,便知详情。 好。 何卿,朱才何在? 已传道伺候在那里。 传上来。 于是,白发苍苍的朱才缓步上膛,跪下磕头。 刘天明看过全卷,尊敬他是个义仆, 更看重他,处遍不乱, 能从暧昧混沌,重重悬疑的一件奇案中, 找出可以着手之处, 找出可以着手之处,终于救出了清河。 说起来,这件伤天背里的奇案, 不至于成为渊臣海底的遗案, 朱才确实是应居守宫, 因此,从座位上欠一欠身, 是有着环礼的意味在内。 这个举动,在刘天明是出于不知不觉, 朱才正低着头也不曾看到, 正所谓当局者迷, 而旁观的人却看得清清楚楚, 无不大为惊奇, 因而对朱才说些什么, 就格外的注意了。 等朱才磕过了头, 刘天明和颜悦色地问他, 你在朱家多少年了? 连头代为四十五年, 朱家带你如何? 朱人家向来欢厚, 再好不过了。 怪不得, 你家小姐是你救出来的。 这话小人不敢冒功, 不过我家小姐的踪影是小人发现的。 好, 你倒把发现的情形说一说。 朱才略想了一想, 祸事出了之后, 小人心想, 其中情节种种奇怪, 我家小姐绝不会杀人的, 何况是公公, 所以杀庆家老爷的, 绝不是清和小姐, 那么小姐到了哪里去了呢? 从这里开始, 谈到如何上臣家计调, 怎样开城布公, 商量怎样救这个清和, 如何跟杨大壮定出价格, 找那天抬花轿的人来指认, 以及如何城里城外明察暗访, 希望误打误撞, 能够发现清和的下落。 黄天不负苦心人, 有一天在城外, 看到孤零零的一座大宅, 出来了一个瘸子, 这个人, 小人认得, 是为苦的跟班, 心想张瘸子怎么会在这里, 后来, 才晓得这座大宅, 就是卫虎的家。 年纪大了, 一口气说到这儿, 已经很累, 朱才不能不歇下来。 刘天明等他喘息略定, 继续问他, 你怎么又知道你家小姐在卫虎那里呢? 先是猜想, 因为陈家的护院杨师傅打定道, 卫虎逼取游三嫂, 可见了花轿做错的人, 一定是这个人, 游三嫂到了陈家, 我家小姐当然是到了卫家了。 不错, 没再说下去。 小人心想, 卫虎不是好惹的, 打草惊蛇, 千万动不得。 小人跟杨师傅商量, 他到济南府去搬救兵, 小人就乔装改扮, 到卫家附近去打听。 这么做法, 只有小人跟杨师傅两个人知道, 小的连祖母面前都不敢提起, 这样子到了第八天, 有结果了。 是发现了你家小姐了? 是怎么发现的呢? 闲事看到卫家停在河部头的一条船, 忽然张起了竹棚, 下了行李, 竹棚遮得很密, 小人心想, 这么热的天, 为什么遮得密不通风? 一定是有不能让人见到的堂客女眷要出远门。 这个念头一动, 小人就不肯放松, 等到太阳下山, 两个老妈子, 参扶一位, 蒙着帕子, 好像生病了的女眷下船, 小人一看, 就知道是我家小姐。 当然, 你是他家几十年老管家, 自是一望而知。 朱清禾, 民女在? 当时你在卫虎家, 被监禁了几天, 约莫十来天, 不太记得清楚了, 这十几天之中, 见过卫虎没有? 没有, 不过听见过他的声音, 他说些什么? 卫虎听得明白, 只听说扬州又是什么翠香院, 后来才知道那个是个火坑。 照这样说, 卫虎把你弄上船, 是要卖你到扬州的妓院。 大人明鉴, 事实俱在, 你下船的时候, 看到朱才没有? 看到了, 当时你头上蒙着帕子? 是的, 民女先还不曾注意, 听得一声苍老的咳嗽, 声音非常熟悉, 刚要抬头去望, 莫得想起, 是我家老仓头的咳嗽, 因而格外小心, 偷望了一眼, 果然不错, 当时心里七上八下, 不过到底想通了。 你怎么样想啊? 我心想, 家里一定在找我, 找到卫虎这里, 就不敢造次。 如今, 既然看到了我, 自然要来相救, 为此, 我上跳板的时候, 装得走不稳, 将左手往后伸了出去, 以三根手指示意, 如果来救, 可以在三更天, 我会配合, 我会配合到了三更天, 有动静没有? 有的, 民女先还是存着侥幸之心, 姑且一事, 缘不成望, 我家会来相救, 实在是, 怎么样也想不出可以救我的法子。 哪知道, 三更十分, 临船上, 有孩子的哭声, 紧接着, 又听见哄孩子的童谣, 这一听, 民女完全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是朱才来相救了, 何以见得? 因为, 那首《浩子曲亲》, 是民女小时候听朱才唱戏惯了的, 更以词句中略有改动, 将三更的字样嵌在里面, 更见得已经有了默契。 接着, 清和就低声地唱起当时所听到的歌声, 白天相亲, 黑夜迎娶, 三更启程, 顺风顺水到家门。 刘天明非常赞赏的, 嗯, 以后呢? 以后, 民女就悄悄地出舱, 临船有条竹蒿伸了过来, 民女再没有迟疑, 大着胆到了临船上, 有人将民女推入了舱板下, 只听得扑通了一声, 接着就听见有人在问, 人啊, 人啊, 一个说怕是跳河了, 一个就骂着胡说, 一定是失足落水, 随后就是乱哄哄地救人, 民女发觉船身在动, 知道可以脱险了, 然则脱险了没有呢? 脱险了? 你倒把当时的情形说一说。 船走了不知多少时候, 好像也不太远, 民女不大分辨得轻了, 只知道是到了极静的地方, 停船上岸, 岸上有一辆马车, 另外三个陌生男子, 朱才也在, 一见亲人, 民女悲从中来, 放声大哭, 被人喝住了, 后来才知道是杨师傅。 那个杨师傅叫什么名字? 是民女夫家小叔陈家禄的练武师傅, 名叫杨大壮。 另一个陌生男子, 便是小叔家禄, 再有一个是陈家家人, 一车三马, 连夜奔向衰宁县, 车子里, 朱才略略地说了经过, 原来是到衰宁县去告状。 你是素千人, 为何到衰宁县告状? 你倒说个缘故看。 朱才告诉我说, 本仙张大老爷只听卫虎指使, 一去告状等于阳落虎口, 虽宁县的马大老爷是响当当的清官, 只有靠这位大老爷才能昭雪沉渊。 那么, 那么你的状告准了没有呢? 告准了, 何能告准? 隔陷地状, 力不受理, 你能告准又是什么道理? 这是杨师傅的功劳, 请大人问杨大壮辩知究竟了。 说得不错。 杨大壮可曾传唤? 是。 何卿便将临顶李状图在谈论的杨大壮给找来了, 通知上堂。 行完了礼, 刘天明就问, 杨大壮, 你以前可曾见过本院? 奉虽宁县马大老爷之命, 南京头书, 曾蒙大人接见。 不错, 当时不曾问你, 朱清禾隔陷告状, 何能见着马之县? 朱清禾说要问你, 你说个缘故我听听。 各位, 杨大壮当然不方便说是小, 赢了贿赂, 那么他会怎么说呢? 请您下次再按时收听吧。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铁面玉石》 龙智维播讲传奇故事《铁面玉石》 龙智维播讲传奇故事《铁面玉石》 《铁面玉石》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铁面玉石》 刘天明在公堂上询问武师爷杨大壮 为何朴青和格宣告状不合手续, 却竟然能够见着马昭贤之县 杨大壮当然不便说明 曾经进行贿赂 他想了一想 才回答说 是运气好 直堂的差役跟小人同姓 杭四 小的跟他攀交情 他直点小的到大堂下击鼓鸣冤 若是递了状子 因为隔县的缘故 反倒不了马大老爷的手里 那么马之县怎么又受礼了呢 是小的教了朱小姐几句话 只说魏虎在肃迁衙门一手把持 状子递不到张大老爷手里 那么马大老爷才准的状啊 原来如此 刘天明跟着又问 马之县命令到南京来向本院报信的时候 是怎么个说法 马大老爷传小的到后堂 交下来一封信封上没有字的信 又问小的可识的字 当面试了小的才细说缘由 这又是何道理啊 因为空白信封中除了成大人的信以外 另有一道手谕 只是如何投信 这道手谕不能为第三者所见 所以小的如果不识字就不能干这桩差事 哦 你可还记得马之县的那道手谕 哦 容小人想一想 这个时候 杨大壮细细的想着 口中念念有词的没诵了好一会儿 然后很高兴的说 都记起来了 好 你且高念一遍 是 马大老爷的手谕是这样写的 自遇阳大壮之夕 汝道南京 即往寻暗御史衙门 先找暗愿林李二家将投信 听后暗愿刘大人传讯 此事务须积秘密 不可令人之文 否则 不但诸臣二家之案 不能昭雪 即本愿前程 一孔不保 此含封面 故意不着任何字样 即恐辱 言路不紧 无意间有所泄露 或口头说出去时 遭人中途劫持故也 甚知甚知 月后销毁 知名不拒 杨大壮念得慢 声音又高 所以堂下听审的人 大致都能明白 都想 怪不得寻暗大人来得这么快 原来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曲折 大家对 虽宁之县 马昭贤 无不由衷的钦佩 相行之下 又不由得 自愿运气不好 一县之隔 别人哪里有 清天大老爷 本县可以偏偏是个 既不清又不怜的贪官 来当父母官 这个时候 刘天明问到这里 向孙老师征询意见 老年兄 照你看 案情隐危 是不是都很清楚了 是的 应该是很清楚了 然则如今是不是 该题为虎上堂 刘天明 略略地放递了声音 一堂审节 大家会不会心服 百姓自然会心服 不过 其中有一段情节 虽与案情没有什么大关系 却似乎应该有个交代 是是 旁观者卿 请老年兄指教 不敢当 我也是求全之业 朱青和一状告到虽宁县 马之县令 杨大壮 兴夜到大人那里投书 要等有了富士 再发落朱青和 何以忽然又借回本县 这一层只怕听审的人 茫然不解啊 建教的是 建教的是 刘天明想一想 又说了 此案当初是张化山 派巡捡赵世龙到虽宁去 硬将朱青和要了回来 赵世龙不在县里 张化山想来不肯说实话 这个时候 孙老师说了 我想 有位证人能请得来十分有用 哪一位 随宁县的巡捡鲁一番 当时马之县是派他借送朱青和回宿迁的 其间首尾他应该很清楚 这个办法 高明知智 不过 鲁巡捡不在这儿 不妨连夜派人把他请来作证 刘天明在想 类似的情形 赵常规是行文虽宁县查询 等复文到达 据以为证词 但是 那一来 旷日持久 案子不能及时就结 照孙老师的建议 将鲁一番请了来 当堂作证 说起来 便是对部公堂 这有损鲁一番的身份 不太妥当 这样想着 不由得 刘天明有些愁愁了 孙老师问了刘天明 知道他的难处 于是又提了一个建议 哎 这也不方啊 鲁一番来了 只是片面的陈述 并非跟赵世龙对峙 不算是对部公堂 大人 如果再给他一个座位 就像我一样 等于陪审 在礼节上 也没有缺失啊 平时老老实实 拿不出主意的孙老师 全数了几天的县官 哎 不想大有办法 刘天明惊奇之余 欣然接纳 当即宣布退堂 明日再审 听审的百姓 正觉得案情 风回路转 到了热闹的时候 忽然听说退堂 就好像 好戏看到一半 突然打住 令人牵肠挂肚 心痒痒的好不难受 但是 这也没有办法 只有暗暗打算 第二天 特别早点来 到了第二天 天刚亮 就有人来赶热闹了 魏家后门 就是一条河 所以 还有人坐了船来的 卖零食的小贩 也闻风而至 将魏家门前的 那片广场 当作市集场 扰扰攘攘 好不热闹 到了正午时分 只见到远渊 来了几匹快马 正是李状图 陪着虽宁县的巡检 鲁一帆到了 在大门口照料的和清 便将鲁一帆 先请到厢房去休息 随即往另一面 去通报请示 刘天明吩咐 及时升堂 不过 这一天升堂的规矩 跟平时不同 并非一出来救生工作 而是站在公案的前面 等候鲁一帆堂餐 那鲁一帆干的虽然是 击捕盗贼 除暴安良的执司 但是他的人 却生得清秀文静 上的堂去 向上长衣 口中说道 随宁县巡检 鲁一帆 奉照 参见 暗院大人 说着 鲁一帆 就要磕下头去 少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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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天明急忙 将他扶住 哎呀 奉屈老兄 来此作证 辛苦了 哎 元氏公氏 何敢辞劳 大人请垂问 且慢 何卿 鲁老爷是客 你在公案面前 设三个座位 我跟孙大老爷一面 鲁老爷一面 何卿一言不至 彼此对坐而谈 不像是长官和下属 倒像是宾主相会 堂下 因为公堂上从来没有这样的局面 都不免觉得新鲜 因而越发的拥挤上前 何卿是受了指示的 只要不踏入厅堂 不加尽职 便任由听审的百姓 布满了廊上窗下 这一来光线很暗 但是肃静无华 所以虽然看不清楚 却能听得明白 刘天明很客气地开口了 一番兄 你跟赵士龙可相识 林县同吟 做的又是一样的官 如何不认识 那天赵寻检到毕县 第一个就是找我 哦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奉了张大令之命 携带公文来提取 逆轮要犯朱清禾 逆轮要犯 是的 赵寻检是这么说的 我回答他说 什么逆轮要犯 我讲见新闻你听 可是赵寻检似乎颇为困惑 好像从没有听过有关的事情 这是什么道理啊 一番兄 你的意思是 赵士龙对权案的真相 似乎并不了解 朱清禾并未盗案 自然谁都不知道真相 鲁一番话中略有顶状之意 而刘天明丝毫不以为伍 连连点头 是极 是极 我所不解的是 马大令 清甚联名 既知道朱清禾 并非逆轮要犯 也知他如果落入酷吏之手 结果不堪设想 又何人将朱清禾交出群 大人这话责备的是 不过其中时有不得已的缘故 于是鲁一番将如何带赵士龙去见马昭贤 马昭贤如何拒绝交人 赵士龙如何发出威胁 而他鲁一番自己 如何发觉事态的严重 当时赵旋简的话很厉害 他说朱清禾有他夫婿 俱成指控 而在虽宁县所供 不过是片面之词 虽宁把他当作原告 并不收奸 万一出了岔子 或是自尽 或是有了其他的意外 请问虽宁县可担得起这个责任 鲁一番一口气说到这里 略显愁愁 但是终于他还是说了出来了 当时我心里在想 卫虎结交江阳大道 无人不知 现在听赵旋简的口气 大有派人暗算朱清禾 一则灭口 再则嫁罪于虽宁县 这一来 误人误己 万万不可 所以我劝本县正堂 将朱清禾 将朱清禾交回处签 哦 是一番兄弟送回来的 是 除了人 还有全部的卷宗 此外呢 马大令想来总还有话 要请你转告张华山吧 是 本县正堂告诉我说 你见了张大令 把话交代明白 人事已给他了 全案要另行详细申报给上级 又说 话不妨说得厉害些 让他知道 一手遮不尽天下耳目 那么 这些话 你跟张华山说了没有呢 自然说了 我很劝了他一番 劝他 不可一意孤行 更不可受人蒙蔽 他怎么说呢 没有说什么 苦笑而已 鲁一番作证 到此告一段落 刘天明拱拱手 表示道谢 然后起身相送 虽然没有送到大唐的滴水盐前 但在鲁一番 已经觉得面子十足 意气洋洋的回 虽宁县去复命了 这里 刘天明重新升堂 一声待卫虎 堂下顿时起了骚动 林鼎 李状图 何清三个人相当紧张 怕人群里面 有卫虎的死党埋伏着 乘机闹事 搞得秩序大乱 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 所以如临大敌式的格外戒备 指挥造立差役 尽量的将听审的人往后压 空出一条极宽的通路 让那个铁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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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非本院所传人证,所说的种种情形,都是子虚乌有之事,齐了心要污害你畏虎不成。 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小人听说大人传朱青禾来问过,说到过小人的家,就是在大人坐堂的这个厅上吓得花叫。 这倒是闻所未闻的新闻,请大人传朱青禾跟小人对峙,便知真相。 各位,如果传朱青禾跟卫谷来对峙,确实是揭露真相最好的办法。 以朱青禾的冷静灵敏,对峙实在口舌上也不会输给卫虎。 可是,这样的做法对朱青禾是一种屈辱。 更要顾虎到卫虎变不过的时候,索性糟蹋清禾,说是已经如何的破了他的身子。 那一来,清禾的明节无端被污,要洗刷都难了。 刘天明一想到这儿,就断然地拒绝了。 何用对峙? 朱青禾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只看你如何解释。 何清,你把朱青禾的证词念给他听。 证词很长,等到何清念完了,卫虎也知道自己是死定。 围巾之计,只有尽量地拖延。 拖到赵世龙搬兵来救,他就朝刘天明说了。 回大人的话,小人像在梦里一样,完全记不得这回事。 完全记不得? 你的意思是根本没有这件事。 小人取来的是一称空花轿,当初举了王狗子作证人。 没想到,让大人一顿板子,当堂给打死了,变成死无对证了。 嘿呀,这几句话,把刘天明气得只是咬牙。 卫虎的说话意思中,竟然好像是刘天明有意打死王狗子,灭了他这个有力证人的口供。 用心知读,措辞的奸诈,真是应该抓去千刀万寡。 可刘天明想到这儿,却马上警觉了。 自己怎么可以如此动气呢? 定定神,把一口气平了下来,才又问卫虎。 想你那天的贺客,总不止王狗子一个,你倒再举个证人看。 贺客虽有,赌钱的赌钱,聊天的聊天,空花轿,不见得人人看得见。 小人只记得王狗子在身边还说了句,人了。 此外,不知道哪个看见了空花轿,不敢瞎说。 这个卫虎啊,说完了还把两眼上翻,人是贵得比刘天明低,可是他的视线却比刘天明高,大有藐视之意。 连孙老师都大为不平了,他弯了弯身子说了,大人何不传监视朱清禾的人来问啊? 这一点,刘天明自然也会想到,而且可传来作证的人不止一个。 他原本是想抽丝包茧般的一步一步问,现在空花轿一事儿,既然不着边际,则照孙老师的话做也不错。 于是他点一点头,提高了声音说,带张瘸子? 是。 何清走前两步,一面向刘天明使眼色,一面就问,大人是不是对质? 刘天明一时之间不明白何清画中的用意,但是看到他的眼色, 就不及刻回答,先宁神想了一想,马上明白过来。 明白何清这一问的用意是,如果博士对质,不妨先把卫虎压下去, 因为有他在场,张瘸子心存恐惧,会不肯说实话。 不必对质,先把卫虎带下去。 一个去,一个来,都因为行动不便,走得非常的慢。 擦肩而过的时候,卫虎站住脚,想给张瘸子一句话, 可是激紧的何清马上横身挡住,张瘸子连他的眼色都不曾看到。 张瘸子被带到堂前,刘天明就问他了,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没有名字,就叫张瘸子。 你抬起头来,我看一看。 张瘸子一抬头,突然又在网上抬一抬, 然后很快地又落得下来,看着刘天明。 在一旁观审的林鼎,看得清清楚楚, 不由他心里奇怪,这是什么道理呢? 但是刘天明却不曾发觉这个张瘸子的表情有意, 细看一看,张瘸子不像王狗子那样的满脸横肉, 是那种老实无用的那类人物, 便决定用好话来抚慰他。 那跟着卫虎做些什么工作? 跟在他身边打打杂, 有时候也跟他出门, 人家都说我是卫头的跟班, 实在不是他不会用小人这个瘸子做跟班的。 张瘸子的话很啰嗦, 遇到脾气不好的问官就会喝醋, 但是刘天明却等他说完了才说, 嗯, 你跟他几年了? 十来年, 啊, 怪不得他很相信你。 各位, 你想知道刘天明能够从张瘸子的口中, 问出些什么蛛丝马迹吗? 请大家到时再按时收听。 由龙志为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刘天明问张瘸子跟了卫虎几年, 张瘸子说十来年了, 于是刘天明就说了, 怪不得他很相信你, 张瘸子, 你没有什么罪名, 将来我会从轻发落, 念在你身有残疾, 照例的一顿板子都可以免了, 不过, 你要说实话, 是, 小人有一句说一句, 那天卫虎续闲, 花轿是空的不是? 小人没有看见小人的腿不方便不大去挤热闹的, 你的意思是新娘子是有的, 不过你不曾看到是不是? 张瘸子很老实, 不了解刘天明问他这话的用意, 事实上, 连他自己都不能分辨, 他所说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而奇奇哀哀的语不成词, 于是何卿就从旁解释, 暗怨大人在问你, 是不是那天大家都说去看新娘子, 你因为腿不方便, 自己知道挤不上去, 所以没有去看, 是的, 是的, 一点不错, 这样说, 花轿不是空轿, 事后你听人谈起新娘子没有, 谈起过的, 人家怎么说? 张学泽突然警觉, 这话说不得, 不过他不善于搪塞, 急得满头大汗, 只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张学泽, 你应该有一句说一句, 从实达供, 你是奉主人之命, 身不由己, 本愿能够体谅, 可是, 你如果不说实话, 无罪变成有罪, 本愿可就为你开脱, 也不能了, 哎, 听见没有, 你只要有一句说一句, 大人绝不难为你,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这一案的案情, 就是你不肯说实话, 也已经很清楚的了, 如果你说谎, 对你主人有好处, 能够脱, 能够托他的罪, 也还罢了, 可又不能, 既然如此, 何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哈, 刘天明这个话, 正说到了张学子的心里, 但是, 他还怕自己, 还没有弄明白堂上的意思, 就转向何清问, 何叔伯, 未头是一定要定死罪的了, 可是何清没有回答他的话, 刘天明这个时候又问他了, 你看新娘子像不像大家小姐, 像, 如今再让你看, 你认不认得, 怎么不认得, 小的跟他一起好几天, 连背影都认得了, 你知道那个新娘子是什么人? 他跟小的说, 姓朱, 是东村朱百万的小姐, 哦, 你还跟他说过话, 说过, 说过好几次, 一共几次, 记不得了, 大概总有七八次了, 你还记不记得, 朱小姐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慢慢想, 不要紧, 于是张学子一面想一面说了, 第一次是朱小姐来了以后的第二天, 托小的送个信, 答应送到他家, 就送小的一百两银子, 又有一次, 劝小的带他逃走, 说愿意供养小的一直到牢, 哎呀, 再有一次, 跟小的哭, 小的心里难过, 跟他说, 你跟我哭也没有用, 我救不得你, 嗯, 刘天明点点头又问, 魏虎调戏朱小姐, 你看见了没有, 没有, 心房里面的事儿, 我不知道, 以后呢, 你知不知道, 魏虎打算把朱小姐, 送到哪里去, 我不清楚啊, 不清楚, 意思是稍微有点知道, 是不是, 是, 小的听人说起, 头儿的好像打算, 把新娘子弄到扬州, 卖到窑子里去, 你跟着上船了没有, 没有, 是, 是哪些人跟着去, 不十分记得了, 把你记得的说出来, 呃, 有, 有, 有王狗子, 还有小赖子, 又是王狗子, 逼曲有他, 道师有他, 卖粮为娼又有他, 这样一个全案关键所计, 头号的帮凶, 偏偏让魏虎指使陈大麻子, 一顿板子给打死了, 想想啊, 实在可恨, 然而现在, 却也死无对证, 少了一个人证, 由此可见魏虎的搅汇, 这也是自己操之过疾所致, 这样想着, 刘天明, 悚然警悟, 哎呀, 自己十年养气, 仍然不免求功心切, 好胜心强, 处事不够沉稳实在, 至有此事, 前车可见, 想在这里结案的想法, 真还是错了, 事实上, 也无法在这里过一两堂就结案, 因为案内人犯越牵涉越多, 有些人, 比如尤三, 踪迹不明, 何以不必访求, 否则便是诸连, 但小赖子这个人, 照张瘸子所说, 就是逼良为娼的从犯, 自然应该提案细问, 何清, 在, 张瘸子所说的小赖子是谁, 是快班上的, 是捕快, 算是捕快, 不过在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 反正是执意的差人, 即刻传案, 回大人的话, 小赖子跟人出差办案去了, 哪天才得回来, 这很难说, 他们拿的是海捕文书, 各位, 所谓海捕文书, 是一顿文书, 行遍天下, 仿击要犯, 到处都可以凭海捕文书, 请当地的衙门协助, 不过, 发到海捕文书, 是很少有的事, 因而, 刘天明大为疑惑, 是什么案子要发海捕文书, 是一名江阳大盗, 见此光景, 刘天明心里有些数了, 故意就逼着何清问, 何清, 是你手里发出去的, 是, 你觉得有发海捕文书的必要吗, 你把案情, 说给我听听, 是怎么一件了不得的大案, 一听到寻案大人打官枪, 何清就趋一息回答, 大人明鉴, 书办事奉堂御办礼, 是面狱还是调狱, 是面狱, 张大老爷把书办喊了去, 当面交代了的, 书办想说, 此案发海捕文书, 余力不合, 张大老爷不容书办开口, 实在是莫奈何啊, 这是哪一天的事, 大概是大人驾到的前一两天, 听到这儿, 显然的, 刘天明心里想, 这是有意叫小赖子避开, 照这起案子来看, 该避的人还多着, 可以独独不让小赖子留在此地, 看起来其中还有别情, 这只是刘天明心里的一个想法, 眼前的处置只有两个办法, 只能够选择其中一个去做, 一个办法是, 小赖子既然没能够到堂, 就另传别人来审, 一个就是退堂, 刘天明想了一下, 决定退堂, 因为他觉得, 这件案子相当复杂, 要做到无网无众四个字, 就是不冤枉人, 也不让犯案的人逃避责任, 其实并不容易, 躺货操之过急, 恐怕定有疏漏的地方, 所以需要静一静心, 做个彻底的思考, 当天夜里, 夜来孤灯独队, 宁神静思, 刘天明觉得自己, 办这个案子的缺失很多, 第一, 当然是忽视了魏虎的, 潜在的恶势力, 以至于, 竟能让对方借自己的手, 而灭了王狗子的口, 这也就是操之过急而生的流弊, 其次, 有一件事, 应该是更大的疏忽, 游三嫂的尸体在哪里呢? 应该把它找出来, 否则, 这个案子会被刑部所拨, 因为魏虎一口咬定是控花轿, 换句话说, 两成花轿只有一个新娘, 这话怎么说得过去? 唯有两成花轿, 两个新娘, 才会有这么一件离奇的案子发生, 然者, 另一个新娘何在? 说是误杀之后自吻了, 那么失守呢? 一想到这里, 刘天明好像盲刺在背, 当时就将林鼎、李状图找了来, 对他们说了自己的感想, 李状图首先就说了, 是, 大人, 我砸在听审的百姓中, 听大家的议论, 也多以为这一点很可疑, 还有呢? 我微服私访, 就在于积极了解民众的心事, 你们能够博彩舆论, 可以补我的不足, 凡是听到什么, 哪怕是批评我的话, 都不必顾忌, 尽量告诉我。 大人还有啊, 很多人说是, 游三不能传案细问, 逼取这件事终究不明白。 刘天明听了并不作声, 他细细地想了一会儿, 又问, 游三是岸外之人, 而且其人懦弱, 也是可想而知的事, 如果我一定要传他到岸, 传而不到, 派人去找, 游三会吓得不敢露面, 逼急了, 甚至出事, 岂非无端又害了一条命。 舆论虽然应该博彩, 是非还需要细变。 这一点, 我觉得我的想法不错, 要证明卫虎逼取, 并不是非传游三道案不可。 你们说呢? 林鼎听了, 也说了, 是, 大人, 不过, 找游三嫂的尸首这件事, 确实该办。 不瞒大人说, 我也下了一点功夫。 好啊, 有结果没有, 稍稍有点收获。 有件事, 我要向大人禀报, 这几天仍旧要在魏虎家设公堂, 而且请大人多传张瘸子来问。 这, 这是为什么? 请大人暂不必问, 也许是我想偏了, 不过请大人就听我一次。 好, 林鼎, 我听你的。 接着, 他们又讨论, 访寻上方宝剑的事。 刘天明颇为不安, 因为失落遇赐宝物, 不仅是一项大罪, 而且自觉有七军网上品格不端之嫌, 备受良心上的责备。 但是, 林顶听了心里不以为然, 人认为这近乎运达书生之箭了, 只是又不好去反驳他, 于是就说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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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的处理需要权力, 处理这件事更不能没有权力, 因为上方宝剑, 一丝的消息传出去, 等于就是大人自己削夺了自己的权柄, 皇上付托很重, 大人没有权柄在手, 想上报皇恩也办不到了。 刘天明想了想就说, 这话倒也是, 不过还是应该加紧去找。 是, 林顶答应得很响亮, 大人请宽心, 如果势机顺, 运气好, 两三天之内便有分晓。 听他这么说, 刘天明胸怀为之一宽, 他也不去问他什么叫做势机顺, 只点点头说, 但愿如此。 为了有许多事要商议, 林顶约了礼状图, 连夜去拜访何清。 白天, 大家都忙, 尤其是何清, 既要伺候公堂, 又要整礼供词, 一直忙到二更过后, 才能歇手。 林里二人去拜访的时候, 也正是二更过后。 何清一个人在灯下小饮, 打算喝到微醺, 上床寻梦, 这个时候还来打扰他, 似乎太不体谅, 所以两人都有欠疚不安的感觉。 不过, 何清很爱朋友, 他的妻子尤其贤惠, 虽然是书办人家, 毫无一点霸道嚣张的味道。 何大嫂, 伴老徐娘, 经差不群, 大大方方的招待客人, 将林里二人当作是丈夫的兄弟那样的看待, 这使得客人的心理比较好过得多了。 菜市没有啥, 酒开了一坛, 两位宽饮一杯, 哎, 杨和高粱太凶, 我可不敢碰, 林鼎连忙咬手说, 既然如此, 请两位喝黄酒吧, 我还存有一小坛, 打算泡药菜的, 也有七八年沉了。 一面说, 一面不顾客人的拦阻, 何大嫂, 却开了一小坛的黄酒, 又将县城的风鸡烟肉, 煮了出来待客。 何卿阴音音劝酒, 倒不好辜负他的诚意, 我们边吃边谈。 酒边续交感情意厚, 林鼎向何卿说, 老伙, 老伙呀, 我有句话, 败在心里好久了, 你管刑房, 而张大老爷, 有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 莫非你就一点都没有沾褥? 何卿听了, 没有回答, 神情很沉着, 想了一会儿就说了, 在两位面前, 我不能不说实话, 天下的刑房书办, 就没有哪个是没做过违法之事, 不过国法以外, 还有天良, 伤天害理的事, 我没有做过, 既然如此,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倒不如放开手来干, 就算有点过失, 功劳抵过有余, 仍旧可以巴望出一个好结果。 林鼎这番话, 说的何卿, 渠然动容, 请问, 怎么叫放开手来干? 我看这个胃骨, 人在笼子里, 威风好像还在, 好多地方有顾忌, 吞吞吐吐的, 不敢多说多动。 哎, 是啊, 我也觉得不大对劲, 这个时候, 李状图也接口说了, 何卿的脸色, 又变得严肃谨慎, 两位是在说我? 哦, 不不不不, 老何啊, 你完全误会了, 只怪我说话说得太急了, 那就是了, 何卿的疑虑来得快, 去得也快, 既不是说我, 我无需多心, 我们把话拉回来, 只请你说明白些, 如何放开手来做。 一句话, 把胃虎的影子一扫而光, 听了林鼎的话, 何卿静默不语, 慢慢地喝着酒, 加快肌肉放在口里, 一面咀嚼, 一面在包他的指甲, 好整以暇地令人莫测高深, 突然他开口了, 我们先说见识, 游三嫂的尸首, 我可以找, 不过找到了, 不必咽诗, 行不行? 林鼎跟李状图, 都不知道, 何卿这话是什么意思, 互相对看了一眼, 仍旧由林鼎作答, 只要说得出道理, 上头不会不准的, 道理虽有, 但是鱼律力不合, 要留大人有担待才行, 这你请放心吧, 我们大人最有担待, 好, 那么我说道理, 第一, 天时炎热, 尸首早已经腐烂, 挖出来重新香烟, 不说五座的这份罪不好受, 在场的人只怕谁也受不了, 当然这个理由不够, 那么第二, 失手腐烂, 验不出什么来了, 还有, 还有第三, 尤三嫂虽然凶手, 实在也是个欺负得她推胜了, 性情又格外的刚强, 才有这么件案子, 说起来也可怜, 如今入土为安, 又拿她挖出来, 赤身露体地验一验, 有点于心不忍, 说得对, 不验得好, 我跟刘大人说去, 如果不准呢, 一定会准, 真有把握, 银鼎到底有没有把握呢, 请大家下一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志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龙志维播讲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何清, 答应林鼎和李状图, 把游三嫂的尸首给找回来, 但是他要求不再验尸首, 以免死者再受侮辱, 只是何清又担心御史大人刘天明不肯, 于是就问林鼎, 如果大人不准怎么办? 一定会准的, 真有把握, 有, 这一次是李状图开口了, 刘大人最是从善如流, 最有担待, 好, 能这样, 我们才可以放开手来干, 两位说吧, 说了我去做, 这一来, 林李两个人才明白, 先提伯彦游三嫂那个要求, 只是一种试探, 看刘天明有无担当而已, 正谈到这里, 忽然有何家的一个小司, 神色紧张地奔了进来说, 爷, 爷, 有人来通知, 询案大人得了疾病, 听得这话, 林鼎和李状图两个人大吃一惊, 何清却还沉着, 因为他知道, 他这个小司有拿着鸡帽当令箭, 轻视重报的毛令, 别胡说你, 人在哪里? 人已经进来了, 是刑房的一名书手, 特派在刘天明那里, 负责写文稿的工作, 他的名字叫做邵仲文, 这个人一进来就说了, 请快回去吧, 询案大人忽然上吐下泻, 不知道是中了毒呢, 还是中了鼠, 哎呀, 一听中毒, 满座四变, 林鼎一把抓住了邵仲文, 你看刘大人怎么个样子, 我没有看见暗怨大人, 是里头派人出来传话, 叫我赶紧来请何大爷, 不想两位也在这儿啊, 请了医生没有, 大概请了, 他弄不清楚, 我们赶紧走, 走, 走, 林里两个人同声回答, 马上就往外跑, 何清落后一步, 有话要关照这个邵仲文, 你赶紧到西关, 请张老先生, 就说是我找你去找他的, 无论如何要请他劳驾, 你就陪了张老先生一起来, 原来这张老先生, 名字叫做张木景, 是位名医, 真正有着着手回春的本事, 而且内外妇科, 无不擅长, 有一次, 有妇妇人家来请了去看三房合一的儿子, 这个张木景, 这一天本来是腹泻, 神器伟顿, 编辑慈泻, 请病家另请高明, 谁知道病家执意要请张木景, 但是偏偏张木景自己腹痛如脚, 坐在便筒上起不得身, 就因为这一丹误, 即经封成了不治之症, 这本来怪不得张木景, 但是病家仗着才是横, 痛惜爱子, 竟在县衙门里告了一状, 而且在张化山的前润县官那里使了银子, 眼看着要落个拥衣杀人的罪名, 多亏何清替他多方的斡旋洗刷, 从轻发落, 打了二十仗, 并且罚款了事, 总算不曾受到侮辱, 经此一番意外的打击, 张木景气脑之下摘下了招牌, 亲手匹碎烧掉, 从此渡门不再玄乎, 甚至好友至亲登门求教, 也聚而不纳, 唯一的例外是对何清, 只要是他家的人有病求诊, 仍旧照看, 也仍旧看得非常好, 因为张木景虽不行医, 却有传世之志, 闭门砖写医书, 医道反而更有进境, 话虽如此, 张木景从没有为何清出诊过, 所以听得邵仲文带来的口信, 稍有愁愁, 但是终于他毅然地说, 也罢, 看暗怨是位清天大人, 我就破例一次吧, 张木景年近七十, 但是精气神胜于壮年, 牵出了骡子来, 跨上就走, 害得悲药香的家童, 气喘吁吁地几乎跟随不上, 到了行园, 何清已经在门口迎接, 见面一一, 何清没有多说话, 只说了一句, 张先生, 你就好比救了我的命, 这个张木景也答得妙, 谢来了, 我就如救我自己的命一样, 于是何清亲自掌灯, 带领入上房, 乌子里由于吐泻之后, 气味恶浊, 张木景吩咐, 将门窗全部打开, 秋风吹进户里, 令人为之易爽, 并踏上的刘天明,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精神仿佛一下子就好得多了, 大人, 特为请来一位张先生替大人来看, 张先生, 话陀在世, 着手就会回春, 请大人放心, 刘天明看着张木景说了, 心感知智, 恕我少礼, 请坐好, 张木景点点头坐了下来, 先仔细地看刘天明的脸色, 看他好像脸上罩着一层灰土, 十分难看, 又看着舌苔, 扒开眼皮, 观察眼睛, 张木景的心里已经有了七分数了, 怎么起病的? 这个时候, 服侍刘天明的小司就说了, 傍晚还好好的, 晚饭吃了一碗粥, 顿时就不舒服了, 大人肚子轰轰的, 接着挖的土了, 又要上茅房, 拉了一阵又一阵, 手指头都扁了下去, 别人吃了粥, 怎么呀? 没有人吃, 一小锅粥是专为大人熬的, 张木景拉过刘天明的手来细细地把脉, 好一阵子, 然后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往外走出去, 何卿连忙跟了过去, 张先生, 怎么样? 我只当属鞋入扰的祸乱来世了。 张木景说完了, 就到桌子旁边提笔就写, 用的是黄尘, 枝子, 半夏, 残沙, 仙竹如等等, 一共是十味上药。 这房子叫做黄尘定乱汤, 用银汤水煎腹, 一铁药就可以好。 好好, 太高明了, 当心, 什么都不要吃, 饿一饿不要紧, 是, 明天是不是请张先生再来复诊? 那要看情形, 病好治, 但是病原难觅, 搓药, 煎药, 最好挑靠得住的人。 张木景话外有话, 何清想起张木景说, 我只当什么病来治的说法, 更觉得疑惑, 看一看左右, 放低的声音说, 请张先生说明白些, 很难说啊, 是不是饭菜里面有毛病? 大概是吧, 最近石器不好, 西乡一带, 祸乱流行, 只要病人用过的东西, 拿了来给别人用, 立刻就会传染。 何清觉得张木景这个话, 未免武断了, 于是就问, 不会是无心传染吧, 也说不定, 你要不怕, 不妨将刘大人的盛舟, 吃上一碗。 听得张木景的话, 何清惊疑不定, 果然真的有人想谋害寻案, 那必定是魏虎所指使。 因而又想到, 林鼎跟李壮徒所劝他的话, 心中大起警惕, 看来魏虎不除, 大家都会提心吊胆, 说不定自己也早就被魏虎看中了, 说不定哪一天也好像寻案一样, 突然中毒。 于是, 等送走了张木景, 一面亲自监视监要, 一面派一个心腹的家人, 以照料寻案为名, 在刑馆中暗地观察。 幸好, 张木景的医疗手段真个高明, 一服订汤药下肚之后, 刘天明顿时就觉得舒服得多了。 不过, 精神自然很伟顿, 迫不得已告知来探病的孙老师, 需要庭审两天, 言下还颇有不安之意。 唉, 正宫为何是没有法子的事, 大人不必烦心, 倒是有件事。 孙老师突然顿住了, 因为他忽然想到, 刘天明既在病中, 不宜有让他烦心的事, 可是语气已经很显然, 无法再掩饰。 老年兄, 是有什么意外之事, 不要紧, 请你据实见告。 孙老师很无奈, 想一想就说了, 有件事, 也是道路传闻, 说经中有个太监下来, 是专为, 专为对付大人的。 其实他原来想说的不是对付, 而是逮捕。 他听到的留言, 确实是说的这两个字, 而所谓对付是怎么回事儿, 刘天明也能想象得到, 心里虽然有些嘀咕, 表面却很泰然。 我不知道是谁要来对付我, 这道听徒说的话, 做不得真, 老年兄不必替我担心。 是, 大人总还是小心些的好。 自然, 自然, 多曾经多曾观照, 刘天明拱拱手道谢, 等孙老师告辞离开了, 刘天明的病榻, 一出中门, 临顶就向他兜头翼翼, 请孙大老爷留步。 你有话说? 是, 孙大老爷刚才跟我家大人说的话, 是哪里来的? 是我的长随所说的。 林顶听了, 继续又问, 那就一定不会错的了, 只不知道京中来的太监叫什么名字,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听说姓刘, 此刻大概已经过了徐州了。 已过了徐州了。 林顶心里想, 人还没到, 怎么会有这样的留言呢? 孙老师看出他心中的疑惑, 便为他解释, 那刘太监坐的轿子, 走得极慢, 在徐州听他口发狂言的人, 早就到了宿迁, 所以才有留言啊。 哦, 原来口发狂言, 请孙大老爷说明白些。 从孙老师的口中得知其事, 林顶大为不安, 他一直在担心, 卫虎诡计百出, 赵世龙忽然进京, 必然是有所图谋。 如今说是派太监来逮捕寻案, 则必定是为了上方保健遗失的事情来问罪, 除却这个罪名, 他想不出刘天明还有什么可以招致被捕的过失。 林顶跟李状图说了这件事, 这一招很毒辣, 总是我们保护不周, 才会把一把上方保健都给弄丢了。 如今害得大人落得这样的一个结局, 我觉得我死也不足以赎罪啊。 李状图紧皱着眉说, 哎, 不过急也没用, 趁火还没烧到煤嘛, 得赶紧想办法对付。 法子当然是要想,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得把老和请来商量。 于是林顶、李状图他们把和请找来了, 和请说的话很干脆, 只要把剑找出来, 此外什么话都是白说的。 哎, 对, 提起找剑, 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来了, 你们有注意到吗? 张瘸子上堂的时候, 老抬头看悬在厅上的那块匾, 我疑心那里面有花样。 你是说上方宝剑是藏在那块匾的后面? 对了, 我是这么疑心, 所以我请大人仍旧在为家开审, 而且多提张瘸子上堂, 为的是 想看明白些。 哎呀, 似乎不必这样的费事, 不是搜一搜, 就把张瘸子私下找来问一问, 不就都明白了吗? 这, 这也是个办法。 林顶的话还没说完, 何清已经抢着说了, 这个办法不妥, 把张瘸子找来问, 未见得有结果, 反而打草惊蛇, 至于那块匾后面, 我听人说过, 好像卫虎安着什么机关危险的河纳, 听得这话, 林顶和李壮徒两个人都有同感, 也都兴奋异常, 不约而通的说, 上方宝剑一定在那里, 在那里或许不错, 可是卫虎之毒是大家都晓得的, 说不定那个机关是个陷阱, 不动还好, 一动把剑也给毁掉了, 何清这一说又使得林顶跟李壮徒毛骨悚然了, 面面相去的沉默了好一会儿, 李壮徒说, 老何, 你也足智多谋, 不输这个卫虎, 莫非就想不出一个拿回剑来的法子? 李壮徒这番话, 是近乎激将法了, 何清忽然生出了争强好胜的心, 皱眉苦思往来夺步, 走来走去, 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妙计, 我这一剑做起来不容易, 不过做好了一定成功, 只要成功就好, 不容易可以把它变得容易, 李爷, 要是你做得到三件事, 要找上方宝剑就容易了, 好吧, 老何, 你说来听, 哪三件? 第一, 要请徐难大人不承认上方宝剑是丢了, 第一件事就是难题, 刘天明为人方正, 不肯说假话是其一, 已经上奏, 未便否认是其二, 假剑可以冲得过是其三, 剑里状图发愣, 何清又说了, 是不是, 我说不容易不是, 你先别管, 且说第二件, 第二, 要劝得寻暗大人脱病不见客, 由孙老师出面应否, 第三, 就是要能说动孙老师放出胆子来应挺, 慢慢慢慢, 为何说是放出胆子来应挺, 硬说上方宝剑是真的, 如果对方不信, 拿证据来, 拿个证据来证明真假, 这话, 只要你的办法行得通, 孙老师的胆子是有的, 别看他忠厚无用, 发起书呆子脾气来, 天塌下来都不怕的, 倒是刘大人那里只怕难啊, 不, 只要动以利害, 刘大人也肯从全的, 说话的是李壮图了, 果然就凭卫虎那两个血腥钱, 买过了太监狐假虎威, 将个人人皆约可杀的大奸大恶救出法王, 将来刘大人不甘心, 对, 我想到一个说法了, 但是老何, 林爷, 你不必说下去, 我告诉你, 只做这三件事, 除非来人见机之趣, 不为以慎, 否则上方宝剑一定可以找回来, 我可有点不大相信老何, 请你把其中的奥妙说一说, 当然, 等何清将他所设想的一套做法, 细细地讲明, 林李二人愁怀进去, 笑逐颜开, 不约而同地竖起了拇指, 其声称, 好记, 好记, 这条好记, 果然如所预料的, 刘天明不同意, 林鼎于是设法游说他了, 大人做得正, 行得正, 自然觉得这样的做法, 有欺君网上之罪, 可是顾全了大人自己的罪名, 肃谦的百姓, 可就遭殃了, 大人是只想顾自己呢, 还是要顾百姓, 是只想自己博个方正的名声呢, 还是要执法如山, 不让恶人漏网, 大人啊, 这里面的关系轻重, 请您自己斟酌啊, 哈, 这样的说法, 有如春秋则被贤者, 刘天明虽然方正, 究竟不是中了道学家的遗毒, 智而不化的俘虏, 到无话可说的时候, 就只有同意了, 这一点同意, 第二点, 脱病不理事, 不见客, 就是必然的事, 因为办法是一整套下来息息相关的, 不过, 刘天明有一层极大的顾虑, 不能不郑重地提出来, 要我暂时隐居墓后, 是件很容易的事, 你们想过没有, 拿孙大老爷推到墓前, 去当惊中太监的契宴, 他行吗? 这远有些难处, 林鼎不敢把话说满, 因为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只有跟孙大老爷谈起来看, 好吧, 你们去谈, 一切等跟孙大老爷谈妥了再说, 事情到此非常明白的, 整个计划的关键是在孙老师的身上, 不但要他肯担当, 而且要他能够担当得起来, 想想, 孙老师实在不够格, 但绝非他不可, 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出面, 何清最后说, 只好拿鸭子上架了, 这件事做起来很吃力, 我们三个要先商量好才行, 林鼎、李状图、何清三个人, 是不是能够说服孙老师, 暂时出面顶替刘天明办案呢? 请大家下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状图跟何清三个人决定去说服孙老师, 暂时出面顶替刘天明审案。 他们商量好了之后, 就一起去见孙老师。 门上通报离开孙老师颇为重视, 因为两个寻案亲信的家将, 一个如今正在管事的书办, 约齐了来见, 这件事在他这个冷观就太不寻常了。 因此, 孙老师神态郑重十分客气, 一再地让座, 而林鼎、 李状图和何清却谨守本分, 一再地牵械, 站着说话。 今天来见孙大老爷, 咱们是奉了寻案大人之命, 如今有件大事要做, 这件事啊, 关乎朝廷的祭冈, 官场的风气, 百姓的祸福, 还有一位清官的前程。 寻案大人说, 这件事做得成, 做不成, 全看孙大老爷一句话。 孙大老爷说声我做, 就做得成, 不然一切都不必谈了。 为此, 寻案大人吩咐我们三个人, 向孙大老爷请示。 听到这番说话, 孙老师岂止是受宠若惊, 心都跳了,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子的关系重大, 因而反而有些不相信的感觉, 张大的眼睛就问了, 寻案真的说过这话? 这是什么事啊, 岂可瞎说, 孙大老爷不信, 问他们两个。 等孙老师看到林鼎李壮土脸上, 只见他们两个神态肃然地微微点头, 那就不必问了, 的确是刘天明有这样的话。 好, 我做。 何清见到孙老师如此痛快, 又欢喜又忧愁, 为什么? 因为他喜的是孙老师真有担当, 愁的是他连什么事都还不知道就一口答应, 这样冒失的人世上还是少见, 由此可想, 应变的才具实在差了点, 只怕难认兼具。 因此何清很费了一番精力和功夫去教导孙老师。 一方面要让他了解整个计划的细节, 另一方面又要培养他正确的应付态度, 既不可以畏惑, 更不可以掉以轻心。 等将整个情况弄清楚, 孙老师才发觉自己遇到了生平最艰巨最棘手的一个局面, 心里自不免切切地缺乏自信, 但想到这件事关重大, 而且慷慨言之在先, 只有硬着头皮去挑这副异常吃力的担子。 于是到了第二天, 就以鼠里数千宪令的资格座堂, 提出魏虎来问了些跟案情并没有太大关系的细节, 顺便宣布, 寻案忽然重病, 暂停问案, 被告还押, 一干人证暂且吃回, 但需要随时听后传唤, 切切不可以走远了。 经理派来的太监道歉, 事先有前一站的滚单通知, 奉旨查案的太监名字叫做秦一鸣, 随带小太监和东厂的教卫各四名, 在宿迁有多日沟流, 需准备宽敞的公馆。 显然的, 说要在宿迁有多日沟流, 是因为刘天明在这里的缘故。 贤旨而来的太监的名字传说有误, 但是秦一鸣此行, 专为对付刘天明而来, 似乎传说是被证实了。 头一个就是难题啊, 滚单上说, 要准备宽敞的公馆, 我就觉得不妥。 第一, 民知民高, 须当爱惜。 第二, 太周到了, 好像有点巴结他似的, 只怕越助长了他的嚣张之气。 听了孙老师的说话, 何清很直率地说, 不然, 围棋尽了礼遇, 公式上跟他应征, 才显得不是故意跟他为难。 再说, 他是奉旨来的, 就是钦差的身份, 应该尊重。 至于多花些公款, 只要把事情办通也值得, 不会有人说闲话的。 你如此说道也罢了, 如今要赶快通知刘大人, 请他闭一闭, 刘大人已经搬了, 搬在里面。 你不要告诉我, 不要告诉我, 孙老师用手连忙阻止了何清的说话, 我是不知道的好。 何清愕然, 怎么样想也想不明白。 大老爷, 您怎么可以不知道暗怨大人的下落呢? 为什么要知道? 我有自知之明, 只要秦一鸣逼得紧了, 我没法不说, 索性不知道, 就让他逼死我也没有用。 何清暗暗地叹了口气, 哎呀, 怎么世上有这样懦弱的官啊? 大老爷, 你老胆子这样子小, 这出戏怕有点唱不下去了。 不不不不, 我的胆子大的时候很大, 你放心, 不会误实。 话虽如此, 何清又怎么放得下心呢? 尤其是听说来查案的那个太监, 外号鬼见仇, 更觉得忧心忡忡, 怕孙老师应付不了, 那就输了面子, 又输了理子, 全盘尽末。 这个时候林鼎就劝慰他说了, 嘿, 老何, 你也不必过于患得患失, 愁得觉都睡不着, 那就真的要输了。 你跟孙大老爷算是打头阵, 万一接不下来, 还有我家大人跟我们弟兄呢? 听得这话, 何清略觉心宽。 他就说了, 事已如此, 唯有尽人事听天命, 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是, 监视魏家, 请两位千万不可放松啊。 各位, 鬼见仇终于来了, 鬼见仇的容貌, 一望而知, 是属于阴险的一路, 太监们宝石终日, 无所用心, 长飘得居多, 而这鬼见仇瘦呱呱的一张脸, 棱棱角角, 锋芒毕露, 真是俗语所说的, 面无四两肉, 看上去啊, 只是一张皮包着一副骨头, 孙老师在街关亭那儿见礼, 见那鬼见仇, 腰记着无花的素银带, 官符上是直径一寸的杂花, 孙老师知道品级相等, 就以品礼相见, 口中就说了, 啊, 那样辛苦, 请里面带茶, 那个鬼见仇瞎瞇斜着眼睛问他, 足下何人呢? 毕姓孙, 鼠里肃签县令, 鼠里? 我出京的时候, 行文历部问起肃签县令的职名, 倒是姓张, 哪里出来一个姓孙的书联? 这鬼见仇的一副派头, 倒像是个入阁败向的大学士, 令人迟冷, 孙老师一下子发了舒呆子脾气, 仰着脸, 硬着脖子答了, 你要见姓张的也容易, 他贪污有据, 如今被暗怨派人看管着, 你要见他, 我派人领了你去, 听得这话, 鬼见仇的脸色一发的阴森可怕, 连连冷笑, 呵呵, 暗怨, 刘天明也太跋扈了, 我倒请问, 他人呢? 暗怨刘大人冒暑寻行日夜辛劳, 如今病倒了, 正在严一调治, 你可知道, 我是奉旨暗闻, 官房严密, 公馆可曾备下, 此人预备了, 前线的滚蛋下来, 说预备的公馆, 要大要宽敞, 大概可以让内向满意, 听到这儿, 鬼见仇的脸色, 这时候稍微缓和了些, 那就请引路, 到了下处, 我们再细谈公事, 孙老师不作声, 掉头在前引路, 不一会儿到了公馆, 由何清上下招待, 孙老师抽空六回衙门, 到的傍晚, 只见门上匆匆来报, 说钦差太监来拜访了, 主客之礼不可不顾, 孙老师随即全副公服, 开中门将鬼见仇给迎了进来, 在花厅落座, 行过了礼, 孙老师就问, 那项剑坊有何指教? 我来问刘荀岸的下落, 到底住在何处? 这样子行踪隐秘, 旁人又这样子的会莫如深, 莫非真有什么隐情不成? 啊? 隐情? 孙老师抬眼看到, 在鬼见仇身后, 仿佛在执意伺候的何卿, 他微微摇头, 于是孙老师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暗怨有何隐情? 我不知道。 鬼见仇所说的隐情, 也指孙老师有牵连, 听他这样回答就冷笑了, 嘿嘿, 嘿嘿, 这隐情, 莫非身当歧视的都不知道, 啊? 谁身当歧视? 啊? 看孙老师有些装糊涂的样子, 鬼见仇不客气了, 我说的就是足下, 刘寻暗不知为什么躲了起来, 你又帮他隐瞒行踪, 你能不知道其中的隐情吗? 啊? 我确实不知道, 也谈不到帮他隐瞒, 我可以发誓给你听, 如果我知道暗怨此刻在何处, 叫我伸手异处神人供给, 嘿呀, 发到这样血淋淋的重咒, 鬼见仇可真是发仇了, 但乐坏了何清? 不想孙老师看来窝囊, 而这份窝囊恰恰对症发药, 专治鬼见仇的阴险凌厉, 见到鬼见仇自己生闷气的阴郁脸色, 他跟孙老师毫不在乎的神情, 他觉得可以放心了, 孙老师不但已经能够招架, 而且还能够向前迈步了, 呃, 请问那项, 这样子急着密暗院, 究竟为了何事? 我还有只要宣租下身为地方官, 何能连寻暗的行踪都不知的? 呃, 我有个说法, 啊, 第一, 我这个地方官是暂时处理的, 说实话, 只光身一个人来到县衙, 什么都不清楚, 第二, 暗院住鲁宿庙, 官房严密, 有时微服私访, 他的行踪, 我也不便过问, 也不敢问, 孙老师这第二点答得非常的好, 解释了他不知道刘天明行踪的理由, 毫不牵强, 鬼剑筹有些信, 烦躁地说, 那么, 我闲止而来, 该怎么办呢? 呵呵, 那样厉害的一个人, 说出这样没气力的话来, 连孙老师都知道, 自己占了上风, 把他摆布的动弹不得了, 因而信心大增, 思路也灵敏了, 哪向闲止而来, 自然是公事, 既是公事, 我也不能绣手, 再说, 接纸遇到特殊情形, 也可以变通办理, 何妨跟我说说, 你能带刘寻乱接纸吗? 这一问, 孙老师要考虑了, 通常降纸沉下, 而接纸的人身软重病, 有两种处置的办法, 一种是皇帝的恩旨, 必须得到本人的知悉, 就算在病榻宣旨, 当事人把头, 伏在枕头上作为磕头, 再有一种是由亲族带接, 孙老师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作为刘天明的亲族, 他偶尔抬眼, 发现何清微微点头, 孙老师解决了难题了, 顿感轻松, 立即就大声说, 我替暗怨待接就是, 接纸就得沉舍相按, 何清的动作很快, 顺手就端来一张高脚茶几, 一面喊着, 快拿香炉来, 何清的话声未落, 鬼见仇连忙咬手阻止, 慢,慢, 这个纸不是这么个接法, 孙老师听了愕然了, 就问了, 啊,该怎么接, 你替刘寻案接纸, 就得替刘寻案办事, 担责任这一层足下, 先要弄明白了, 孙老师心里想, 早就明白了, 于是就点点头说了, 理所当然, 好, 那么我把旨意告诉你, 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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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现在轮到孙老师听出的话中有蹊跷, 请问那项到底是圣旨不是, 皇上的意思你说是圣旨不是, 是的, 那就行了, 鬼见仇从随带的护书中, 拿出了一封帖子, 递了给孙老师说, 你看, 孙老师最大的本事, 就是一目十行, 所以接过来略微一看, 就已经记得, 还却特意的做作, 啊, 何清, 何清, 我的眼力不济, 你来帮忙我看一看, 这是孙老师求援的暗示, 何清当然明白, 看完了之后就说了, 为大老爷的话, 这是司礼间奉旨, 查验先皇御赐案院刘大人的上方宝剑, 司礼间通知这位公公来查验的公事, 是圣旨不是, 不是, 怎么, 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竟敢说不是圣旨, 怎么是圣旨, 虽说是皇上的意思, 但降旨给司礼间, 不是降旨给暗怨, 也不是降旨给公公您, 中间隔着好几层呢, 各位, 其实只要出于圣上的意思, 就是亲命暗箭, 怎么不算圣旨呢, 事礼应该照办的一件事, 只是鬼见仇, 故弄玄虚, 想以声势压人, 结果被驳得哑口无言, 因而折了锐气, 反倒弄巧成捉了, 那么, 你们是不是, 替暗怨担责任呢, 不知道是什么责任, 能担当然担, 上方宝剑, 拿出来查验, 拿不出来, 原来是这个责任, 上方宝剑供在暗怨刑馆, 昨天我还看见的, 不过那一项不能拿给你, 为什么, 上方宝剑先黄欲赐, 又不是寻常一把剑, 怎么能随便拿来拿去, 再说, 也不能查验, 除了皇上, 谁也不敢查验遇刺之物, 这番义正词言, 咄咄逼人的指责, 将鬼见愁的气焰又折了一大截, 脸色就很难看, 何清心里想, 孙老师这一天的言语啊, 真是如有神助, 料他自己也一定很得意, 但是得意容易忘形, 不知收敛就会激出意外, 不可不防, 念头转到这儿, 随声就说了, 啊, 这位公公, 今天安马劳顿, 而且天色也晚了, 暂请休息, 明天一早到鲁肃庙去掺养上方宝剑, 不知尊义以为可否, 鬼见愁也很见机, 见何清打圆场, 虽觉小小的一名书伴, 也来插嘴整个不成体统, 然而, 毕竟是有个台阶可以下来, 面子不至于撕得太破, 这已是件求之不得的事, 于是他仍旧唬着脸说, 好, 明天一早, 鲁肃庙瞻仰上方宝剑, 说罢, 调身就走, 何清向孙老师努了努嘴, 示意孙老师以礼相待, 送到大唐滴水盐前, 鬼见愁, 头也不回, 有两名小太监, 四名教卫簇拥着, 扬长而去, 第一关是过去了, 而且也占了上风, 但重头戏还在后面, 孙老师当夜又召集何清跟林鼎, 理状图密谈, 先研究情势, 再商量对策, 林鼎首先提出疑问, 有一点先要弄清楚, 上方宝剑遗师刘大人承奏报过的, 何以鬼见愁的公式上没有提到呢, 这件事就只有熟悉律立暗读的何清才能够解释了, 他说, 这有两种情况, 第一, 刘大人奏报上方宝剑遗师的咒书, 没有发到私礼监, 或者, 私礼监记不得有这回事了, 第二, 是故意装作, 不知道刘大人曾奏报失剑, 因为既知遗师, 又来查什么呢, 验什么呢,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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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老师这个时候领会了, 他又说了, 如果已经知道剑遗师了, 则查见之举, 师出无名, 林鼎这个时候又急着发问, 那他那面的情形我懂了, 我们这方面呢, 也应该自圆其说, 明明已经奏报一诗, 何以此刻又出现了呢, 那是以后的事, 只要把真剑找到一时权宜之计, 皇上一定体谅, 就算刘大人自处, 也不会太重的, 对, 如今只要把这真剑找到, 其他都非所记了, 各位, 故事下来是怎样发展的呢, 请大家下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经理来的太监, 鬼剑酬秦一鸣, 逼着孙老师第二天到鲁宿庙 去检查上方宝剑的真假, 这个时候, 孙老师、林鼎、李壮图、 何清四个人赶紧商议, 将第二天一早, 鬼剑酬到了鲁宿庙以后, 可能会发生的事, 先想了一遍, 依照何清原定的计划, 改正了几个细节, 都觉得顾虑周祥, 虽非万无一失, 但是至少也有七八分的把握, 可以过关。 可是, 哪知到了第二天, 事情有了变化? 当何清去见鬼剑酬的时候, 他表示身子不舒服, 要休息一天再说, 可是刑管中人却说鬼剑酬毫无异状, 派去的厨子是何清的远房表弟, 更说鬼剑酬大吃大喝, 饮食比谁都多, 这就很明白了, 鬼剑酬是有意不去鲁宿庙, 本来急如星火, 仿佛及时就要厌见, 但是临时之际却又退缩, 是什么原因呢? 困惑的何清, 感到这不是好兆痛, 立即翻回鲁宿庙, 孙老师跟邻里两个人, 看见他单身回来, 形色也相当的张黄, 都不知道什么回事, 彼此目与警戒, 随着和清到隐秘的地方去密谈, 听霸经过, 邻鼎首先就开口了, 啊, 要打听, 好在行馆中都是我们的人, 总有什么迹象可以看出来, 如今最要紧的是, 看有什么人进出, 是啊, 这鬼剑酬秦一鸣, 既是卫虎招来的鬼, 想来该有联络, 这一点务必要弄清楚, 公然来往是不敢的, 要防他暗中传递书信, 慢来, 慢来, 我们从头研究, 孙老师, 到底是两榜尽世出身, 看人料是有时或不免于阔, 但却是正本清源之计, 像这件事实在是非从根上去探究不可, 所以大家都注了口, 听他的意见, 我想, 秦一鸣忽然打退堂鼓, 必是由于昨天一到的遭遇, 出乎他的意外, 第一, 他总以为, 一说奉旨查见, 我们一定会惊慌失措, 但是, 我们却不是这样, 第二, 他既是来查见, 忽然又不查了, 当然是因为已经了解到, 查见两个字已经构不成威胁, 换句话说, 他已经知道, 查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哦, 于是乎, 就要另想足以成为威胁的招数了, 是啊, 他以为我们害怕见是假的, 谁知居然不怕, 既然我们不怕以假作真, 就要另找一样我们所怕的花样, 是啊, 这个时候, 忽然悟到了些什么的和亲就说了, 看来孙大老爷的顾虑到真有道理了, 你是说, 拿刘大人曾奏报事件这件事来做文章, 李状图这样一说, 无不恍然大悟, 也无不同意, 秦一鸣看见以假作真无计可施, 必然质问宝剑既然没有, 又突然间有,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事情弄清楚了, 必定是这样, 我们该怎么说呢? 孙老师这个时候也没什么主意, 没有第二个说法了, 只说又找到了, 林鼎对这个倒是非常的决断, 对, 我也认为只有这么一个说法, 你呢? 孙老师问李状图了, 除此以外, 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解释, 大家都这么说, 我也只好这么说, 就不知道这个谎, 怎么才能够撒得圆? 细细地想来, 事实上也非做这个失而复得的说法不可, 因为唯有这样, 才能够回到和清原定的步骤上来, 整个事态不过多了一层曲折, 结果还是不变, 商量已定, 以义代劳, 四个人的心境都大不相同。 当然, 行馆的动态是绝不能够放松的, 到夜来, 汇集了几方面来的报告, 没有发现魏虎和秦一鸣已经搭上线的迹象, 只有一名教尾从北面而来骑马急奔, 想来是有紧急的书信送来。 真的, 这是没有办法猜测的事, 只有置之度外。 这是魏虎厉害的一招, 使得一条瞒天过海之际, 他居然能够在狱中指挥, 派人通知赵世龙在徐州作首, 居中联络, 秦一鸣要跟魏虎通信, 他先送到徐州, 再从徐州送回肃签, 这样的魏虎也是这样办。 所不同的只有一点, 就是秦一鸣来送信的, 是预先派在徐州待命的东厂教尉, 而送信给魏虎的是赵世龙自己的亲信。 这样做法自然费事, 但是连和清都可以瞒过了, 十分稳妥。 秦一鸣之所以不到鲁肃庙查见, 是因为孙老师说的那样的斩钉截铁, 不像是尸箭的模样, 他感到万分的困扰, 特意前一天连夜派人送信给赵世龙查问究竟, 这个时候复信到了, 除了断定鲁肃庙所供的是一把假箭以外, 还教了秦一鸣一套说法。 到了下一天, 秦一鸣没有到鲁肃庙去, 却到了数千县的衙门, 孙老师本来在鲁肃庙等待, 得到通知由何清陪着回到县衙去相见。 昨天接到经中的文书, 有件奇怪的事儿, 要向贵县请教, 不敢, 不知是何其事。 文书中说, 刘荀案曾有奏报, 说遇刺上方宝剑居然失窃了, 所以又交了一桩差事给我, 命我彻查失见详情。 果不其然, 还是拿这个漏洞为题目, 孙老师心里想, 下一步一定会查问, 上方宝剑既然已经遗失, 那么在鲁肃庙中所供的那把剑, 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必等他出口问了, 孙老师于是说, 好交内向得知, 上方宝剑曾经被盗, 却有其事, 不过已经找回来了。 这个回答大出秦一鸣的意外, 而且看孙老师神态从容, 丝毫不像撒谎的模样, 越觉困惑, 那竟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说了。 想了好一会儿, 秦一鸣这才问, 是哪一天找回来的? 哦, 好几天了, 是怎么找回来的呢? 哟, 孙老师不慌不忙地说, 其实不是找回来的, 是有人自己送回来的。 大概盗剑的人, 知道上方宝剑盗了去, 既不能变卖又不能使用, 藏在家里反倒是个祸水, 所以悄悄地给送了回来。 鬼见仇秦一鸣开始发觉, 所见所闻都出乎常理常情, 而最不可解的是, 对方好像完全无视乎宦官的势力。 那个孙老师莫测高深, 而又带点书呆子的味道, 虽然不知道他何所适而敢这样, 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如果用势力压他, 绝不会屈服, 压力欲重, 反抗欲大。 当然, 势力只要够, 一样无坚不摧。 但是宦官的势力, 只有在经里才施展得开, 到了这里, 唯有用虚声恫吓, 下不住不如实相为妙。 秦一鸣这样一想, 得之而后快的决心是添了几分, 反倒浮躁之气却是减了几分。 冷静地思考下来, 觉得刘天明这一面, 情理上交代不过去的地方很多, 抽丝包茧, 一层层搏得他无话可说, 那个时候再运用势力, 就可以得心应手了。 打定了主意, 态度一变。 我一路而来, 却听说流行案除暴安良, 颇得民心, 不过公是公, 罪是罪, 将公折罪免于处分, 为皇上有此大权。 只有我, 此来并未奉旨, 考察流行案的政绩, 只是来考察上方宝剑, 现在又奉心命, 彻查上方宝剑失落的经过。 谁知上方宝剑说是失而复得, 而失是怎么失, 得是怎么得, 一概不知。 四子情事过于理切, 请贵献替我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我回京, 怎么交差复命啊? 这番平心静气的诉说, 孙老师颇感意外, 何清也觉得棘手。 正在为难的当儿, 突然有一个人大踏步地 闯了进来, 很鲁莽地问, 孙大老爷, 秦公公要来看见, 已经伺候多时, 到底来不来看, 请吩咐下来, 免得大家哭哭等待。 哈哈, 原来这个是林鼎, 眼看事成僵局, 于是学起了张飞闯障的行径, 来替孙老师解围。 何清等他一开口就知道来意, 所以马上回应着说, 请大老爷陪着秦公公看见吧, 看到了上方宝剑, 秦公公自然可以交差复命了。 不错, 不错, 孙老师也领悟了, 拱一拱手说, 内向, 请, 一切都等到了鲁宿庙, 看了上方宝剑再说, 如何? 好, 正该如此。 于是, 孙老师跟秦一鸣两个人都上了马, 直奔鲁宿庙而去, 临顶抄近路先赶了回去, 将经过情形告诉了坐手的李状图, 各怀小心, 谨慎应付。 秦一鸣孙老师两个人到了庙中, 蜡烛火已经点燃了起来, 静电仰望, 看见神龛前面已经遮了一张红布幕, 布幕面前一座去了轿子木杠的龙亭, 其中供着一把制作精美的宝剑, 而且尺寸特大, 入眼令人起敬, 秦一鸣倒真有些困惑了。 这个时候, 孙老师已经有了动作, 他神态庄严地往上就拜, 三跪九寇之后, 站起来退在一边, 他是静待秦一鸣行礼, 礼事造型了, 但是秦一鸣站起来却不看见, 原来一路上想了又想, 他觉得还是应该先问一问为妙啊, 请借一步说话, 我还有几件事要请教。 忽然鸣刮了, 孙老师看了何清一言, 答一声, 好, 请过来。 这上方宝剑的离奇行踪, 如何失去, 如何复得, 来龙去脉, 非弄清楚不可。 仍就是这一个问题, 问得孙老师很伤脑筋, 皱起眉头, 细想答语, 但是有个旁观者, 心得何清在? 看出秦一鸣改变的策略, 心想言多必失, 何况这本来就是一件破绽百出的事, 真应了一句俗语说, 若要盘驳, 性命交托, 孙老师绝不可以跟他细谈细讲, 于是他就咳嗽了一声, 微微地摇了摇头, 孙老师当然会议, 慢吞吞地回答秦一鸣啊, 这上方宝剑的诗是如何诗, 要问刘寻岸, 得是如何得, 我刚才说过了, 这两句话听来乏味, 但却是能够将秦一鸣画风中的尽道 来个四两拨千斤, 轻轻意义地就卸掉了, 何清不由地暗中好笑, 原来老实无用的人也有用处, 疑于用来对付锋芒碧露露的人, 秦一鸣真的正住了, 原以为孙老师必有辩解, 便好抓住他的错处, 一层一层逼得他开不得口, 不想所得到的答复是如此差劲, 软硬两不受, 倒真有点伤脑筋了, 到他, 那么, 赵贵县所说, 我该怎么彻查 事件得见的经过呢? 这是个难题, 以捉见常言说得好, 事缓则缘, 那一项先耐耐心, 等刘荀案病好了, 当面细问, 不就都清楚了吗? 贵县能说带刘荀案担当, 这就是担当吗? 那一项要查事件得见的经过, 我并没有表示能带刘荀案担当啊。 此外呢? 此外? 是指查看保健那件事? 是啊, 这我说过, 我有担当。 你的担当是什么呢? 是唐有书师, 甘与刘荀案同罪, 这话当真, 当真。 孙老师加重了语气说, 我说了的话, 绝不赖。 好, 此事前后之礼, 情节诸多不符, 我倒要查看一下, 上方宝剑是真是假。 什么? 那项, 你说供在外面的是吧, 假的上方宝剑? 很可疑。 很可疑。 这就不对了。 那项先存了成见在心里, 真的也变成假的了。 真是真假是假, 我不能以真为假, 你可以别指望能够以假作真。 这个时候, 孙老师故意偏着头想了一会儿说, 好, 我陪那项去看个明白, 我倒真想不懂, 怎么能以真为假。 于是, 和清引路, 孙老师陪着秦一鸣, 又再来到大殿, 只见到临顶, 李壮图两个人, 以及县衙门的差役等人, 一字排开, 肃然的传音, 这是战班致敬, 但也等于示威, 好替孙老师壮胆。 见到这样的光景, 孙老师便从容不迫地喊啊, 林顶, 李壮图, 在! 林李两个人齐声洪亮地答应, 嗓音十分地清晰, 秦内相奉司礼监之命, 来此查看上方宝剑, 你们俩好生把剑请下来。 是! 随着这一生, 预先备好的一张小条桌, 被抬了过来, 放在正中, 铺上黄布, 以便放置宝剑。 林顶上前先行了礼, 然后双手伸进龙亭, 将宝剑抱了下来, 恭恭敬敬地横置在条桌上。 孙老师摆一摆手就说, 内下请查看。 秦一鸣点点头, 可是脚下不动, 却先开口。 请跪线派人将条桌抬到廊上, 容我细看。 于是, 连键带条桌抬出殿外, 秦一鸣走到桌子的后面, 正弯身细看, 没想到孙老师发言阻拦了。 内下, 此处不是内向一站之处。 这个指摘是无法辩驳的, 因为秦一鸣他站的位置是在上方宝剑之上, 是很显然地超越了对皇帝的礼节。 但是光线从前面而来, 非要站在桌子的后面, 朝南方向才看得清楚。 面南朝北, 自己的身子先就挡住了光线, 如何看得清楚。 于是, 条桌又在搬。 索性搬到天井正中, 光线是够亮了, 但是由于剑鞘插得非常的亮, 剑坝上镶嵌的各种宝石, 闪光耀眼, 五色迷目, 反而又不大看得清楚。 唉, 秦一鸣无奈, 只好用手遮着直射的阳光, 慢慢地从头看到底, 看了一面, 看了一面再看一面, 看完了, 抬起头来, 面有德色, 可以上面没有预测的字样? 本来就没有啊。 孙老师接口就答, 面无表情。 秦一鸣, 秦一鸣愣了一愣, 想出一句话来驳他, 你怎么知道本来没有? 是听暗怨所说, 不对, 真见必犹豫赐字样, 不见得请内向举证。 正确在里部, 那就说不清楚了, 我倒有个法子, 可以验见的真假, 真见乃是宝见, 削铁如泥, 内向何妨事上一事? 秦一鸣听了不置可否, 主要是因为他对真见是否具有这样的性能也并不清楚, 何况即使真见具有削铁如泥的性能, 但是具有这种性能的剑并不一定就是亲赐的上方宝剑呢? 内向军意如何? 孙老师又逼了他一下, 各位, 鬼剑酬秦一鸣又会如何反驳呢? 请各位下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志为播讲的传奇故事《铁面玉石》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听!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孙老师陪着太监鬼剑酬秦一鸣, 到鲁肃庙检验上方宝剑是真是假 由于鬼剑仇对剑的真假也没有把握 只好在语言上找漏洞 孙老师却逼着他试验宝剑是不是削铁如泥 秦一鸣一直推脱着 孙老师的脸色却沉下来 那一下 有何止叫 听得孙老师语气中的冷声 秦一鸣内心一震 连忙向孙老师望过去 孙老师整了整神色 又咳嗽了一声 轻轻喉咙 然后才向秦一鸣拱拱手 内向是为鉴定上方宝剑真假而来 是啊 咱家条条条条迁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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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咱家虽是见过几次,但是十日已久,有些地方已经不太记得了。 鬼见仇琴一鸣听出了对方口气的严重性,不得不打起精神,圆滑地敷衍着。 这个时候,孙老师的神情更为的严厉,那项这话应该是在寿命之初,就像圣上禀明,现在说这话似乎已经太晚了。 话是不错,但是口气太叫人受不了,秦一鸣干脆也沉下了脸,准备在这上面做文章了,因此他将脸一沉,也摆出一副怒容来。 阁下的意思是认为咱家不够资格,啊? 孙老师哪里会上他这个圈套,笑了笑,那项是朝廷委派,这够不够资格,学生无权说话。 接着孙老师又说了,那项既然无法做一个明确的甄别,回朝恐怕也无法复旨吧,这的确是很严重。 秦一鸣指得放缓了那个语气。 是,是,多诚指教,尚齐孙先生有以教我。 孙老师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学生以为内向若没有更好的办法,还是照先前所说的,一试见风,已变真假。 秦一鸣也觉得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方法,但他的心机也很深,心想,上方宝剑不真,的确是真事。 但是孙老师明知道是假剑,却一再提出一试风利与否的剑意。 不外是有两种想法,一种是故意把话说得硬,作用是想吓唬人。 再者是把这把剑虽假,却假得好,故而有恃无恐。 秦一鸣认为这容易试得出来,如果是想吓唬人,而人家不被他吓到,则吓唬人的人就会色力内人变得脸色。 于是他就点脸头说,当然要是,而且要好好地试一试。 他一面说,一面偷偷地打亮左右,只见孙老师和亲临顶李壮图的脸上,都很平静。 其余的差异人等,都张大了眼睛,一副急着看热闹的表情。 秦一鸣可以意会得到,有的是要看他如何释法,有的则是想看看上方宝剑是什么个样子而已。 这样想着,他已经伸出手来,将剑拔了出来,寒光闪闪,逼人毛发。 这样锋利的兵器在手,孙老师跟和亲未免胆寒了,不自觉地退了一步。 当时林顶和李壮图仍然保持着平静。 秦一鸣持剑在手,心中却愁愁着,因为一时之间真的还是想不出什么法子可以试剑。 好在他有个随从,小零碎鬼花样最多,秦一鸣到了没法子的时候总要找他。 秦一鸣是二十来岁的小太监,等他闪身出来,秦一鸣就问他,你会事件不会,秦一鸣不能说不会,但实在是不会。 他略想一想才回答,这还用得找你老亲自动手吗? 小太监说着,手指向林顶和李壮图两个人,不是有县城有练武的把势将在这里吗? 林顶还好,李壮图一听他,把他叫做把势将不由的心里冒火,念头一转,记上心来,毫不考虑的就踏出来,公身的说道,李壮图后悔。 好,就看你试一试,说着秦一鸣把手上的剑递了过去。 李壮图恭恭敬敬地双手接住,先把剑横置在条桌上,然后招招手,把他带在身边的小厮找来,吩咐他说。 庙前有个剑头的担子,你跟他却要一扭脚下来的头发,不可以太短。 那个小丝答应着就飞奔而去。 李壮图于是又将剑拿到手中,割下一副衣襟,先把剑从把手到剑间很慢很周到的擦拭。 然后就说一声,请秦公公细听。 说完,将拇指扣着中指,轻轻一弹,只听得撑的一声,有如双弦出发,他的雨响嗡嗡然,朕仿佛是大海龙吟,似有若无,令人意远。 好剑,要找这么一把剑还真不容易。 孙老师脱口由衷地赞了一声,嗨呀,这话露了马脚。 秦一鸣越发深信不疑,上方宝剑绝没有师而复得,只不知道从何处找来了这么一把能够冒充得过的好剑而已。 然而他不知道,原来孙老师的这句话是何清的设计,欲勤故纵,有意露口风给他。 他只是认定了假的,就会专从找作伪的证据来着眼,因而对事件的结果就会格外留意。 这个时候,李状图的小丝已经找来了些脚下来的碎头发,寸把长的一撮,是一剪刀剪下来的,粘附在一块儿,虽脆而不乱。 李状图用右手三根指头捏住那些头发,左手持剑平端着,有意无意地取了个跟猪脊面对面的部位,然后将三指捏住的那一撮头发,靠近那个剑的润口,说了一声,看仔细了。 他,雨声俘落,一口气从丹田中喷出,一撮头发碰上了剑刃,断尾两截,纷纷飞舞。 睁大的眼睛在看着朱细发觉不妙,马上急忙退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好些碎头发被吹进了他的眼中,痛不可当,他眼着脸逃开,吃了个大大的苦头。 孙老师恍然大悟,惊喜地说,嗨呀,怪不得形容利剑,叫做吹毛断发,原来国有其事。 秦公公,吹毛断发不足为奇,要削铁如泥才真的是好剑,若非如此,这把剑就不切实用了。 削铁如泥这句话听过,却未见过。 秦一鸣倒是有些不信,真能削铁如泥,自然。 如果削不下来呢,削不下来,便是硬碰硬,非搞个缺口不可。 欲赐的剑,如果搞个缺口,就是损毁了法物,这罪可非常大。 秦一鸣心里好不欢喜,是,是,是真的,上方宝剑一定没有对头。 何清已经看出,秦一鸣不怀好意,巴不得在剑上搞出个缺口来。 他怕李状图会上当,就插嘴了,宝剑不比士兵用的大砍刀,不是在阵前当兵器用的,只好偶依为之。 何清这个话,李状图是会议。 所以他也说了,是的,虽说削铁如泥,用的次数多了,刀口也会受伤,只是一次好了。 自然。 秦一鸣知道鬼谋已经被识破,别人不会再上当,倒只好落得大方。 怎么叫识呢?自然识一次。 于是李状图举手吩咐小丝,来啊,把事件的铁条取上来。 小丝答应了,乘上一支通火用的细铁条,不过才比麦杆略粗一点。 小丝还故意在地上拖得叮当直响,表示这是货真价实的铁条,要交给李状图。 李状图却指一指秦一鸣,宣称给公公过目,证实之后才能用来试剑。 这个小丝很乖巧,走到秦一鸣的面前跪了下来,双手捧上那根铁条,公公静静地说,请公公过目。 秦一鸣拿起了那根铁条,熬一熬,倒还很润,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搬得弯了一点儿。 于是他装模这样的,就先轻哼了一声,哼,铁条倒是一根铁条,只不过太细了一点儿,像这么一根东西,何必要宝剑呢? 寻长刀剑也一样能砍断的吧? 刚才被李状图吃了一眼碎发的朱迹,满怀不甘,这个时候也趁机会上前了。 公公,这根铁条还用得着用刀吗?小的一肉掌也能把它砍断咯。 朱迹有多大的本事啊? 从刚才事件断发的时候,李状图已经是了然于胸。 假如这是一根粗铸成的铁条,的确是相当脆的,两头架空一掌下去,寻长人也能将它折断。 所以朱迹敢这样说,哪里知道李状图竟然微微一笑。 壮想能有如此的功力,倒是请亮一下,给我们开开眼界了。 其实秦一鸣听了这话 心中有点狐疑 看了朱继一眼 就意味深长的说 朱继 现在是试验上方保健真伪 不是叫你在这儿练靶 是胡闹 下去 嘴里在赤子 眼睛却在打暗号 朱继跟他久了 自然摸得清他的意思 秉公公 如果小的用肉掌都能斩断的东西 要何从去释出保健的锋利 出身内庭的小太监 除了心思灵活 还得口舌灵便 所以朱继这番话 倒是说得有条有理 连何清跟孙老师都不禁点头 这时候鬼剑酬秦一鸣含笑地问何清 何清在李状图的眼中 也得到了暗示 知道他必然有了安排 但是却不做肯定的回答 于是笑笑地说 这自然该由公公决断 秦一鸣含着头一派傲然 不然 咱家虽是奉旨来查验保健真伟的 但贵现实地方也该表示意见 何清也不会被他套上 公公身子就说了 下官位卑言清 只是来供公公驱策 一切当以公公为主 看来何清是不会有何担当的 秦一鸣才向朱继一摆手 那你就是一事 别把牛吹祸了 又招人笑话 连带着咱家也丢脸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一则表示 朱继是自己带来的人 朱继的一切 自己都可以替他担当 一则表示 如果朱继把铁条用手匹断了 就是你们存心想捣鬼唬人 咱家可没有这么好唬的 朱继得了指示 兴冲冲的拿起了铁条 吩咐拿来几块砖 两头架好 把铁条搁在中间 还装模作样的运了一下气 然后吐气开声 一掌 朝铁条的中间砍下来 每个人的心都随着他的手掌向下落去 只有理状图神色如旧 那根铁条并没有如朱继所想的 应手而折 只是弯下去一点 而朱继呢 却抱着手痛的几乎跳起来 眼泪在框中直转 要不是秦一鸣恶狠狠的盯着他 他很可能就大声的喊了出来 啊 秦一鸣的脸色的确很难看 冷冷的哼了一声 哼 没用的蠢菜 只会丢人现眼 朱继忍住了手掌上 火辣辣的疼痛 曲下一条腿 秦一鸣公公 这是小的一时没留神 掌落在砖头上 所以才没能砍断 做太监的耍赖皮 是一等一的天才 他明明是落掌在铁条中间 却偏偏赖到砖头上 大家都明白 却也没有人去说破他 秦一鸣 勉强地接受了这个解释 嗯了一声 那就再试一次 小心点 这次可看准了 朱继答应了一声 再度走到铁条的面前 却又犹豫了 他自己知道 刚才那一掌 是用了多大的劲 也知道没有落错部位 可是那韧性的铁条 传来的弹性也相当惊人 再来一下 加把劲固然可以 拼着再受一次最好了 但是 是否真能斩断这根铁条呢 要是铁条仍然不断 这个苦头就吃得太冤枉了 当内建的多半是具有一种爱占便宜 怕吃亏的性格 如朱继这样的人自然很难例外 所以他想了一下 回身又对秦一鸣打了个弓 朱继 你这兔崽子又在玩什么花样 秦一鸣脸上泛起了怒涩 他对这个手下有点不满 原本是因为他生性伶俐 鬼点子多 带出来可以做个帮手 哪知道这个小子当不得事物 尽干了些丢人现眼的事 启离公公 小的当才不小心把手给扭伤了 如果再试的话 手使不上劲 小的想 这是关朝廷事大 可不能儿戏啊 少废话 说你究竟想要怎么个样吧 是 公公 小的若是为了公公 就把这只手废了 也是应该的 就怕糊里糊涂的事上一下 使公公判断错误 小的可就罪该万死了 秦一鸣知道他又有什么鬼点子了 所以促着他说 咱家是奉旨出来查验宝剑的真伪 要是咱家落个不是 你这狗头也好不了去 是 所以小的认为应该用金事 金事 那又是怎么个事法啊 秦一鸣很高兴 小的朱继果然又有了新点子 所以追着问下去 所以追着问下去 金事就是小的用身边的刀 先在铁条上砍一下试试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呢 弄了半天感情还是这个搜主意呢 秦一鸣难以抑制失望 朱继却不慌不忙的笑着向前凑了凑 公公 小的这把刀只是普通防身之用 绝对不如宝剑的锋利 如果小的用刀也能砍断铁条 那就证明了这条铁条呢 并不能表示出宝剑的与众不同 公公以为如何 秦一鸣点点头 他本来就是觉得铁条太细 怕被人唬了去 而且他的目的是来验明上方宝剑的不真 回报后好纠置刘天明欺君之罪 只苦于自己出来的时候过于匆忙 没有把有关上方宝剑的一切详细资料了解清楚 叫人堵住了嘴 又不能说出自己不太清楚的话 所以任何能改变一下目前形势的提议 他都是极力赞成的 朱继虽然出了不少的小漏子 但是最后这句话却是大合他的心意 因此他含笑的问何清了 贵宪以为如何 何清已经从李壮读的眼中得到了暗示 自然是十分放心 自然是公公做主 秦一鸣冷冷的说 虽说是咱家做主 但也要叫大家口服心服啊 咱家现在要问贵宪的是朱继的这个办法有没有道理 朱继的话不能说是无理 何清只能够这样回答了 少相公职那内自然见多识广 好 贵宪也认为有道理 我们就可以照样子一事了 免得回头又有人说闲话呢 他这话是针对着孙老师而说的 这个绝老儿 每到重要的关头问他的话的时候 口风很紧 不落一句口实 但是有时却冒出一两句话 却能叫人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秦一鸣很想抓住机会给他点颜色瞧瞧 可是孙老师此刻竟然像是个涵养到了家 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 气得秦一鸣恨不得能给他一脚 各位 故事将如何发展下去呢 请下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志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心确作 这次可别丢人现眼 又弄个灰头土脸了 猪记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猪记打了个攻 答应下来 抽出自己的配刀 抽出自己的配刀 在李状图的面前晃了一晃 你可要试验看一下咱们家这口刀 回头别说它是什么宝刀啊 刀 虽然不是宝刀 却也是金刚所著 刀上一片寒光 李状图只看了一眼 微微一笑 事间哪得如许宝器 否则这欲刺上方宝剑就不值钱了 虽说上方宝剑的珍贵处并不在乎其利 但出于钦刺 总不能过于草草 让寻常的刀剑给比了下去吧 李状图言下之意 好像表示 上面供着的那柄宝剑 比这柄刀珍贵很多 朱记对这一点 一点并不争论 这时他倒是希望别人 对他的腰刀评价越低越好 所以朱记很高兴地指点头了 说的是 说的是 咱家的若一刀砍断了这根铁条 好 你就得换根粗底的铁条来 才能试剑了 这一次 朱记非常仔细 唯恐铁条悬空不易受力 特地把铁条平放在砖块上 然后双手举刀 用力地砍了下去 撑的一声 火星四箭 刀反弹上来 差一点跳脱了朱记的手去 可是 那条碗铁 仍然是好端端的横在砖块上 只是被砍的地方 凹了一条白白的割痕 反倒是朱记手上的刀 崩了一个黄豆大的缺口 这一来 朱记不禁直了眼 连秦一鸣都有点不相信 李壮图却笑笑地说 铁就是铁 不是每一把刀剑都能够削铁如泥的 公公现在对这根铁条的硬度 该是没有疑问的了 秦一鸣 再也没有可以挑剔的 只有恨恨地看了朱记一眼 朱记也自觉没趣 可是 他又实在难以甘心 沉思了一会儿 才急然地说 这只证明了我的刀 砍它不断 李壮图一听 笑了 当然 这根铁条就是用来试剑的 自然要把它砍断了 才能献出宝剑的锋利 和与众不同之处 秦一鸣哼了一声 不耐烦地用手一笔 别废话 试剑 李壮图答应了 公公公静静地走到铁条的面前 喵的一声 寒如秋水的剑锋再度出窍 可是 在他还没有举剑下坎的时候 诶 孙老师呼人开口了 且等一下 秦一鸣显得颇不耐烦 孙先生又有什么高明指教了 孙老师慢条思理地吹了一下他的胡须 然后才说了一声 指教不敢当 只是当学生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必须与此时提出来 看了孙老师那种慎重的态度 秦一鸣也感觉到此老的来意不善 心中先着实地做了一番防备 才慢慢地说 请先生鸣教 那一项 试才遵作试刀的时候 刀上绷了个缺口 那一项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只是一柄繁铁 自然无斩金之列 亲自上方宝剑 自非繁铁所能比 其吹毛可断 方才那一项已经面试过了 其力可知 但是 是否能聚 斩金之间 只是传闻而已 那一项以前 也没有试过吧 啊 秦一鸣听了很不高兴 亲自遇见失落的事 也不是常常发生的 孙老师不运不火地说 保歉在此 并无失落之事啊 但是有人告到经理 所以才派咱家前来检查 孙先生究竟有什么话 还请爽快地说了 啊 就是回头事件的时候 万一也崩了个缺口 这损坏盛气的责任 不知该由谁负责呢 这个 啊 事件之法是由你们提出的 总不能由咱家来付吧 啊 秦一鸣实在恼火 觉得这个老家伙实在可恶 在这个接骨眼上 他才冒出这个问题来 不是存心的导弹吗 不过这个问题 必须要解决 秦一鸣想了半天 终于又兴兴然地说了 如果保健是真的 就绝不会毁损 内向 这只是一个传言 究竟是否如此 却是无人能保证的 因此学生提出这个问题 万一盛气受损 即使学生等拍下胸膛来 怕也负不了责任 内向也不能说全无干系啊 这 先生的意思是要如何呢 学生 学生只是把后果的严重性提供给内向参考 究竟应该如何 哎呀 还是要内向做主了 秦一鸣啊 恨不得一拳朝孙老师打过去 但是他不可以啊 只有冷笑了一声 哼哼哼哼 一先生如此一说 这件就不必是了啊 呃 内向如果能够证明此件是真 自可不是啊 秦一鸣听了在心中暗笑 弄了半天 原来这老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 你们想在咱家面前要过个门 未免太瞧扁咱家了 秦一鸣的心中更为踏实了 他知道宝剑是假的 但是真剑何在却是个大问题 虽然凶有成竹 只是不到必要的时候 还是不用那一招 目前是等于无法确切的证明 他们拿出来的剑是假的 事件之说 是孙老师提出来的 当时的确也使秦一鸣为难了一阵 如果这柄剑真能斩铁如泥 那么要证明他假的 就得令废周章 或者还要动用那最后的一个绝招 不过能够用别的方法 才算是上策 吹毛可断 这把剑的锋利已经很清楚 现在要试的是他那削铁如泥的坚硬度 秦一鸣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个想法 认为孙老师是故意提出事件之法来唬人的 是以虚为实 以尽为退之法 现在再听孙老师的话 他心里就更有把握了 于是他故作 犹豫不决的呆了片刻 然后才郑重其事的说 事件时保健如有损缺 咱家愿负全责 这边香啊 孙老师听了 却慢调思理的说 那香啊 这口说无凭啊 秦一鸣有点火了 莫非还要咱家立下字句不成 孙老师这个时候 从袖口里摸出了一张字句 双手交给了秦一鸣 那香 姿势体大 学生唯恐有所失散 故而早已将一应注意的事项 写在这里 那香真肯负责 则不妨在这儿画个压 学生等就没有责任了 字句上写得很明白 内容无非也是要求在事件的时候 如果有损缺的时候 由谁负责的话 如果在平时 或是不知道那宝剑的真伪 谁也不敢在这一张字句上画压的 弄不好 这很可能会掉脑袋的呀 可是 看在秦一鸣的眼中 却是另一种想法 这分明是想搪塞过去 阻止事件之举 因此他冷冷的一笑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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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мат 고민 为人别无他常,就是小心。 秦一鸣在肚子里黯黯地诅咒着, 我叫你小心去,回头就有你好看的了。 他心里一面想,故意沉思了一会儿,才叹了口气, 哎,咱家既然是主旗式的,少不得,只有,担得些责任了。 他说完了,痛快地在那张字句上画上的鸭, 还亲自递给了孙老师,这时候还笑一鸣地说, 呵呵呵,孙先生,这下子总该没有什么周折了吧? 看了他的态度,大家心里都有数, 他早知道是假贱的了,所以才敢如此大胆地担待, 大家一方面为这个人的深沉感到吃惊, 另一方面,则经于卫虎,竟然如此神通广大, 以一名捕头,居然能够上通内沉,外通强厚, 众人更觉得卫虎不出的话, 更不知将要有多少人被害死了。 孙老师收下了字句, 含有深意地看了李壮图一眼, 意思是说,老夫的帮忙只能到此为止, 一切都要看你的了。 李壮图居然也十分沉着, 居然不动声色地过去, 恭恭敬敬地请下了上方宝剑, 然后把铁条放好, 高举起剑, 一剑斩了下来, 撑着一声清明, 那根铁条固然断为两截, 而且底下填着的砖头也被削成了两截, 铁条断开的地方有如刀销, 十分平整, 柯青跟孙老师都眉开眼笑, 连声叫好, 的确是好剑啊。 李壮图把剑双手捧着, 向前一攻身, 请恭恭验剑。 这一请啊, 其实是多余的, 谁都看得出来, 那剑锋仍然亮如秋水, 一点缺口都没有。 孙老师一脸的严肃, 撵着他的长须说了, 啊, 玉刺宝剑果然非同凡响, 学生倒是白担了半天心事。 他把秦一鸣画过鸭的纸具取了出来, 当面撕了, 秦一鸣的神色却很难看, 望着朱继似乎要他再想个什么点子出来。 朱继只好说了, 这把剑果然不错, 这把剑果然不错, 只是未必见得一定就是亲似的上方宝剑。 秦一鸣假装生气, 混账东西, 你先不开口, 这会儿又来说风凉话。 朱继连忙做了一个工, 公公, 小的话也不是胡说, 这只证明了这柄剑很锋利, 但不见得就是御赐的天下第一利剑。 秦一鸣故意嗷了一声。 那么你说该要如何才能证明呢? 这个, 小的一时还没有想到, 请公公宽限一天, 明日这个时候, 小的一定能想出办法来。 这可是你说的啊, 明天要是没有办法呢, 又推后天, 咱家可是有亡命在身, 没块儿跟你这样的泡蘑菇下去。 回公公的话, 明天要是没办法, 您就打断小的狗腿。 朱继似乎很有把握。 打断你的腿就行了, 耽误了一天, 要是还没个明白交代, 咱家要你的脑袋。 任凭公公处置好了。 于是秦一鸣向着何清跟孙老师威仪点头, 明天看着奴才搬出什么花样来。 秦一鸣也没有做明确的交代, 就带着朱继走了。 这边的何清跟孙老师, 却做了个会心的微笑, 李壮徒更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向何清跟孙老师拱了拱手。 多谢二位鼎力赐助, 在下带毕上向二位致谢了。 哪里哪里, 刘大人心在军国不必全市, 成奸出轨, 下官募受恩责多矣, 这是应该尽力的, 何况事情发生在本地, 下官只有对刘大人感到莫大的歉意。 跟着何清之后, 孙老师又笑了, 李护卫, 当朱继要求试刀的时候, 老朽真捏了一把汗啊, 看来他的那柄刀也相当锋利, 而你拿出来的这根铁条, 哎呦, 实在太细了。 李壮徒笑了笑说, 孙先生, 这根铁条是在下特选的。 哦, 哎, 这倒要请教了, 难道铁条上也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特殊之处是没有, 这只是一根普通的通火用的铁条, 从县衙门的厨房里拿来, 不同之处是它的用途, 因为每天都在烧得通红的煤炭中断烧, 热了又冷, 冷了又热, 早已经把前面的大半截, 锻炼成百炼金刚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何清大笑着说, 原来是这回事, 难怪那朱继震伤了手掌, 崩却了刀口, 也没有办法把它砍断了, 可是, 护卫最后用来事件, 却应手而断,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李壮徒笑了笑, 拿过斩断的铁条解释给他们听, 这握手的地方, 因为聚火比较远, 还没有受到断烧, 质地比较脆弱, 所以比较容易折断, 而在下找来的这把剑, 也较为坚力, 所以才应手而断, 真要砍前面的部分, 在下也不敢保证准能应手而断, 削铁如泥了。 经他这样的解释, 大家这才明白, 一面称赞李壮徒, 一面却又感慨着, 尤其是孙老师, 更是叹息了。 唉, 这个魏虎确实不得了, 居然能够交通到内庭宦官, 威胁到巡岸大员, 而他只是一个县的捕头, 这个人如果不出地方上日受其害将是永无天日了。 一旁的何卿听了, 也接着说, 孙先生说的是, 下官也申以此事为优啊, 无论如何, 邀请各位协助, 共除此害。 卫虎并不足够, 目前只要为了巡岸大人的上方宝剑失落的悬案未了, 只要此案结清, 请出上方宝剑, 立斩此奸诈之徒。 啊, 问题就在这里。 啊, 闭上失去了宝剑, 本来是极为秘密的事。 居然会传到经理, 派人前来检查, 可知道泄密的人, 一定就是偷剑的人, 也一定是跟卫虎有关。 孙老师皱皱眉头, 就说了, 虽然无等拒之此事, 但真见魏惑, 却又待何如呢? 毕上已经知道魏虎罪大恶极, 私设一品依科行之具, 鱼肉相礼, 决心不计任何后果, 必处此奸以安败姓。 啊, 这话听在何清的耳中, 虽然感到欣慰, 但也不无愧意, 可是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李状图指指指那柄剑就说了, 明天如果秦一鸣无法证明宝剑是假的, 毕上打算急用此剑, 先斩了魏虎以除害, 就怕他们真的有什么鬼办法找出剑上不实之处, 那就麻烦了。 这个时候, 李状图好像是意味深长, 又像是卖关子似的说, 好叫公主大人放下, 据余意怀测, 他们已经是前驴记桌, 大概玩不出什么花样了, 再说在下这柄剑上也不会有太多的毛病。 孙老师清了清喉咙才说, 李护卫, 不是老朽多嘴, 此剑虽利, 然而你我都知道, 他究竟不是真正的亲次遇见, 是若给他们找出什么破绽, 那可是非同小可啊。 哈哈哈哈, 孙先生大可放心, 即使被他们瞧出破绽, 先生与公主大人都未曾见识过真见, 无从真实, 在情在理, 都不会有太大的干联呢。 各位, 故事将会怎样的发展下去呢? 请大家到时再按时收听,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收听, 请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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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李壮图指指那把剑子说了 当毕上败剑寿命出巡之初,在下已经顾虑到霍孔宝剑有失,特地思肯一位助剑的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把剑的外形跟真剑大致相似,除非对真剑有详细认识的人,否则是极难辨别的。 所以秦一鸣今天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要想证明此剑非真,只有一个办法。 何清跟孙老师几乎是同时问出了口什么办法,可是李壮图却笑笑了,这正是在下希望他做的一件事。 哈哈,究竟是什么办法呢?李壮图显然无意说出来,孙老师跟何清自然也不便再问。 李壮图显得很忙,把那柄所谓上方宝剑收了起来以后,然后就匆匆地告辞走了。 何清跟孙老师谈了一下,而后孙老师也告辞走了,他对老童年倒是十分关切,立刻又去找了林鼎,再三地要求请见刘天明。 林鼎感到十分为难,孙老师却是很兼职,他说,林护卫,老朽与贵上的交情你是知道的。 我也不是一个趋炎贵上的交情,所以他发放四方寻暗御史来到碧处的时候,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不便去看他。 现在他有了困难,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忙,却因为适逢其会,不但参与其事,而且还有一些细节之处,一定要跟他说个明白。 另外,孙老师这么一开口,林鼎感到十分难以答复,支支吾吾的说,孙先生对壁上的古道热肠,壁上一直耿耿于怀,十分感激的,壁上也不是搭架子,实在是因为染患在身,无法见客,万请先生见良。 病情究竟如何呀,已经略有起色,只是身体很虚弱,四肢无力,还不能行动。 唉,我知道他得的是很重的病,但只要他不是立刻要死,明天他就一定要出来当面做个解决。 秦一鸣是由朝廷派出来的钦差,跪上一直避而不见,也不是一回事啊。 林鼎听了急忙就说,先生误会了,先生误会了,壁上的确是身患重量,而且大夫说,壁上的病有传染性,不宜会客,这是为大家的好。 孙老师听到这儿,却是有点不高兴。 老朽年欲半百,已经不在乎生死,为了老友,更不怕什么传染。 只是,既为同窗,就有正过劝善之责,不能献有于不义啊。 孙老师这句话是说重了,使得林鼎感到吃不消,太沉重了。 正带要辩解,孙老师忽然一摆手说,跪上的为人我很清楚。 我也相信,避不见面绝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不过我相信,他的确是病得很重,否则谁也无法叫他藏起来。 他一向勇于认识,绝不会因失禁而违避的。 是是是是,先生明鉴,壁上的确是病重。 但是明天,不管他生了什么病有多重,都要出来跟秦一鸣见面了。 在他没跟秦一鸣见面之前,我一定要先见到他,问明一些细节,才好决定明天如何为他尽力。 现在林护卫,无论如何要带我去见一见,假如我确知他是无法认识,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会替他担当起来。 但是,在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前,我是不会做什么表示的。 各位,孙老师的话,等于已经是摆明了。 林顶叹了一口气。 唉,孙先生,闭上对京中派遣钗来查证保健的事儿,详情还不知道。 因为他的病很厉害,我们不敢让他加身刺激啊。 这个时候,孙老师竟然把脸沉了下来。 林护卫,这是你们太过分了。 如此大事,岂是你们可以擅自做主的? 你们虽是一片好心,却是在害他。 。 从今你们要让我知道,我却不想来。 现在事情紧急,我必须要见到他。 我不知道你们如此是为了什么呀。 。 林顶一听孙老师这么说,觉得情态严重了。 只好说,孙老师,实不相瞒,对方也鬼得很。 很可能也在到处找寻壁上的下落。 万一被他们跟着去找到了。 壁上的性情,先生是知道的。 他一定会立刻承认保健失落的事,当场认罪, 那就什么也没有办法补救了。 嘿,这话说得非常好。 孙老师静静地想了一想。 想想也是,于是气总算是消了。 不过他还是坚持地说,今天事件的情形, 李护卫是否已经向你说过了? 还没有,他没来得及,就匆匆地布置了。 事件的经过究竟如何呢? 孙老师摇摇头说。 唉,今天算是搪塞过去了。 但是今天就要做个决定。 看看明天是怎么个样子。 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在保健真伪的甄别上很有把握。 所以,我才要求跟柜上见一面。 林鼎真的再也没有理由推脱了。 但是却也非常小心。 特地雇了一层轿子,让孙老师做了。 自己换了一身的便服,跟在轿子的后面。 大概走了两三里,才在一所精致的小别院的前面停了下来。 那是张木景的一所私人别业。 平时只有几个下人在照管着,果然是十分的隐秘。 大夫张木景,对刘天明倒是十分的尽心。 每天早晚都要来看事一遍。 而且亲自配药煎好了,服侍刘天明喝下了之后才离去。 刘天明在他细心的调理下,果然已经颇有起色。 他们到达的时候,张木景也还没有走。 忙迎了出来,亲热地握着手说:"孙老先生大驾历临,实在很难得。 。 孙老师摆摆手说:"穆景,我们是老朋友了,别来客套。 我是来看天明的。 事情很重要。 你这个大夫在这儿很好,我需要你一个答复。 他的病情究竟如何呀?" 孙老师:"病是好了一点儿,但是身子还是很虚弱。 他是近于祸乱的一种传染病,那是最伤人的。 孙老师:"我不清楚你们一家的话。 我只问他明天能不能起来办公。 孙老师:"这个,那恐怕还不行啊。 孙老师:"那你就要想个办法,今天用点什么药,提一提他的精神。 孙老师:"无论如何,要他明天出面跟京中来的人见一次面。 孙老师:"哎呀,一定要强自振作一下,自无不可。 孙老师:"只是这一来,就要大伤元气,又将耽误了复原的时间了。 孙老师:"事情不容许慢慢地拖了。 孙老师:"明天如果能够顺利解决,他可以慢慢地休养。 孙老师:"如果不能解决,他恐怕要换个地方休养了。 孙老师:"张木警一听,事态竟然如此严重,不由得也着了慌。 孙老师:"哎呀,孙老,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孙老师:"我现在就要见流天明,你也一起听吧。 孙老师:"好在你也不算外人,听了也没有关系的。 孙老师:"于是张木警把孙老师引进了内屋。 孙老师:"刘天明行荣枯稿,倚着床协坐着。 孙老师:"张木警一见就连忙说了:"哎呀,大人,怎么求我起来了你,你应该躺下来休息。 孙老师:"刘天明看着他们两人,轻轻地叹了一声。 孙老师:"唉,张先生,我怎么能够静躺下来了? 孙老师:"没关系,我自己觉得还能撑得住。 孙老师:"孙老师,为了小弟的事,多让你费心啊。 孙老师,实在非常感激。 孙老师见到固有伟顿若此,心中也不免策然,和声地安慰他。 孙老师:"天明,你我相知多年,不必说这些客气话了。 孙老师:"照理,我今天不该来吵你,但是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尾过逃避的人,所以我才来跟你说一下。 孙老师:"刘天明听了点点头。 孙老师:"老哥,在外面的说话,我已经听见了。 孙老师:"老哥放心,我对于富贵前程,一向看得很淡。 孙老师:"这次出来,只是想为百姓们做点事,一尽棉薄而已。 孙老师:"只要问心无愧,穷通荣辱,我都不放在心上。 孙老师:"老哥,尽管把今天的情形说出来好了。 孙老师:"于是,孙老师把今天厌见的经过情形都给说了。 孙老师:"别看他平时言语目睹,但是记性极好,不仅是经过的一点细枝末节不曾遗漏,甚至于每个人的说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孙老师:"因此这些话,倒也说得相当引人,自然也相当的费精神。 孙老师:"在一边伺候的林鼎,连接给他添了四次的茶,他都不觉得。 孙老师:"听完了孙老师的叙述,刘天明的精神似乎振作了一点,低头沉思不语。 孙老师:"大夫张木警是不便插嘴,这个时候他又感到不能不说,也琢磨了一下才说。 孙老师:"啊,如此说来,似乎也并非一定要大人出面。 孙老师:"孙老师听了,马上回答说:"不,木警。 孙老师:"事前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了解多少,只是来查验一下,还以为可以搪塞。 孙老师:"现在看秦一鸣的光景,他根本已经知道了宝剑是假的,只是一时找不出确切的证据而已。 孙老师:"但是,从朱祭的神态看,那家伙似乎真有把握能够证明宝剑是假的,这一来就要大费周章了。 孙老师:"呃,那跟刘大人的出面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 孙老师:"因为天明究竟是玉典的寻暗玉使,即使因为尸剑而获罪,那罪却不是秦一鸣可以善定的。 孙老师:"天明还可以做很多事,甚至可以问问他们,如何得知宝剑是假的,当面请问尸剑的详情。 孙老师:"当时压一压秦一鸣,如果天明不出面,别的人就无法对秦一鸣提出什么太强硬的责问了。 孙老师:"这个时候,刘天明开口,保健失落,我的罪是无法推诿的。 孙老师:"不过,孙老师:"不过,孙老哥说得对,我至少还可以运用这个寻暗玉使的职权,对一些奸恶之徒施以严惩。 孙老师:"呃,大人的意思是要出去喂狐。 孙老师:"刘天明听了张木槿的问话,坚毅地点点头,瘦削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红色,沉声地说:"不错,这个人罪大恶极。 孙老师:"如果不除掉他,天理难容。 孙老师:"张木槿听了只好苦笑了。 孙老师:"大人,如果证实了上方保健不真,大人就没有先斩后奏的权利,又怎能奈何卫虎呢? 孙老师:"刘天明听了说:"我用不到上方保健,魏虎的罪证拒权已经承报在案,可以定验了。 孙老师:"我纵然不能够立刻将他斩绝,至少可以在公堂之上,言加账责,避之于账下。 孙老师听到这儿为之一恶。 孙老师:"天明,这似乎与法不合啊,你自己会受牵连的呀。 孙老师:"我宁可受牵连,也不能让这种人逍遥法外。 孙老师:"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孙老师:"国法本乎天理人情,只要于天理无愧,人情兼吉,纵然不合于国法,我也行之无愧啊。 孙老师:"孙老师听到这儿,肃然起敬。 孙老师:"好,天明,只要你决心如此做,我会连同地方、绅士以及在线的声援等,联名上书经中为你做后盾,必要时我可以为你向皇上申辩。 孙老师:"刘天明,听孙老师这么说,心中非常的感动,连忙说:"孙老哥,这可不敢当,而且万万不可啊。 孙老师:"如此一来,事情就闹大了,说不定会连累很多人啊。 孙老师:"天明,你自己刚才还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孙老师:"而今而后,恕机无愧,这是我们读书人的责任,也是要做而今而后,恕机无愧的意思。 孙老师:"无论如何,端不能叫肖小得志,忠良受残啊。 孙老师:"刘天明听了,拱了拱手说:"有老哥的这番话,这片心,我就已经很安慰了。 孙老师:"何况事情未必就如此严重。 孙老师:"壮图做事很细心,说不定他还有什么妥善的安排。 孙老师:"明天,我一定出面,到时再说吧。 孙老师:"刘天明说的时候,看看张木槿,张木槿连忙就说了:" 孙老师:"而大人放心,现在看大人的气色似乎已经较早晨好多了。 孙老师:"等一下,晚生再为大人配一剂提神的药,今晚夫下,明日虽不能使大人康复如初,至少能够有精神行动了。 孙老师:"刘天明听了,轻叹了一声。 孙老师:"哎,张先生也是的,既有这个方法,何不早两天就使用。 孙老师:"我也可以早点起来理事了。 孙老师:"哎呀,刘大人,一家有一句话,说是病美家于小玉。 孙老师:"就是说,病刚好一点儿,越是到了病情好转的时候,越要小心涉养,以免转成别的病。 孙老师:"对大人的这种方法是压苗助长,只有万不得已,才偶一为之。 孙老师:"对大人的身体却是有害无益的。 孙老师:"再说,照昨天的情形,晚生还是不敢下次虎狼之计。 孙老师:"不过照大人此时的情形看来,呵呵呵呵,倒是不妨了。 孙老师:"刘天明听了也笑了。 孙老师:"哎,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无法闲得住。 孙老师:"只要有事情,我就会精神振作起来。 孙老师:"不管是好事坏事,我都有劲儿。 孙老师:"孙老师也笑着向林鼎说了。 孙老师:"如何?我对柜上的认识比你们深吧。 孙老师:"我知道他有承担逆境的胸怀,所以才认为你们凡事不该隐瞒他。 孙老师:"如果你们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说不定他的病还会好得更多。 孙老师:"更快一点啊。 孙老师:"刘天明这个时候侧头向林鼎笑问了。 孙老师:"哈哈哈哈,你们又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啊。 孙老师:"林鼎连忙躬身地说:"回大人,没有了。 孙老师今天坚持要见大人,小的是为了其他的原因才延误了一下。 孙老师:"是什么原因? 孙老师:"呃,林鼎涅如不敢说。 孙老师:"还是孙老师笑着说了。 孙老师:"林护卫说的原因倒也颇有道理,只是他不知道事情的紧急缓慢。 孙老师:"各位,故事的发展将会是怎样的呢? 孙老师:"请各位,下一次再按时收听吧。 孙老师:"铁面玉石",就是到这儿结束。 孙老师:"谢谢收听。 孙老师:" liquid月 когда rise wil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林鼎 在御史大人刘天明听了孙老师的报告 并且答应第二天报病升堂 会见太监秦一鸣之后 向刘天明反映了自己 没有及时带孙老师去见他 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才延误了一下 刘天明听了就问 是什么原因 林鼎 齐齐哀哀的不敢说 还是孙老师笑 林护卫说的原因倒也颇有道理 只是他不知道事情的紧急缓慢 孙老师也不说什么原因 刘天明倒是颇能够体恤下情的 也不再追问 就点点头说 林鼎 你跟我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我的为人处事 多少也该有点明白 我向来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 别说孙老哥是我的知交好朋友 就是个不相识的 如果有事专程来找我 你们也不该推辞 这样子最能误施 你难道不知道 小的知道 小的知道 你的确是知道 只是有时候知道的太多了点 所以才擅作主张 林鼎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怕我在病中受到干扰 其实你对我还不够了解 要知道 我只有闲了才会生病 事情越多 我就精神越加 这次 有幸带天寻暗江南 我正高兴能为百姓们做点事 要是你们像这样的七男八族 岂非大为我的本意吗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刘天明 刘天明 似乎略有倦意 可是 他的性子很好 想要再说什么 可是 孙老爷 已经是很识趣 立刻接口就说了 天明 我要走了 还有很多人 那儿要去联络一下 明天好为你生缘 老友如此的热心 刘天明十分感动 在床上拱了拱手 孙老哥 太费神了 其实 也不必太勉强 我们行事 但求无愧于心 生死荣辱 都不必去计较了 孙老师听了 凯然的说了 没什么 我可以有把握 提到一批人出来 你为地方除奸 照着小人的妒忌 我们本地的士林轻易 如果不表示一下态度 岂非让别地的人 骂我们昏昏不仁 我这个学师 更是无言去对学子了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们也要让那些 奸邪小人 知道一下 读书人的气节的 孙老师对刘天明的事 的确十分关心 从那栋养病的小院出来 立刻叫叫教者 抬着去拜访一些当地的士绅 第一个 他造访了本地的名士 王湘和 这位王湘和 诗诗文章 诗诗文章斗家 资格很老 还是孙老师的前辈 只是生性一旦 不目荣立 相识的时候 以绘文取得头名之后 居然不再求取功名 他家道殷实 所以生活很逍遥 年轻的时候 四处游历 以广见闻 老了 在家中修真养性纳福 是士林的领袖 极为当时所重 只是 他的脾气刚愉 最看不得做官的人 对于孙老师 他倒是很敬重 他认为 学官的品轻 而执重 心奉不丰富 却富有 成先起后的重任 非有绝大怀抱者 无以认知 明天能够请得他去 自然有相当的作用 只是孙老师很担心 因为刘天明是官 虽然是个好官 但是未必能够入 王湘河的眼中 孙老师 只有硬着头皮 来试一试 门上往里边一抱 立刻就叫醒 才在客厅中坐下来 王湘河已经一官整齐的出来了 辞老为人行事都很方正 虽然他的诗文很灑脱 但是做人却是另一番态度 毫无时下那些明示那种放浪不羁的习气 因此现在是晚上 又是在家里 他也不肯穿着便衣出来见客 见了孙老师 他先拱手说 实理实理 小弟是因为天时已晚 平时没有外出的习惯 所以才躲个懒 推说身子不舒服 没有到明伦堂之映照 哪知道静凡劳坐师亲临 实在惶恐之至啊 这一番话 把孙老师听得如同杖二金刚 摸不着脑袋 等他说完了 忙问了 呃 江老啊 你是说今天有人来邀你到明伦堂去 是啊 来的人姓李 叫什么李状图的 却是以坐师的名义 说要邀请小弟到明伦堂去议事 小弟心想晚上会有什么事呢 所以就推脱了 孙老师一听就不尽诧异 哎呀 奇怪啊 李状图 他在捣什么鬼 王湘何听了这么说 也是为之一正 啊 难道说 坐师也不认识这个李状图 啊 认识认识 是寻暗御史 刘天明的护卫 倒还是个很忠心实在的人 啊 然刘则 事才建兆 作师 似乎还不知情啊 哎 是的 不仅小弟不知情 刘寻暗也不知情 但是小弟可以保证 李状图的目的倒是跟兄弟不谋而合 需要借重大爷啊 哦 作师的连锋亮节 兄弟一向是十分钦佩的 作师也跟兄弟一样 从不屈炎覆势 虽然听说来到此地 查案的寻暗御史 刘天明 是作师的同榜 但是 作师想不会去 因缘区附攀关系的吧 哈哈 这一来 孙老师倒感到难以开口了 拜赏之后才说 孙老师 斯文前辈 跟小弟相知一非一日 小弟的为人心性 孙老既有所知 小弟就不必自己说什么了 王湘和听孙老师这么说 倒是连连的道歉 是是是 兄弟失言兄弟失言 兄弟只是觉得 刘玉史的护卫 冒了作师之名前来相邀 使兄弟身为诧异 所以才诸多冒犯 唉 香老 李壮徒来邀香老 为的什么 小弟不知道 但是 小弟却是来邀香老 明天为帝王上的世子出个头的 听口气 王湘和对李壮徒冒名相邀的事 已经深感不满 连带队 连带队刘天明 也有了点误会 所以 孙老师 只把重点 放在本地的士林上 唉 这一说 果然引起了王湘和的重视 连忙就问 做事 本地出了什么大事 孙老师 孙老师不敢再兜圈子 直率地把事情的经过 说了一遍 然后 就等着看他的反应 两久之后 王湘和才算是冒出了一句话 从一般人的口碑中听来 这刘天明 这刘天明还算是个肯为老百姓做事的好官 等到了这句话 孙老师总算是输了一口气 连忙就说 是的是的 小弟跟刘天明在卫世前就已经相识 深知他的为人 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个性情中人 不然的话 小弟也不会不必嫌疑地为他奔走呼请了 王湘和听了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唉 像这种官场中的事儿 你我本应该不加智力的 是的 但是 这件事不同啊 第一 刘天明是为了朱清禾刺杀富翁的案子 而翻出卫虎的劣迹 卫虎却又是本地的大恶力 这是为我们地方除害啊 十军之路 中军之势 这是为民目的本分而已啊 孙老师听到王湘和这么说 心里想 这老头脾气耿介果然不错 任何事他都分得清清楚楚 于是只好苦笑 哈哈哈哈 化成不错 不过刘天明也是因而获罪权贵而限制困境 他表示不必辅阅 宁可事后因为获罪断首 也要先除了卫虎 以免奸人得逞 正义不张啊 王湘和听了 只是点点头 好官 此人能够如此 的确是难得 话虽如此 王湘和的口气仍然是没有松 孙老师只好说 朱清河的夫家 余母家 具是本宪斯文绅士 湘老为斯文领袖 小弟为学中做事 再情再离 我们都无法置身事外啊 诶 这句话 王湘和听了 有点动容啊 孙老师暗中看在眼里 喜在心头加重了语气 唉 最重要的一点 是小弟想到了一句话 是文天祥一代记的最后一段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如果我们不闻不问 而只听奸小得逞 正义消沉 而今而后 我们是否能够对子孙 对百姓 对天下的读书人 真无愧呢 最后的这些话 使得王湘和悚然动容 避袭而起 迎头一败 严肃的说 兄弟愚昧 以为洁身自爱 远臣俗极为自首之道 却忽略了斯文一辈的责任了 做师教训即逝 明日兄弟一定复照 而且兄弟现在就与做师一起出去 分头邀集人来 做师可以把那些没有身交的人都交给兄弟 明天准把他们都约到了 孙老师这个时候 才深深的松了一口气 对王湘和倒是更增添了一番的亲近 因为他不失为是个性情中人 在大道理之前 义无反顾 表现出了书生的凛然气节 因此孙老师连忙拱手 哎 乡老肯如此鼎力相助 小弟十分感激 小弟也正怕时间仓促 来不及去通知 而且有些人较难说话 能得乡老前去 想必再无问题了 只是有一点 此事究竟要担些干血 哈哈哈哈哈哈 做师放心 兄弟也有分寸的 非无道中人 兄弟也不会谦虚的 一句话就够了 于是两个人又拟定了一个名单 决定了分配的人名 孙老师连晚饭都顾不得吃 又匆匆的走了 来到第二家 是位退治的汉林吴月恒 哎 才知道先一脚 已经被李状图请走了 因为在王湘河那儿心中已经有个底子 知道李状图是把人接去明伦堂 明伦堂是什么地方呢 那是现学所在的地方 明伦大唐则是祭祀至圣先师 以及献中世子有重要事情集会的地方 其实一线的世子也不会有什么太重大的事情 至多像是要重修孔庙了 或是两造世人发生了争执闹上宫廷 于是斯文颜面有关 多半就在明伦堂公开辩论 邀请友好同文与会 最后呢 请作师加以仲裁 孙老师虽然不知道李状图是为了什么要邀请大家去 想来总是跟自己的目的差不多 心下微有不快 觉得事情本无不可 但至少应该和自己通知一生啊 但是孙老师转而一想 则又感到李状图毕竟是年纪轻 头脑灵活 自己一直跟刘天明谈过后 才能决定要如何办 李状图却早已经想到了 而且他把人约到明伦堂 自己就住在血管中 可能已经去过了 只是自己没有回去而已 想到这里 他心中就较为释然了 再想到差不多的人 李状图一定都邀奇了 倒免得自己在跋涉辛苦 转觉得有点欣喜了 倒不如一脚回去看看情形 哪些人漏缺没到的 再叫他去请自己加上个帖子也就够了 一些较为难以说话和架子大的 都由王湘河去代邀了 反倒省事不少 因此呢 因此呢 就不再称怪李状图 吩咐了轿子 兴冲冲的回到了明伦堂 哪知道到了堂里 竟然是静悄悄的 只有一个小丝在扫地 里面凌凌乱乱 门外车马痕迹凌乱 倒像是有过不少人来过 孙老师又弄得迷糊了 忙把那个小丝叫来一问 小丝说 李护卫是先来找过先生 因为先生没回来 李护卫就叫我开了明伦堂 说先生约了几位老爷回来议室 过了不久 果然来了十几位老爷 是哪些人来了 小的也不知道 反正都是先生认识的 也是常来的 一个个都是衣冠楚楚的大老爷 哎 糊涂糊涂 你是管门的 我不在 连来了哪些人都不知道 他们都有帖子来的 小的又不认识字 怎么会知道呢 这小孩是从乡里出来的 人很愚钝 只能扫扫地做做粗便的工作 孙老师觉得也不能太苛责他 于是就问他帖子呢 小丝跑到屋子里 爆了一堆帖子出来 孙老师接过了就这灯光看了 倒是呼了一口气 第二 一共有十一位客人 虽然并没有把自己所要约的人都算全了 但重要的人已经全部在内 算来也差不了太多了 他发现了这十一个人呢 有个共同点 就是大部分都是入室当过官而退隐的 在地方上素有清旺 而且讲话都很有分量 其中有几个的子孙还在为官出世 当然这是很有力量的一批人 却不是孙老师心目中的理想对象 因为这些人的地位较为崇高 他们或能说句公道话 但是要他们在刘天明失去了御赐宝剑之后 仍然执法杖毙为虎之举加以支持 他们未必会同意 因为他们都做过官 对事情的看法是法重于情的 李状图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 那么把他们要了来 其目的可能就是跟自己的不尽相同了 孙老师着实为这个问题想了很久 最后才问孙老师 现在他们是不是散了 人是走了 但是好像并不是回去 因为小的看见他们把乘来的车马都打发回去了 然后跟着李护卫去的 哦 他们到哪去了 不知道 他们走的时候好像很神秘 李护卫还叫小的到门外去探看了一下 知道没有人的时候 才由东边大街走了 大家都是走着路去的 各位 到底李状图把客人们都带到哪去了呢 请大家下一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铁面玉石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龙智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龙智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小思 告诉孙老师 李状图带着一班绅士走着路离开了明轮堂 哎 孙老师觉得非常的不理解 幸好在拜帖的下面 看见了一张李状图的字条 才算是解了一半的迷 为什么说是一半呢? 因为李状图只说 为了重要的原因 不得已 跟刘天明 共同出名 邀请的一些人来 做一次重要的聚会 因为孙老师 但是一个学师 一个学师的身份 还请不动 凭王乡 凭王乡和世身领袖的身份 也不一定请得动 但是刘天明 到时刘天明的面子 却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却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面的吩咐 当面的吩咐一番也就行了 孙老师的年纪 并不太老 但是由于平日缺少活动 经过这一阵子的奔波劳累 也有吃不消的感觉了 第二天 到了约定的时刻 县衙里可热闹了 三班衙役早就在等候着 客人们陆陆续续的来了 分别由何清跟孙老师接待 因为暗怨大人今天也要出堂 所以又增加了一番的气象 大老里的胃虎也显得特别有精神 脸上现着笑容 因为一大早 老子就给他端上了一份较为丰盛的韭菜 而且笑着向他恭喜说 恭喜 胃头儿 您今天说不定就可以出去了 小的特地给您喝一喝 胃虎居然也大言不惭地说 哪里哪里 不过是我在京里的朋友出了烈 使了人情 把我身上的冤情洗清了而已 出去是迟早的事 不过不会有这么快 总还得等两天 只是今天可以定局就是了 老头也不知道是真懂了还是装糊涂 阿阿阿的没搭枪 卫虎又笑了 哈哈哈哈 前些日子多成照应 我出去后啊 一定要好好地谢谢你 老头听了连忙说 应该的应该的 卫虎 卫虎在牢里的确没有太受罪 因为他的视力很大 多年来击下的威 多少还有点射人的作用 老子明明知道他犯的是大屁之罪 就是砍头的罪 却还担心他总有反复的日子 所以对他还颇为优待 何况代理宪政的和书办也交代过 对卫虎必须小心看护 严加防范他越狱 但是不能为难他 有人要探监还特别辟了一间静室 作为他们谈话之用 哎 连何书办都如此了 老子们自然是更乐得做顺水人情了 只有牢头是清楚的 因为每当有人来探监 一送到那间静室里面去密谈的时候 李状图或者林鼎两个人 总有一个会在屋顶的层层上 密密的听他们的谈话 昨个下午 经理跟钦差秦一鸣下来的小太监朱继来探监 是李状图监视的 离开的时候 李状图向牢头拍了拍肩膀说 明天给他吃顿丰盛一点的早餐 牢头心里已经很明白 而且这两天有关巡岸大人卧病 以及京中来人查验上方宝剑的风风雨雨 在衙门中也传得很快 这个牢头自然很明白 今天应该是决定之期了 如果不能保全巡岸大人的沙帽 这个卫虎只怕是真的要出去了 因此无论如何 这顿酒是万万省不得 做好做得都是一番的人情 等卫虎舒舒服服的吃了一顿 牢头又拿了一套新衣服来给他换上 卫虎心里有数笑笑着问 怎么今天又要过堂 是的 上头交付说今天是经理来的钦差秦公公 要跟巡岸刘大人会通过堂 所以要给卫虎穿的体面些 不是听说刘大人病了吗 病是病倒了 只不过今天的形象不同 刘大人抱病也得出堂 老实告诉你吧 这位内向秦公公 是私里间留紧刘公公手下的亲信 所以才点了他的钦差 留公公在朝中的势力 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这个老头不敢多说 只是敷衍着 小的整天窝在这个圈子里 就是本县的事 小的也未必能清楚得知 更别说是京师里的事 不过听人家说过 那位刘公公很当事啊 即使是当事 朝廷里的事 他可以做八分的主 朝廷以外的事 他也能做一半的主 这个小的倒不懂了 怎么朝廷的事管得多 反倒是地方上的事管得少啊 刘公公当权在朝 所以朝廷的事管得多一点 地方上是因为距离太远 刘公公要知道了才能管 否则只有听由地方自理了 感情是这么回事啊 胃头的这件事 一定是已经传到了刘公公的耳中 所以刘公公才插手管啊 我要是能搭上刘公公的路子 早就飞黄腾打漏 何必还窝在这个穷乡屁野里做个捕块头呢 不过前两年 我跟刘公公的一个远亲 得搭上点关系 受了他一次交情 他还记着 这次我出事了 找人向他通了个信 他倒是不忘旧 为我在刘公公那儿说了话 原来胃头还有这么大的后台 难怪县太爷对胃头一直很客气啊 那都不算什么 这也是凑巧 主要是刘公公 对刘天明很不满意 他们虽是本家都姓刘 刘天明对刘公公很不给面子 好几件事情 都让刘公公下不了台 刘公公也想给他点厉害瞧瞧 哼 借着我这个题目做文章 所以经理的钦差才来着这么快 到了这里后 那位秦公公立刻就叫人来看我 商量尚妥了 今天过堂后很可能回来不是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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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那位寻暗大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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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听到这里 是不敢再多嘴了 反而是为虎兴致勃勃勃的 借着这次扳倒来刘天明的事情 刘公公对我 也一定会另眼相看 所以我这一出堂 倒是大有发展呢 哈哈哈哈 那就恭喜卫头啊 往后还望卫头多多提拔 啊 卫虎把胸膛拍得震天驾响 没问题没问题 这一阵子多成你老哥照顾 而且也给了我许多方便 我姓魏的记在心里 啊 一定会对你老哥有所报答 啊 老头觉得谈话 到这儿已经差不多可以了 于是就说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胃头请休息一下啊 准备上堂 我还得到前面去等候着 上面随时都会来吩咐下来 看见我不在那儿 不太好 嘿嘿嘿嘿嘿嘿 其实也没多大关系 今天之后 这县里 仍然是我为虎的天下 谁还敢怎么样 不过你去候着也好 我恨不得早一搅出去了 虽说在这儿没有受过委屈 但是一向是关别人的 现在被人关在这儿 究竟不是滋味 哈哈哈哈 喂头儿 这要多请您原谅 我也是上命在身 不得已 不得已 哎 你老哥说哪儿的话呢 我也是吃公式饭的 岂有这点道理不明白 老哥在我进来之后 对我的种种 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不耽误你了 你先去忙吧 那个老头离开了死牢 赶到了前面班房里 因为大牢离公堂不远 是为了提审人犯的方便 老头也很关切 公堂上的情下 虽然他两方面 似乎都做足了人情 无论是哪一方面得了胜利 对他都有好处 只是在私心的里边 哎 他仍然是希望畏虎能够伏法 这也是人心中一种天然的是非之变 现在大堂上已经十分紧张了 刘天明已经来了 但是因为病还没全好 暂时在后堂休息着 在必要的时候再行登堂 现在的重点 似乎仍然是在上方宝剑的真假之变 秦一鸣还没有来 只有他的跟随朱迹 来晃了一晃 又走了 大概是看看情形 确知刘天明已经露面 赶紧去通知秦一鸣 果然没多久差役就高喊 秦一鸣大人秦公公道 像王湘和等一干清高的明事 本来是不必打理的 但因为秦一鸣究竟是朝廷的钦差 为了表示对朝廷的敬意 大家无可奈何 非常勉强地站了起来 秦一鸣穿着官服神器活现地进来了 他的消息倒颇为灵通 对于堂上这些地方上的明事十分客气 他拱拱手 各位请坐 咱家对各位仰望已久 好 只是为了亲命在身 不便前去拜访 等此间事了之后 咱家再跟各位好好的相聚一下 他也很实本分 大堂上的主位虽然空着 他却在旁位上坐了下去 大概是知道刘天明已经来了 虽然他是为了查证上方宝剑之事而来 如果查得上方宝剑是假的 就可以非奏入京 隔去刘天明的前程 打下天牢 但在事态未明之前 刘天明仍然是亲命的寻暗御史 大堂的主位仍然是刘天明的 而鬼剑酬秦一鸣脸上的表情 却像是这主客议事已经成了定局 不过他却仍然假惺惺的说 可以请刘大人来升堂议事了吧 这个时候孙老师在下手站着 刘大人病体未愈 现在后堂休息 然必要时他会升堂的 现在似乎无此必要 说的是说的是 刘大人为国宣劳 报级复工 在下十分钦佩 好在 现在只是为亲辩 亲赐宝剑的真伪 有诸为明公在此为政 他来不来亲政都没有关系 只是等到宝剑真伪辩定之后 他出头了一下就是 这倒是很奇怪 这个秦一鸣本来是坚持要刘天明出面 可以一夜之间 态度转变得这样快呢 秦一鸣说话的态度 倒像是很诚恳 绝无虚假的样子 因此在后堂养息的刘天明 也感到十分的不理解 他想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一下子变得如此通情达理呢 林鼎在一旁却是冷笑 大人 他想必然已经知道大人染病 是中了一种病毒 而这种病毒是很容易蔓延给别人的 他怕自己也染上 才乐得做好人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毒是卫虎派人下的 跟卫虎串通一气 卫虎自然会告诉他 怎么会不知道呢 刘天明听了 正了一正之后 怒上眉色 你们虽说是我被人下毒所限 我还一直不太相信 总以为是自己不胜饮食所致 唉 现在看起来 倒是真有此事了 大人居心仁厚 对许多痴媚伎俩 不愿相信是出于人为 但卑纸等却见过多了 知道人心的险恶 刘天明恨恨的说 我非杀此奸诈之人不可 这倒不是因为他算计我 而是为了他这种行为 一个险牙的捕头 居然敢唆使手下 加害上县官员 似此大逆不道之举 若不张之以法 天下岂不是要大乱了 大人且稍息怒 据李状图的侧面了解 似乎盗取上方宝剑的也是他 通知经理在亲上做文章的也是他 所以连孙老师都大为愤慨 出头来要为地方处此恶利 状图 这一天去忙了什么了 怎么一直不见他的人人 他是为侦查事件去了 好像已经有了结果 他为了怕事迹外泄 派人来也没有说清楚 但是请大人宽心 不久之后 必有消息 这一次 他为了要落实证据 做得很秘密 务必要使经中的人 无言而退 唉 宝剑找得回来顾好 找不回来也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准备自成过失 请圣上降处 但是 我一定要在行前把卫虎绳之以法 林鼎由于事情还没得到确切的消息 不敢多说什么 只有蜿蜒的劝慰 这个时候 前面大堂上 已经由寒暄进入到了正体了 只听见孙老师向秦一鸣说 那一下 今天应该对御赐宝剑的真假做一番真定了 他 那一边乡 秦一鸣很从容 笑笑 是的 咱家昨天回去了之后 详细的查访了一下 他 竟然在一家旧货摊上 看见了一饼箭 形式 跟供在上面的这一饼玉箭 极为相似 只是 不知道锋利的程度如何 预赐宝剑乃在其意义上的珍贵 并不见得就是天下最锋利的箭 这个咱家也知道 世上的名箭很多 像龙泉 太阿等等 但是形状聚在于箭谱 不会跟这柄玉刺的宝剑相同 孙先生您以为然否 孙老师听到这儿 也只好点头说 自然自然 咱家找来的这把箭呢 形式 却跟玉箭一般无二 这就颇有推敲之处了 这个时候在一旁的何清忍不住 他说 那项应该把那个旧货摊的主人抓住 问问他该建的由来 这个自然 咱家问过了 他说是一个汉子点卖给他的 一共卖了二十两银子 各位故事又有新的发展了 请大家下次再按时收听吧 由龙智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龙智维播讲传奇故事铁面玉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 上一次我们讲到提审卫虎的程序 已经进入到定局的阶段 但是御史大人刘天明 失落上方宝剑的隐忧 也同时的到了曝光的时候 刘天明带病上堂 但先在后堂休息 到了关键时刻 他才需要露面 现在 前面大堂上 已经由韩轩打招呼 进入到正体了 只听见孙老师 向秦一鸣说 那下 今天应该 对御刺宝剑的真伪 做一番真定了 秦一鸣很从容的笑了笑 哈哈 是的 咱家 咱家昨天回去之后 详细地查访了一下 竟然 在一家旧货摊上 汉剑的一饼剑 形式 跟供在上面的这一饼玉剑 非常的相像 只是 只是 不知道 锋利的程度 如何 孙老师听了就说 啊 御刺宝剑 乃在其意义上的珍贵 并不见得就是 天下最利之剑 哈哈 这个咱家也知道 诗上的名剑很多 像龙泉 太阿等等 但是 形状聚载于剑谱 不会跟这柄玉刺的宝剑相同 孙先生以为然否啊 呵呵 自然 自然 咱家找来的这把剑 形式 却跟玉剑一般无二 这就颇有推敲之处了 这个时候 一旁的和清忍不住说了 那项应该把那个 酒货摊的主人抓住 问问他该建的由来 嘿嘿 这个自然 咱家问过了 他说是一个汉子 点卖给他的 一共卖了 二十两银子 欲自禁物 民间 怎么可以私箱买卖 那项就该穷究下去 嘿嘿 只有 关中的人 以及受赐宝剑的悬案大人 才见过那柄剑 剑上又没有刻字 想那普通百姓如何分辨得出来啊 咱家 咱家觉得不必再为难生一百姓 只是把那柄剑拿来 跟这柄剑比较一下 就知道谁真谁假了 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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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剑拿出来 小太监 朱姬笑隐隐地打开了随身的布包 取出一柄亮晃晃的宝剑来 唐上诸人 见了心中都为之一凉 这柄剑 虽然没有剑鞘 可是寒光照眼 封锐逼人 一望而知 是柄绝佳的宝剑 朱姬到架子上去捧下了那柄剑 抽出窍来 放在他拿来的剑旁边比一比 一左一右 谁也看得出 原先那柄在左边的剑 虽然是形式 装饰都跟后一柄相同 但是剑身的宝器却是逊了一筹 真伪之分 几乎立刻就可以觉察的出来 孙老师没想到秦一鸣把剑真的找来了 顿感到大事不妙 暗自着急 这个时候 朱姬分左右手 各持一把剑 正准备互相砍击的时候 孙老师连忙说 前卖 秦一鸣不怀好意地说 孙先生 又有什么尖叫啊 孙老师就说了 啊 遇见真伪未定 如果毁了真的遇见 这责任非清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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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需先生费心 咱家 昨天不是已经 立下了文书 担负一切的责任了吗 这自然 都由咱家负责了 啊 这个时候 孙老师 再也没话可说了 在内室的刘天明 也看得清楚 心知 宝剑 肯定是真的 虽然不知道秦一鸣 从什么地方得到 心中明白 这一次是叫人 抓定了把柄了 刘天明暗中 已经做了个决定 一言不发 静候事迹的发展 倒是林鼎十分紧张 不停的在室内绕来绕去 口中喃喃有词 埋怨着李状徒不来通个消息 外面 朱记拿着两柄剑 得意的晃了一晃 然后双剑猛然的交击 只见一点火星蹦散 响的一声 好像龙银一样 一把剑 安然无恙 另一把剑 却是断下了半截 在公堂上观看的人 都一起变了神色 朱记 把两柄剑 都放在秦一鸣的面前 秦一鸣 还装模作样的 把那柄断剑 拿起来看了一下 嗨 希望这一柄 不会是真的御刺圣剑 否则 咱家担的责任就大了 朱记 曲了一条腿半跪着 公哥 哦 想那御刺圣方宝剑 是何等珍贵之物啊 又岂是民间繁物所能比拟的 哈 这断了的一柄 单独看上去 还能余目混珠 但是跟真剑一笔 幽烈利分 您老人呀 看着风口 丝毫未损 这才是肉是断牛马 金是斩铁石 吹毛可断的神奇利器呀 也只有圣上针刺之物才办得到 秦一鸣听了就说了 朱记 你可曾弄清楚了 哪一柄剑才是咱家找来的 自然是这完好的一柄 一直只在小的右手 大家都看得到的 会不会是你忙乱中不小心拿错了 要知道这关系这寻暗大人的前程啊 可不能开玩笑打 公公请放心 小的绝不会弄错 在还没事之前 小的就是怕有错误 特地在咱们的这把剑上 用红线扣了几道 作为记号 另一柄剑 一直在刘大人的护卫处保存 小的就是想做记号也没法子啊 朱记把剑柄处的红线记号指了出来 秦一鸣看了一下就笑着骂他 哎呀 哎呀你这兔崽子 倒还有点小聪明 把这记号 拿给大家看看去 秦一鸣说完了 他又对堂上的众人说了 列位明公 请各位都过目一下 剑柄上的记号 将来 将来如果有人要提出反复变异 列宫都要作证的 朱记把那柄剑捧着 到每个人的面前转了一圈 那几扎的红线绑得很紧 绝不是在短时间能够做得到 因此每个人都无言的看过 孙老师心头更凉了 他觉得这批家伙实在太厉害了 本来还可以赖赖一瓶 说是他们在事件的时候动了手脚 调过了方向 反正梁炳剑的外形相似 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区分 一口咬定是他们弄错了 倒也说得过 但是现在如此一来 连那个赖皮的可能都不存在 刘天明这一阵 是败定 现在只有寄望于他自己出来做个交代 于是孙老师黯然地说了 这两柄剑中 总有一柄是真的 这方面必然也无从辩识 好在寄望大人就在后堂 请他自己辩认一下吧 其实不等他说这句话 刘天明也已经吩咐林鼎 着令公义喊出了 悬案大人声唐 在喊唐的声中 刘天明身着官服 带着病容由林鼎扶持着进入了大堂 大家都站了起来 哎 秦一鸣居然也客客气气地站了起来 刘天明坐下了之后 白白手 各位请坐 秦公公请坐 秦一鸣公公手 刘大人贵样如何 多老公公的垂巡 现在已经好多了 公公出来之时 下官正直并重 未能见面 非常抱歉 嘿 哪里哪里 咱家对刘大人 立即从公十分钦佩 这一次是有人告到经里 说刘大人的御赐上方宝剑遗失 圣上派咱家下来勘查一下 公公奉的是 庭遇还是口遇 圣上因为刘大人自己没有深奏施剑的事儿 唯恐有人诬告 所以未发庭遇 只下了一道手遇给咱家 那公公只是来查访了 是的 不过咱家来到之后 却因为贵护卫所提出的遇见真伟莫辩 一时尚未能取决 刚才事件之后 没有等秦一鸣说完 刘天明已经说了 刚才的经过 下官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 公公不必再转述了 哈哈 那好极了 刘大人 咱家虽然想为大人开脱一下 怎奈黄命在身不敢训思 再者 一切经过 都有列位明公在场共读 咱家只能照实陈奏 不知道大人对这两把剑的真假 有何高见 各位 您说刘天明是怎样回答的呢 哈 刘天明毅然的回答说 这柄剑是真的 啊 堂下马上一片轰然 刘天明这句话 等于是承认了自己的失剑之罪了 那边秦一鸣 却故意装作有点吃惊 啊 刘大人 这柄剑是咱家 从一个旧货贩手中取来的 不管公公从何取来 他却是真剑 既然大人也认为这一柄剑是真的 那么另一柄断剑 这个问题现在暂且不谈 圣上 圣上御赐上方宝剑是当着大小群臣颁刺的 这一件公公想必是知道的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刘大人蒙此殊荣 京中人谁不再为大人庆幸啊 下官蒙圣上降恩 赋予重计 只想由此兴力除弊 召惠百姓 来报答圣上之重计 从未考虑个人的荣与利 是是是是是 刘大人忠心为国 朝野同亲有口皆悲啊 咱家虽在内庭也耳有所闻 哈哈 公公说的客气 下官受赐宝剑 公公既然知道 但是公公到现在 可曾有圣上追回遇见的旨意啊 哎 这个还没有 因为究竟是怎么个情形 上代咱家回报啊 那么下官此刻 这个寻暗御史的身份 还不会成问题吧 啊那自然那自然 但是对这柄断剑 大人似乎也应该做个交代 刘天明听了却说了 前次遇见 此刻就在堂上 下官 下官 唯受明令可用此件的人 这两点 只要公公没有疑问就行了 其余的 下官自会荣厚交代 话是不错 可是咱家 林顶 请过上方宝剑来 本座要立刻升堂断誓 如果再有人说话 就以扰乱公堂的罪名 以上方宝剑斩无赦 他说话 林顶大声的应了一声 是 由朱记的手中 取过了上方宝剑 抱在幼腕中 肃立在刘天明的身边 秦一鸣 想不到他会来上这一手 一时之间 倒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 刘天明 却朝下看了一眼 提卫虎 哈 唐上立刻一声声的传了下去 声音拖得很长 提卫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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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又长又远 听了使人有一种汗毛淋淋的感觉 卫虎 倒是很快被压了上来 一身的新衣服 显得很神奇的样子 可是到了堂上 他一看情形 发现刘天明高坐堂上 秦一鸣 愕然的坐在一边 就感到有点不妙 不过他还是有恃无恐的跪下了一条腿 卫虎 才说了这两个字 刘天明将荆堂目一拍 卫虎 你只是个因罪待绝的囚犯 先前所担任的县衙捕头职务 早已隔除 在本座的面前 何得再称卫虎 卫虎 看看秦一鸣 秦一鸣 连忙用眼色 叫他暂时忍耐一下 卫虎很见谅 将双膝跪下 老老实实的扣着个头 秦一鸣 改口说 泛民卫虎 叩见寻暗大人 愿大人恭候万代 刘天明笑了笑 呵呵 卫虎 你不必给本座上什么诵词了 只要你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本座给你的处分就是 只要是犯民的错 犯民绝对接受 但如若犯民是冤枉的 也望大人做主 刘天明听了就说 你 可以放心 本座行事 一向无枉无纵 你犯了罪 想赖都赖不掉 你没犯罪 绝不会冤枉你 请献地方 何卿一听 连忙就说 卑职在此伺候着 何卿原本是本县的帮办 说不上话的 但是知县因为朱卿和一案 贪赃枉法 被刘天明查证属实 隔职候参在狱 何卿又颇为能干 为人也尚方正 所以刘天明拙令他代属献物 日后也准备保举他 贞除本缺 他对刘天明自然是十分的感激 对卫虎的案子 以及刘天明的失见等事 更是十分的热心 李状图在私下开玩笑 已经叫他为公主大人 连孙老师也戏称他为副台了 不过现在是在公堂上 他却规规矩矩 仍是以书办的身份 协同审案 刘天明说 把为虎所犯的各项罪名 以及一干人正的供词 逐条念给他听 和亲公身行过礼之后 捧起一大答的卷宗 打开来一张张一条条的念下去 一条念完了 就把证人正物 以及证词有关事项 都提出详细的交代 唐上陪审的本地士绅很多 每个人都在听着 越听越心惊 他们起初只以为卫虎 是在朱青河一案中出了岔子 当然也知道 一些关于卫虎平时的不法的事情 但这都是道听途说 没有确实的证据 不能以之为凭 哪知道现在一听 卫虎所犯的恶计 竟然比他们所知道的 还要多上几十倍 而且已经全部都有确实的证据 唐上的和亲才念完 唐下已经是一片的愤慨的身影 王湘河 王湘河代表当地的士绅 起身长衣行礼 尹难大人 地方不幸 出此恶利 乡民百姓受其鱼肉荼毒 只如水深火热之中 湘河等实在惭愧 竟然听任地方上出此恶人而未曾闻问 刘天明 刘天明听到这儿 就开声 抚慰王湘河跟士绅们 到底刘天明怎么说呢 请各位下次再按时收听 由龙志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的赢品史就算了 其他的动作 微转账 由大电视频 由于联网 中国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龙智维播讲传奇故事铁面玉石 各位上一次我们讲到刘天明以唐正的理由 把太监秦一鸣拿到的上方宝剑提审卫虎 他让何清向大众公布卫虎的罪状 这个何清原本是本县的帮办说不上话的 但是知县因为朱清河一案贪赃枉法 被刘天明查证属实 革职后参在狱 何清颇为能干 为人也尚方证 所以刘天明着令他代属献物 日后也准备保举他贞除本缺 他对刘天明自然是十分感激 对卫虎的案子以及刘天明的失见等事更是十分热心 李壮图在私下开玩笑 已经叫他为公主大人 连孙老师也戏称他为副台了 不过现在是在公堂之上 他却规规矩矩 仍旧是以书办的身份协同审案 刘天明就说了 把为虎所犯的各项罪名 以及一干人正的供词逐条念给他听 何清公身行过礼之后 捧起了一大答的卷宗 打开来一张张一条条的往下面 一条念完了 他就把证人证物以及证词有关的事项都提出详细的交代 唐上陪审的本地士绅很多 每个人都在听着 越听越心惊 他们起初只以为卫虎是在朱清河一案中出了岔子 当然也知道一些卫虎平时的不法情事 但都是道听途说 没有确实的证据 不能以之为凭 哪知道现在一听 卫虎所犯的恶计 竟然比他们所知道的还要多上几十倍 而且全部都有确实的证据 唐上的和清才念完 唐下已经是一片的愤慨的声音 王湘河代表当地的士绅 首先站起身来向刘天明行礼 寻暗大人 地方不幸出此恶利 乡民百姓收其鱼肉荼毒 只如水深火热之中 湘河等实在惭愧 竟然听任地方上 出此恶人 而未曾闻问 刘天明听到这儿 就开声抚慰王湘河跟士绅们 他说 卫虎身为捕头 乃地方执法私利 执法而犯法 自然意为掩护 诸公若非深受其害者 很难洞悉其间 王湘河听了再度的打工作义 寻暗大人既然明察秋毫 洞悉其间 无情贯彻始终 立诸此贼 以福民望 以安民心 以平民愿 亦以为那许多 为其所陷害的 驱死冤魂 王湘河这儿才说完 后面跟着起了一片 附和之声 都是要求立刻处死卫虎的 卫虎 这下子可吓傻了 他实在没有想到 情势 会一下子转为如此的 只有连连的磕头 钦差 大人明见 小人愿望 小人愿望 各位 卫虎喊钦差大人 在平时 在平时 卫虎 绝不会做这种愚笨的事情 现在大概是吓糊涂了 才做了一件最笨的事 是什么事情啊 因为木下 在堂上审判 他的 是寻案大人 刘天明 他却对着 钦差 秦一鸣 磕头喊冤 嘿呀 秦一鸣 顿时感到 很不自在 自己不便说什么 只有用眼影 向朱继打了个眼色 朱继自然明白 上前一步 为何 你自己 做了这么多的措施 而且证据齐全 还有什么冤枉啊 难道寻案大人 还会故意跟你为难不成 朱继一面说 一面用手指 指了一下刘天明 啊 卫虎这才明白 自己的失态 秦一鸣 即使有意 开脱自己 也只能在暗中着手 无论如何 也不能在公堂上 表示跟自己有关系 但是卫虎这个人 到底是做过多年的捕头 人情世故经历得多 应变也快 连忙就说 小人身为捕头 为了击捕奸鬼 维持地方安静 自不免要得罪很多人 这些都是邪嫌污告啊 刘天明听了 冷冷的一笑 卫虎 你倒是会狡辩 刚才列举了你的十大罪状 每一条都足以当大屁之行 各位 大屁之行呢 就是砍头了 刘天明 刘天明继续说 就算有酒庄式诬告 只要有一条属石 你就犯了死罪 而且你陷害的重要证人 多达二百多人 难道这二百多人 全都是诬告你吗 魏虎 不敢再说话 刘天明又说了 别的不说 但以你 私设刑具 一品一一案来说 就有干国法 要知道 五行之设 乃朝廷明令所定 你只是一名小吏 居然敢另设科刑 魏虎 听到这儿连忙磕头 大人恕罪 那只是小人 为了诚挚监徒 以警其余 啪 刘天明不等他说完 将金唐木用力一拍 住口 是何人授权你 私设这种科刑的 没有人 是小人自己 那就好 你是捕头 想必也知道 甘阅国法 私设刑具 犯的是什么罪 魏虎一听 就知道要糟糕了 别的可以赖 这一桩罪名 却赖不掉 而且 从律法上来推定 那是一个死罪 强辩也没有用 他只有暂时认罪 反正 等刘天明 失去上方保健的事 揭开来了 是非去关不可 那时自己还可以再动人情 以求反案 他想 这个时候如果再成口舌之力 那是自讨苦吃 一顿板子打下来 还是脱不掉罪名的 想到这 他又连忙磕头了 小人无知 你身为捕头 怎么可以 以无知二字为推脱 知法而犯法 罪加一等 诚挚你这种万恶之徒 若不加明正典型 难以凭天下人之愿 刚才宣布过你的罪状之后 你自己也听见了 有多少人要重诚你 现在的卫虎还能做什么呢 只有在地上连连的碰头了 大人饶命 小人知罪 大人饶命 小人知罪 你知罪 也已经迟了 以你所犯的罪名 庆竹难输 万子不足以谢天下 真该是零十岁寡 但是本座 以天心为本 不忍心要你多受活罪 盼你一个斩力绝 来人啊 把卫虎推出去 立刻斩首示众 卫虎先听着还不怎么样 听到后来才知道事情不对 连忙着叫喊了 刘大人 小人即使犯了大辟之罪 也该等朝廷秋决之期 此时秋天已过 要斩小人也必须要等到明年的秋天了 啪 刘天明的经堂墓又是一拍 卫虎 你是说本座此时斩不得你 不错 朝中县有钦差大人在此 大人可以问问钦差大人 刘天明 刘天明听了 转过头去 就问秦一鸣 那下 可曾听见卫虎的说话了 秦一鸣 秦一鸣到了这个时候 不能不说话了 可是他看看眼前的形势 实在也不好说话 想了一下才说 刘大人 刘大人 咱家这个钦差 只是为查验上方宝剑的真假而来 照理不应干预到大人的证悟 可是这卫虎的话也不无道理 朝廷定秋为绝期 是本着上天好生之德 刘大人秦政爱民 上体天心 这卫虎固然该死 刘大人也不必为了他 而坏了大人人民之声啊 本来是可以到明秋在杀他的 可是此人恶性重大 而且据说在朝中 颇有一些人为他求情 如果时间拖得久了 万一被他又使弄什么手法拖了罪 则朝廷威信何在 所以今天 非杀他不可 秦一鸣一听这话 有点刺耳 冷冷就说 刘大人只要担待得起 自无不可 本座虽是钦差寻案 却没有权力任意杀人 不过圣上遇刺上方宝剑时日 倒是赋予了本座 先斩后奏之权 即使一般律令不适用于今日 本座可以请下上方宝剑来 力展卫虎 临顶 在 临顶报剑而出 把卫虎压赴门口 以上方宝剑力展 提人头回报 卫虎一听 哇 糟了 再也顾不得了 在大堂上跳了起来 就想要挣扎逃走 临顶哪里容他逃脱 上前一脚 踢在他的腿弯上 跟着用剑柄 积在他的头顶 一下子就把他给打晕过去了 随即吩咐两边的牙翼 驾出去 两边的牙翼过来 一人驾住一边 把这个卫虎拖到大堂外面 县崖门外 赶开了围观的百姓 把卫虎压成下跪的姿势 手起见落 一颗人头 立刻伸手一触 滚落尘埃 嘿呀 县崖外的百姓们 立刻轰起了一片喝彩之声 跟着包竹连天的响 临顶捧着人头进堂 向堂上跪下 启禀大人 犯人一鸣 为虎 展翼 敬请查验 刘天明 只随便地看了一下 交付地方 号令示众食欲 并将罪名 书名条款 公告示众 以警其余 临顶答应了 站起来 自有牙役等人 把人头接了过去 堂外依然是欢呼之声不绝 刘天明的时候问 外面是什么事如此喧闹 回大人 是本县民众听说斩了卫虎 都家道欢呼庆贺 还有许多受他陷害的苦主家属 要进来向大人叩谢 使卑职将他们劝退下去 这时的刘天明 显得很疲倦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哎 历见夹于血肉 本是极为残酷的事 居然有这么多人为之欢呼庆贺 可见此人 已经到了国人 节约可杀的程度了 内向 这件事 本座虽然处置得 独断一点 但是问心无愧 好在一切的情形 内向 都是在场目睹的 回经之欲 内向据实而言 后果如何 本座 一概承担起来 秦一鸣 见到已经杀了卫虎 自然大大不是滋味 好在他的目的 只是要扳倒刘天明 现在已经掌握了 刘天明事件的证据 足可以把刘天明 落下台来 别的事就懒得管了 因此他就说了 这个咱家 只是对保健一事做交代 其他的不在咱家 管的范围之内 王湘和这个时候 站了起来 刘大人今天斩了卫虎 大快人心 声援等感激万分 有关卫虎种种劣迹 声援等可以联名上表朝廷 一位大人声援 刘天明听了就说 多谢王老先生 这倒不必了 为虎 为官府私利 鱼肉相民 作恶无比 有思未能及早加以成储 而为其蒙蔽 是牧民者 使茶之旧 亏对地方父老 好在 为恶者 忠受报应 略可 未告百姓 啪 刘天明 又是一拍经堂幕 正式宣布 有关卫虎一案之 其余各案重犯 改日再行神处 退堂 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 准备要退下去了 忽然李状图进来了 大声的说 大人请等一下 碑纸上有下情绒饼 在他的后面 还跟着另一堆人 也是本地有头有脸的 士生生员等 大大小小 有十几个人之多 林鼎看见了 就埋怨他了 老李 你到哪去了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暗示已经过堂了 李状图 你怎么的不懂规矩 我已经宣布退堂了 怎么又来啰嗦 大人容炳 刚才大人侍卫 卫虎一案登堂了 卫虎扶诛 那一案结束了 现在卫纸则是为了 大人的遇刺 宝剑遗失之事 来加以说明的 实践之事 本作已有声明 有人谎报大人 丢失了遇刺 上方宝剑 故而才惊动了圣驾 派遣秦公公前来调查此事 卫纸已经调查明白 这是卫虎的党羽 故意造谣 以图打击大人 什么 那是造谣 刚才 秦公公 这是卑职的调查报告 您请先过目再说 李状图说着 拿了一份纸券 双手递给了秦一鸣 然后退了下去 秦一鸣 将心将意的 展开了纸券 先是匆匆的看了一遍 啊 他的脸色变了 这是什么人胡说八道 这是卑职调查属实 请内向大人 把后面的细节再详看一遍 秦一鸣翻开到了后面 另有一篇密密麻麻的字迹 秦一鸣这次看了之后 才真正的变了神色 沉吟不语了 内向 这十二位证人的详细履历 以及家事都写在上面了 内向也可以知道 他们的作证是绝对可信的 秦一鸣 气得哼了一声 但是慢慢的脸上堆下了笑容 向刘天明一拱手 刘大人 亲自上方宝剑遗失之事 只是刁民诬告 咱家已经调查清楚 就此回奏 大人为国珍重 咱家也不多做打扰了 告辞 这个转变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刘天明大感愕然 可是秦一鸣已经叫朱继走了 一直等他走出了门外 李壮图才屈膝向刘天明说 恭喜大人满天云雾散青 总算雨过天青了 壮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宝剑失落之后 小的一直认为 是卫虎所到 苦于没有证据 直到经理来人 小的更认定了 是他潜人去密告走门路 且姓小的已经先有准备 制造了一柄伪剑搪塞了一下 然后却在狱中另辟一事 每次有人跟卫虎街头 小的都在一旁暗中监视 昨夜卫虎果然告诉了朱继藏剑的所在 小的早料及此 来请了这些大人先生们帮忙 秘密针刺 看着朱继去取下了针剑 他把剑藏在哪里 在卫虎家中大门的横扁后面 溜天明听的叹了一口气 那秦一鸣又怎么低头的 小的把他跟卫虎沟通的种种情形 做了一份详细的附路 而且跟他悄悄去取剑的情形 都有人目睹 列明作证 如果真要闹开来 他自己也要掉脑袋 故而在附路上 小的要他承认是诬告 保剑未施 而真剑也已经回到大人的手中 大家就此互相挡过 他还能不同意吗 各位 终于是邪不能胜正 咱们这个铁面玉石的故事 到这儿也全部结束了 谢谢您的收听 由龙志维播讲的传奇故事 铁面玉石 就是到这儿结束 谢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